三平等观 又称三三昧耶观 乃密教之教义 即观佛 法 僧 或身 与 义 或心 佛 众身三者平等 广义之三平等观 以三密设一切诸法 即 一切色设于深密 深密及硬气 一切深设于语密 语密及真言 一切理设于心密 心密及实相 三密平等平等 便一切处 故行者所见之境界皆是大日如来便一切处之身 所闻之因身皆是陀罗尼 诸佛说法之因 狭义之三平等观 又分为三种 即 一 观行者之 三密平等 未平等 便于法界 称为自三平等观 二 观行者之三平等 与本尊之三平等 未同一元相 称为他三平等观 三 观行者 本尊即以臣 未臣之一切诸佛皆为同一元相 称为共三平等观 作如是观 行者与本尊融为一体 即能正 入我我入 之极致 以上之观法属于正念诵或常识之观法 若修护魔之时 则就本尊 卢潭 行者三密观三平等 称为内护魔观 以内护魔修三平等观 内外事理相应 能得昔底 所观想之本尊即行者有身口意 如谈意有身口意 即如身 如口 如火 本尊之身即如身 亦是行者之身 本尊之口即如口 亦是行者之口 本尊之至即如火 亦是行者之至火 如是观词三密之平等 亦称三平等观 大日经卷二句原品 大日经书卷二十 观内护魔 密藏记 阿缩附超卷四十护魔记本 批五百四十二 三正 又称三中 细三论宗所立 乃该宗破写显正教义之解说 正 有三种 故称三正 即 一 对偏正 针对断剑 长剑等偏见而显示正理 亦如对正下药 二 静偏正 驱除断 长等偏见而显现真理 亦如用药治病 三 绝对之正理 亦不再残留 故正理为非偏非正 虽不可明正理 然未表示其绝对性 故意强明之为正理 亦如药道并语 三论玄意 批五百四十三 三玄三药 灵记一玄皆引学人之方法 灵记录上唐 大四七 四九七上 师又云 一句语需具三玄门 一玄门需具三药 有权有用 然灵记并未明言道出三玄门与三药之内容 盖 依据语有玄有药 即是活语 三玄三药 其目的乃教人需会的言据中权时照用之功能 后知习禅者于此三玄三药各作解释 而为三玄即 一 体中玄 指语具全无修饰 乃依据所有事物之真相与道理而表现之语具 二 具中玄 指不涉及分别情识之识语 即不拘泥于言语而能误其玄傲 三 玄中玄 又作用中玄 指离于一切相待之论理与语句等质固之玄妙具 又一人天眼目卷一所载焚扬善昭之说 三药之中 第一药为言语中无分别造作 第二药为千圣植入玄傲 第三药为言语道断 灵记一玄禅语陆续 五家玄指转药卷上 禅学的黄金时代 无精雄 参阅 灵记三句 六千五百零五 批五百四十三 三身 指前身 今身 后身 一 前身 又作前世 俗世 即过去之生涯 二 今身 又作现世 现身 即现在之生涯 三 后身 又作后世 来世 来生 即未来之生涯 三身成佛之略称 即未众生应见闻 解形 正入 而于三身之中 即能缘成佛道 此为华言宗之教义 参阅 三身成佛 五百四十四 批五百四十三 三身六十节 为生闻成修行所需之时间 修四第十六 行相等之观 断尽三界之烦恼 正阿罗汉果 其极肃者三身 即持者则经六十节 三身者 于第一身 即五庭心 即总别念著等资量 总顺解脱分之善根 于第二身一未制定 起顺觉则分之会 于第三身一根本定 在起顺觉则分之会 已入见道 另有以第三身使起顺觉则分之会者 生闻正果入道之所以有素有持 概由于根基之有利有盾 然关于其持素利盾 诸论所说不一 五教章通路纪卷四十一 四分绿山补随机结魔书卷四等 均以三身为利根 六十节为盾根 华言五教章卷二 法华经玄赞药集卷二十一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三等则持反论 以持为利根 以素为盾根 盖基于利根者使堪常识修行之故 誓以佛罪据利根 为无限之大悲 经最常识 三身指百大劫 知修行 大皮婆沙论卷七 卷三十一 瑜伽师德论卷二十一 显阳圣教论卷七 三大部补助卷八 从义 参阅 三身指百大劫 六百四十六 辟五百四十四 三身成佛 华言宗主张经三身即能成佛之说法 略称三身 即 依 见闻生 又作见闻位 关键华言别教一臣之佛法森保善有经卷之境界 听闻如来所说之教法 善有森保所训世之教门 熏成无敬无碍之种子 以成就解脱分之善 二 解形生 又作解形位 先见闻一臣之境界 由是法力熏习 弃舍类父之身而敢的法门之解形身 以或一臣法界之圣解 圆满成就自行之大行 三 正入身 又作正果身 正入位 正果还位 解形即满 正的佛果菩提 即成就穷即圆满之妙果 三身成佛之说由智眼守畅 而由法藏即大成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二载 一 见闻生 为八男众生诉是见闻华言带经正法 不能信受 反生毁谤 故招感八男之暴 堕地狱中受诸极苦 后蒙如来放足下轮香 清净功德光明所照 由其素有见闻华言带经善种 即得拖地狱苦 身都律天而得成道 于一身内超灯实地 二 解形身 为善才童子于浮尘东出见闻书 得蒙开发而其信解 遂令参问诸善之事 皆或开示修行法门 乃至最后参见普贤 令其入于毛孔沙中修行菩萨 大广大愿因 圆满诸佛无上道果 如此解形 急于一身而得圆满 三 正入身 为舍利服于世多灵中 令海觉等六千比丘观察文书失利无量功德 具足庄严 比诸比丘文是说以 心意清净 性解兼顾 顶利文书 并语之言 愿得文书菩萨所有色身相好 于是文书为朱比丘开示演说大臣之法 令朱比丘成就深信 获大智慧 于一身内 正入法界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八 华言五教章卷二 华言义成成佛妙义 五教章通路记卷四十 批五百四十四 三天 用以比喻菩萨 声闻 产提三者 一 第一田 此田渠流便利 无诸沙鲁 瓦石 极次 种一的百 比喻菩萨根性猛利 智慧明了 利益众生无有穷尽 二 第二田 此田虽无沙鲁 瓦石 极次 然渠流显难 收拾减半 比喻生闻 根性烧盾 虽得无漏 但能自立 不能渡生 三 第三田 此田渠流显难 多诸沙鲁 瓦石 极次 种一的一 比喻产提之人 于佛法无有信心 经未说法 以众后世善种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三十三 批五百四十五 三百十 又做三种白石 三种白净石 三净石 积入 烙 米饭等三种白净之石 乃密教修法石 行者所食用者 一字新宙经 大一九 三一七上 持法之人应需持戒 每需吃三百十 所谓乳烙精米 不得破斋 大云精请与品第六十四 一切功德庄严王精 十一面神咒心精 梁高森传卷二十三元会传 批五百四十五 三光 指日 月 星三者 又指色界第二禅之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批五百四十五 三光天子 指日天子 月天子 明星天子三者 法华精卷一序品集有明月天子 蒲香天子 宝光天子 四大天王之记载 法华精文句卷二下位 明月等三天子乃帝是天之内臣 如同倾向 又法华精玄赞卷二本位 三光即指宝光 明月 蒲香三者 观世音 明宝义 为日天子 即宝光 大世智 明宝吉祥 为月天子 即明月 虚空葬 明宝光 为星天子 即蒲香 此系将日月星配以法华精之三天子 然泛文本法华精与相应经文之处同时列举出 五月天子 蒲香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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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大明星天子做菩萨行, 日、月二天则取天人之行。 若依三光之本,则皆做菩萨行。 若依相而言,则皆取天人行, 几本,互用,以显其相。 虚空藏菩萨神咒经, 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法华译书卷一, P545。 三因,指至成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此三心乃往生净土之正因, 故称三因。 往生理赞记,参阅,三心,五百三十二, 佛性论卷二,一觉悟佛果之次第所立, 三因即,一,应得因,一真如空里而修因行, 应得菩提之果,故称应得因。 二,加行因,依菩提心加公用行, 以此为因,即能正得法身之果。 三,圆满因,由加行而因行圆满, 故称圆满因。 此三因中,因得因已无畏如理畏体, 后二因则已有畏愿行为体。 幼因得因中,具有助自性, 隐出性,智德性等三种佛性。 助自性未到浅凡夫未, 隐出性只发心以上, 穷有学圣位,智德性即无学圣位。 指菩萨修行过程中之三种因果。 即,一,一首因,由善,恶业感乐,苦恶果, 因苦,乐恶果非善非恶而未无计法, 故称善恶业为一首因。 二,福音,以诗,戒,忍三波罗蜜为因, 能感福德之果报, 故称诗,戒,忍三波罗蜜为福音。 三,至因,以慧波罗蜜为因, 能感菩提至果, 故称慧波罗蜜为至因。 精进,禅定二波罗蜜则通于福至二因。 参阅,三因三果,五百四十六, 乘识论依据舍论六因而立三因, 即,一,生因, 执法生之时能为因者, 即一首因。 二,习因,如习贪欲而异常贪欲, 即同类因。 三,一因,如以六根六净位所依而生六十, 即聚用,相应,变形三因。 六因中之能作因为四缘中之增上缘, 故乘时论不利。 三因佛性之略称, 即正因佛性,乐因佛性,原因佛性。 参阅,三因佛性,五百四十六, 批五百四十五。 三因三果,菩萨修行之过程, 有三种因果, 即,一,一首因一首果, 即今世所重之善恶因, 于来生的果。 二,福因福果, 以不失,持戒,忍辱为因, 于现前即来世的自在之果。 三,至因治果, 以今修一切智慧为因, 正得三圣即佛果。 一首之因果, 如菩萨由不伤害一切众生, 的受良具足, 由供养尊长, 的大事具足, 由慧师嫉妒, 的自在具足。 福,至之因果, 以师,戒, 忍三波罗蜜为福, 会波罗蜜为治, 精进, 净律二波罗蜜通于前二者。 修福者为福因, 不流转生死, 不受损恼, 且能设益众生, 招致福果。 修治者为治因, 决定福之是非正邪, 其无量善巧之事业为治果, 由此福, 至正的无上正等菩提, 故为果业之究竟。 P546 三因佛性, 系天台大师致以具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八之说所立者, 为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 此因若显, 即成三得妙果。 一、正因佛性, 正即中正, 中必双照, 离于边斜, 照空照甲, 非空非甲, 三地巨足, 为正因佛性。 一即诸法十相之理体是成佛之正因。 二、 勒因佛性, 勒即照勒, 由前正因, 发此照勒之志, 智与理相应, 是为勒因佛性。 三、 缘因佛性, 缘即愿助, 一切功德善根, 资助了因, 开发正因之性, 是为缘因佛性。 经光明经玄一卷上, 四教一卷六, 佛性论卷二之说, 一、 因得因, 指二空所限之真如。 二、 加行因, 指菩提心。 三、 缘满因, 指加行。 其中, 因得因具有三种佛性, 即, 助自性, 引出性, 智德性。 参阅, 三因, 五百四十五, 批五百四十六。 三地, 指三种所依的, 即一循, 四二心所知有无, 分三界为如下三所依的, 一, 有循有四的, 在欲界及出禁律中。 二, 无循有四的, 在禁律中间地。 三, 无循无四的, 第二禁律以上诸的乃至有顶。 三地之分别, 通于大小城。 右循, 四位对禁所生之粗分别新所与系分别新所。 据舍论卷二, 参阅, 四, 二千六百零四, 循, 四千九百三十六, 为菩萨所振地位之一, 即发光底。 此的菩萨同意情见之构已尽, 本觉知会光明开发, 视为三地发光底。 P五百四十七。 三在, 即在心, 在缘与在决定。 此乃痰鸾之网生论注卷上所说。 为若以我仁一身犯恶重罪与灵终时念念佛之效相比较, 则念佛之效用自教殊胜, 故说在心, 从心而言, 念佛是根据真理, 罪恶是根据虚妄, 在缘, 从缘而言, 念佛是根据真实之佛名, 罪恶则由众生而来, 与在决定, 灵命忠实之念佛, 以时机紧迫顾心定, 而犯恶之心则不起, 之三在说。 P五百四十七。 三多, 指清尽善友, 听闻法音, 修不尽观。 长阿含经卷九, 时尚经, 指多供养佛, 多事善友, 于多佛所请问法要。 天台四交以及解卷中, 指天台三观。 参阅, 三观, 七百零六, 指作福, 供佛与求法。 多, 表示许多功德之意。 P五百四十七。 三望直, 又作三节望直, 三节或。 略称三望, 三直, 三节。 为密教所立, 从身起出离世间之心, 至成就佛果位其间, 所需超越之世间粗, 细, 极细等三种烦恼。 据大日经书卷二之说, 若已尽菩提心未出离世间之心, 则超越世间三望直系指超越三节的余止之行, 若依一般之解释, 则只立三阿森止节以至成就正觉。 然依密教之说, 超越一节的余止之行, 即超越百六十星等之一众粗望直, 称为一阿森止节, 超越二节的余止之行, 即复超越百六十星等之一众细望直, 称为二阿森止节, 真言行者复月一节, 即更超越百六十星等之极细望直, 使得至佛会之初心。 由是岁有三阿森止节成佛之说, 然若于一身之中即超越此三望直, 即得一身成佛。 三望直指, 一,粗望直, 又称节出之祸。 即执着心外诸法时有之望心, 依此心而止五蕴和何之人体为时有, 岁生自他之别。 二,细望直, 又称而节之祸。 即执于五蕴等法有时性, 生死涅槃二法为时有之望心。 三,即细望直, 又称三节之祸。 即无名祸, 乃之于一切法有能所, 而与平等法界相为之望心。 密藏既于三望直之外别立为细望直, 为三望直乃时的所断, 为细望直则佛的所断, 此说译于, 大日经书。 大日经卷一注心品, 大日经书抄卷一大日经纸心抄卷一代经要义抄卷三, 真言明目, 批五百四十七。 三如来藏, 指如来藏之三意。 如来藏, 即指藏福在一切有情的杂染身中之自信清静心。 一, 一大臣只观法门卷一之说, 如来藏有三意, 即, 一, 能藏, 果德之法身, 与性静之静心, 包含染静二性即染静二事, 而魔所妨碍。 二, 所藏, 自性清静心为无名之可所附藏。 三, 能生, 此心体具染静二性之用, 而有染静二种虚力, 能生世间, 出世间之诸法。 二, 一元诀经略书卷上一之说, 如来藏, 指如来之法身, 具有如下三意。 一, 隐附, 如来之法身隐附于烦恼生死之中, 如同真经坠入污秽物中。 二, 寒舍, 如来之法身寒舍身香果土神通代用无量之功德, 亦寒舍一切众生, 此皆寒舍于如来藏内。 三, 出生, 就务实而言, 如来之法身既寒重德, 得了达正入, 即能出生。 占茶经卷下, 圣满宝窟卷下本, 其信论意记卷上, P548, 三字禅, 禅宗公暗明。 又称云门三字禅。 禅宗大德云门闻眼皆引学人时, 常以, 故, 见, 疑, 三字说破禅止。 故, 为自我反省, 见, 为自我见戒, 疑, 为严全不及, 义路不道而领略道选止, 义止超绝一切, 于孤风顶上燕作自视之境界。 盖云门诗成穆舟道明, 雪风亦存, 穆舟之宗风以翘骏著称, 雪风之宗风以温密持明。 云门深得此二诗宗风之妙用, 而以激风眼觉独步禅灵, 其所说之法语 与皆化学人之问答, 语句简洁, 犹如电光石火, 如云门一字禅, 二字禅, 三字禅皆为快智人口之公案。 碧言录第六则, 禅宗宋古莲珠通极卷三十二, 批五百四十八。 三有, 有, 泛与八八, 其一分类如下, 玉有, 色有, 无色有, 一同三界。 一, 玉有, 玉界天, 人, 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各随其夜因而受果报, 称为玉有。 二, 色有, 色界四禅诸天, 虽离玉界粗染之身, 而有清净之色, 称为色有。 三, 无色有, 无色界四空诸天, 虽无色直为爱, 亦随所作之音, 受其果报, 称为无色有。 大智度论卷三, 即义门族论卷四, 大皮婆沙论六十, 有情义生之始终分为生有, 本有, 死有。 一, 生有, 只脱生之最初一沙纳。 二, 本有, 只由生至死之间。 三, 死有, 只死之瞬间。 小陈有不宗则以此三有, 加上, 中有, 而主张四有之说。 义不宗伦论, 参阅, 四有, 一千六百八十八, 有漏之以名。 漏, 为烦恼之以名。 烦恼自有情众生之六根门漏泻无穷, 而令其流转于生死之间, 故为有漏乃三有之音, 为其所依, 所舍。 参阅, 有漏, 两千四百五十二, 善成有, 性的有, 便亦有。 乃数论外道所立, 一, 善成有, 如树论之祖家皮罗先人, 出生时俱法, 至, 离欲, 自在等四得, 此四得系因善而得成就, 故称善成有。 二, 性的有, 如习时泛王生缩纳歌, 缩南陀纳, 缩纳多纳, 缩南纠摩罗等四子, 此四子十六岁时自然成就法, 智, 离欲, 自在等四得, 以无因而得, 故称自信有。 三, 便亦有, 失声明便亦, 因失声故, 弟子恭敬清静听闻的智慧, 因智慧的离欲, 因离欲的善法, 因善法的自在, 如是, 弟子四得从失声的, 故称便亦有。 此三有相当于佛法之等其善, 生的善, 佳行善。 经七十论卷中, P548。 三有位, 指三种有位法。 右座三有位相, 三相。 即, 一, 色法, 乃之爱之法, 小陈聚舍指五根, 五境, 五表色之十一法, 大陈法相指五根, 五境, 法处所设色之十一法。 二, 心法, 乃律之之法, 据设止一心旺及四十六心所, 大臣指八心旺及五十一心所。 三, 非色非心法, 亦于前二者, 据设止十四不相应法, 大臣指二十四不相应法。 此三者皆有因缘之为作, 故称有位法。 一切法中处无位法, 余兮有位法。 大臣一章卷二, 三有位义, 批五百四十九。 三有对, 对, 爱之义。 乃五根, 五境及心, 心所等法受障碍而不生, 或所取所愿尽受居爱而不能转他境。 即, 六十及法境之一分所居爱, 而原律作用不得自在。 境界有对与所愿有对之别, 前者为五根及心, 心所法于其境界有见闻取境之功能, 后者为心, 心所法之其境界, 代形相而起。 障碍有对与境界有对相较, 则互为广辖, 及七心界及法界之一分的诸相应法为境界而非障碍, 色等五境为障碍而非境界, 眼等五根亦障碍亦境界, 法界之一分的非相应法为非障碍, 亦非境界。 右境界有对与所愿有对相较, 所愿比境界狭, 即所愿必为境界, 境界未必为所愿, 如同眼等五根及事。 杂阿皮弹心论卷一成为石论卷一成为石论了一灯卷二, P549。 360会,禅灵用语。 右坐300会, 乃形容佛陀一身说法的法会之多。 必言录第六则, P550。 三字, 指字条, 自尽, 自度。 大智度论卷六十亿将八正道分为三类, 一, 自条, 指持戒之正语, 正业, 正命。 二, 自尽, 指修禅之正念, 正定。 三, 自度, 指智慧之正见, 正思, 正经境。 为三字一心磨合眼法之略称, 参阅, 三字一心磨合眼法, 五百五十, P550。 三字一心磨合眼法, 略称三字, 极具足体, 像, 用三者之唯一绝对之心, 一极大臣起信论所说之一心, 变显密二教论卷上, P550。 三色, 指五根, 五镜, 五表色等三种色法。 一, 五根, 即眼, 耳, 鼻, 蛇, 身等五种色根。 二, 五镜, 又称五成。 乃依五根而取之色, 身, 香, 胃, 处等五种境界。 三, 五表色, 又作无作色。 细有种种行为, 也, 熏习身体之一种适用, 会无一之习性, 此乃召感果报之音, 故五表由身体, 色性, 之夜而起, 依身体而存在。 大皮婆沙论卷140, 大臣一章卷7, 参阅, 五根, 一千一百三十七, 五镜, 一千一百七十一, 五表色, 五千零九十七, 三种色之略称。 至显色, 形色, 表色等三色。 一, 显色, 即明显可见之色, 如青黄赤白, 光影, 明暗, 烟云尘漏, 虚空等色。 二, 形色, 即有形象可见者, 如长短, 方圆, 粗细, 高下等。 三, 表色, 即所形之事有相对之表相可见者, 如行柱坐卧, 驱舍, 驱身。 五运论, 三藏法术卷十一, 三藏法术卷十三以可见有对色, 不可见有对色, 不可见无对色等为三种色。 一, 可见有对色, 一切色成, 眼则可见, 有对于眼。 二, 不可见有对色, 指五根四成。 眼时不可见而能对色, 耳时不可见而能对身, 鼻时不可见而能对香, 蛇时不可见而能对味, 身时不可见而能对处。 此五根皆只剩一根。 身, 香, 味, 处等四成皆不可见, 而有对于耳, 鼻, 蛇, 身, 故称不可见有对色。 三, 不可见无对色, 指无表色。 意识源于过去所见之境, 称为落泻, 五成虽于意识分别明了, 皆不可见, 亦无表对。 杂阿含经卷十三, 即义门族论卷三, 批五百五十。 三行, 指申, 口, 义三页。 中观论有, 其三行, 之语, 即为启动三页之位。 参阅, 三页, 六百三十八, 三行又指, 一, 福行, 即行十善等福, 能招感天上, 人间之果。 二, 罪行, 又称非福行。 即行十恶等罪, 能招感三恶道之苦。 三, 不动行, 又称无动行。 即修有漏之禅定, 能招感色戒, 无色戒之果。 因禅定不动, 感果不动, 服行罪行, 非如意变, 故称不动。 大制度论卷八十八, P550。 三一, 泛与TRI C4I, 八粒与TIC4I, 乃至印度僧团所准许个人拥有之三种衣服, 即, 一, 森加利, 泛SAGH, TITANIONG, 八同, 即大衣, 重衣, 杂碎衣, 高肾衣。 为阵装衣, 上街托石, 或奉照入王宫时所穿之衣, 由九至二十五条布片缝制而成。 又称九条衣。 二, 玉多罗森, 泛LUTARSAGA, 八同, 即上衣, 中架衣, 又称入重衣。 为礼拜, 听讲, 布萨时所穿用, 由七条布片缝制而成, 故又称七条衣。 三, 安陀会, 泛LUTARSA, 八NKAROVSAKA, 即着中衣, 中素衣, 内衣, 五条衣。 为日常工作时或就寝时所穿着支贴身衣。 以上皆规定以坏色, 泛KANSASIA, 制成, 故又称为袈裟。 中日二国, 三衣日区形式化, 而有各种袈裟之制作, 唯有七条, 五条袈裟等人士依照印度法一之规定制成。 比丘尼在此三衣之外, 上有穿在三衣里面之左肩与两叶之森指之, 泛SAKAKAK, 八SAKAKAKA, 副肩衣, 以及副于腰部之爵修罗, 泛KASLA, 下裙, 合称为比丘尼五衣。 后逐建议准许比丘如此穿着。 三衣之制法, 规定颇详细。 即将一整块布, 切割成长短布衣之小布片, 纵的缝合之后, 再以规定之条束作横的缝合。 由此种裁剪样式观之, 亦称为填相。 此衣制法, 因布派不同, 细节上亦有差异。 我国与日本之制法趋向华美化, 仅在裁割方法上沿袭旧规。 由于其制作特殊, 故不为其他地方所采用。 穿着此种衣服, 可令人舍弃欲望, 且不于被盗。 令有不按规定裁制者, 称为漫衣。 他人丢弃之会不洗净后所缝制之衣, 称为粪扫衣。 范皮斯, KLA, 那衣。 此外, 尚有以弃制于坟墓, 包裹尸体, 及被老鼠咬过之旧衣布料所制成者。 摩赫森指律卷二十三,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四, 大制度论卷六十八, 分别功德论卷四, 大比丘三千微仪卷上, 参阅, 加沙, 四千七百八十四, 批五百五十一。 三一仪, 乃比丘随身之物。 在比丘六物中特别重要者有安陀慧, 玉多罗森, 森加里等三种森一及一, 为比丘经常随身所用。 摩赫森指律卷八, 大二二, 二九三下, 出家里第一乐而随所住处, 长三一聚, 持起时。 譬如鸟之两意, 横与身聚。 大坚固婆罗门远起经卷下, 四分绿山凡捕却形式超卷下一, 资门景训卷三世禁户三一聚法, 参阅, 六物, 一千两百七十四, 私有财产, 两千九百八十五, 长物, 三千五百九十八, 批五百五十一, 三佛土, 只成为实论所说之三种佛土, 即法性土, 受用土, 变化土。 佛有三身, 故所居之国土亦有三种, 即法身佛助于法性土, 报身佛助于受用土, 应身佛助于变化土。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末, 参阅, 受用土, 三千一百, 法性土, 三千三百五十八, 变化土, 六千九百一十三, 批五百五十二。 三佛子, 如来是一切众生皆如己子。 华言经书卷七将之类分为三, 即, 一, 外子, 凡夫未曾入道, 未能少计佛种, 称为外子。 二, 数子, 身文, 圆觉并小臣之教, 不从如来大法身, 故称数子。 三, 真子, 大臣菩萨并受如来大法, 身于法身, 故称真子。 批五百五十二。 三佛性, 三因佛性。 至以依佛性所具因之意而立如下三因佛性, 一, 正因佛性, 正乃中正之意, 未远离偏邪, 是众生本具之理性。 二, 了因佛性, 了即照了之意, 未显发法身之照了觉知。 三, 原因佛性, 原籍资助之意, 未资助觉知之功得善根。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八, 金光明经玄一卷上, 法华经玄一卷五下, 参阅, 佛性, 两前六百三十三, 又坐三位佛性。 一到前凡夫位等三位, 将佛性分成如下三种, 一, 自性助佛性, 又坐助自性性。 即见到前之凡夫位, 为众生为修行而本具知佛性, 此佛性自性常住。 二, 引出佛性, 又坐引出性。 即发心以上有学之圣位, 众生即修习, 智慧, 禅定之力, 引发本有之佛性。 三, 智的果佛性, 又坐智的佛性, 智就进果。 即无学之圣位, 以修应满足而显现果性, 为了了显现, 觉悟究竟知天生佛性。 佛性论卷二, 成为石论卷六, 良意设大成论是卷七, 卷九, 华严经孔木章卷二, 华严经碳玄记卷四, 指礼佛性, 行佛性, 隐秘佛性三种。 据为石议斯计卷四本所说, 一, 在禅真如畏佛果涅槃四得之音, 故称礼佛性。 二, 六度等万行乃成佛果菩提四至之音, 故称行佛性。 三, 贪甜等食所断法, 生能断之至, 如愤为火之音, 故称隐秘佛性。 能显中编会日论卷四, 为石一张卷四本, 参阅, 二佛性, 一百九十五, 佛性, 两千六百三十三, 批五百五十二。 三佛顶, 指密教胎藏界曼陀罗是家院中之三佛顶, 表示如来三不重得之顶。 佛顶, 乃如来无间顶香, 于诸佛中最为尊圣。 三佛顶集, 一, 广大佛顶, 右座大转轮佛顶, 广深佛顶, 会通大佛顶, 或称黄色佛顶。 家座于赤莲花上, 右手持莲花, 连上利独骨处, 必当胸前。 左手母中指相拧, 束食指, 长向外, 至胸前。 密号破魔金刚, 三昧耶行为五股金刚处。 二, 即广大佛顶, 右座高佛顶, 广大发生佛顶, 即广深佛顶。 形象深黄色, 坐赤莲花上, 左手持莲当腰, 莲上有绿珠。 密号南兜金刚, 三昧耶行为开夫之莲花。 三, 无边因深佛顶, 右座无量深转伦佛顶。 如来泛因之说法无量无边, 能气重机, 故称之。 形象黄色, 右手竖掌, 驱使指, 中指, 置于胸前, 左手持莲于腰侧, 莲上有罗背。 密号妙想金刚, 三昧耶行为莲花上罗背。 大日经具原品, 密印品, 密密漫图罗品, 不空所神辩真言经卷九, 大日经书卷五, 批五百五十二。 三佛语, 右座佛三语, 三义语。 即, 一, 随自义语, 佛随顺自义所说内政真实明了之法。 二, 随他义语, 佛随顺众生根基所说方便之法。 三, 随自他义语, 伴随自正, 伴随对积而宣说之一。 南本涅槃经卷三十二, 摩荷指官卷三之二, 批五百五十三。 三节, 指过去, 现在及未来三大节。 过去支柱节称为庄严节, 泛飞YHA, Kalpa, 现在支柱节称为贤节, 泛Badra, Kalpa, 未来支柱节称为新秀节, 泛Badra, 泛Badra, Kalpa, 各大节之柱节中, 各有千佛出世, 称为三节三千佛。 据观耀王耀上二菩萨经载, 现在贤节中有居留孙, 居纳涵, 家业, 世家木尼, 乃至最后之楼至佛等千佛出世, 过去庄严节中有华光佛至皮舍福佛等千佛, 未来新秀节则有日光佛至须弥香佛等千佛出世。 为三节或之略称, 又称三妄直, 指粗妄直, 细妄直, 及细妄直。 参阅, 三妄直, 五百四十七, 三阿僧止节之略称, 为菩萨修行尘满至于佛果所需经历之时间。 参阅, 三阿僧止节, 五百七十七, 批五百五十三。 三妙, 指天台宗所立, 心, 佛, 众生, 三者互相妙容自在之说, 乃自他相互包设之行荣语。 盖法华经有相待, 绝呆二妙, 用此二妙以妙容心, 佛, 众生三法, 则众生之法亦具有二妙, 佛法与心法二者亦各具二妙, 而得容妙自在, 乃成三妙。 法华玄义卷二上, 法华玄义是千卷二上, 批五百五十三。 三妙行, 犯语TRI-Sucurit-NI, 法利语TRI-Sucurit-NI, 右座三清静, 为三恶行之对称, 指三种智者所爱悦, 能招可爱之果之行。 一, 生妙行, 犯Keya, Sucurit-NI, 指更一切佳行, 根本, 后期等一切善之生也。 二, 语妙行, 犯VK-Sucurit-NI, 意味更一切佳行, 根本, 后期等一切善之语也。 三, 亦妙行, 犯Mona, Sucurit-NI, 一切善思, 意及无贪, 无甜, 正见等三种语也。 三妙行与善业道有所别, 及业道乃为以粗品之根本为其性, 不设其余之善, 妙行则含设一切之善。 又说一切有不主张一业以思未体, 未思与无贪等各有别体, 故立一业及非业之无贪, 无甜, 正见等为一妙行。 尽量不择主张无贪等离丝及无别体, 故及是一业, 在一业之外, 不立无贪等为一妙行。 此外, 大皮婆沙论卷十七以诸生妙行即生清净, 诸与妙行即与清净, 诸一妙行即一清净, 而称三妙行为三清净。 杂阿含经卷十一, 即义门族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二,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四十一, 批五百五十三。 三决定业, 又做三十业, 三报业。 只决定受益手果十分之业。 此戏据舍论卷十五所说, 即, 一, 顺献法受业, 略称顺献业。 此身造作增长, 于此身受益手果之业。 二, 顺次身受业, 又做顺次业, 顺身业。 此身造作增长, 于第二身受益手果之业。 三, 顺后次受业, 又做顺后业。 此身造作增长, 于隔二世以上受益手果之业。 瑜伽诗的论卷九,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四十, 参阅, 定业不定业, 三千一百八十二, 批五百五十四。 三灾, 即小三灾, 大三灾。 右座三灾结。 世界系一臣结, 臣立其, 柱结, 存续其, 坏结, 破坏其, 与空结, 空末其, 等四其无穷的循环不息。 其中, 友情出现于柱结之一定期, 至坏结之中末其, 世界全遭破坏。 在柱, 坏二结中, 分别有三种灾恶。 据据舍论卷十二之说, 一, 小三灾, 住结分二时期, 有情之寿命在八万岁至十岁间反复增减约二十回,最初未减结,最后未增结。 每至人寿减至十岁以下,则发生一灾恶, 共有刀兵灾, 护用凶器杀害, 即溢灾, 恶病流行, 激井灾, 游汉灾起激井, 等三种。 二, 大三灾, 坏结分位二时期, 于最后一节世界即开始坏灭而引起天灾, 即, 火灾, 坏玉界至初禅天, 水灾, 流失至第二禅天, 雨风灾, 破坏至第三禅天。 以上火, 水, 风, 分别称为结火, 结水, 结风。 三灾之发生, 其顺序一定。 即初以火灾坏灭七回后, 再以水灾坏灭一回, 如此以火灾七回, 水灾一回, 反复经七次后, 再以火灾坏灭七回, 最后即以风灾坏灭殆尽。 长阿含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 卷二十一, 三灾品, 启示经卷九, 大楼探经卷五, 幽婆塞界经卷七,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三, 据舍论光记卷十二, 参阅, 结, 两千八百一十一, 据法院朱林卷一所在。 一, 小三灾, 一, 积井灾, 人寿由八万四千岁, 每百年减一岁, 减至三十岁时, 大汉不雨, 草菜不生, 世间无量人民积井而死。 二, 急疫灾, 人寿减至二十岁时, 朱病皆起, 世间无量人民积疫而死。 三, 刀兵灾, 人寿减至十岁时, 诸人各起斗争, 手指草木及成刀杖, 互相残害, 世间无量人民死于刀兵。 二, 大三灾, 一, 火灾, 坏劫之时, 有七日出现, 大地须弥山渐渐崩坏, 四大海水免转消禁, 欲戒及出禅天皆兮动燃, 无有遗余。 二, 水灾, 出禅以下经过七回火灾, 世间复沉, 又于坏劫之时, 渐降大雨, 低如车轴, 更肩地下水轮永沸上腾, 欲戒乃至二禅天水皆弥满, 一切坏灭, 如水消炎。 三, 风灾, 二禅以下经过七回水灾, 又经七回火灾坏于世间, 至世界复沉, 又于坏劫之时, 从下风轮有猛凤起, 兼以众生业力禁锢, 处处生风, 欲戒乃至三禅天兮皆飘及, 荡静无余。 瑜伽诗的论卷二, P554。 三延伸, 为梵语文法中之特殊术语。 延伸, 梵语非科娜。 在梵语文法上, 为区别名词, 代名词, 形容词, 数词等词类各有三种之别, 所以以此一术语为技术之法。 又做三术。 单术称为一延伸, 范EKA, 非科娜, 双术称为二延伸, 范DVI, 非科娜, 副数称为多延伸, 范BH, 非科娜, 古代西潭加酱之总称为三延伸。 例如, 一匹马称AVA, 二匹马称AVALF, 多数马称AVS。 P555 三身, 范与TrayaKY, 又做三身佛, 三佛身, 三佛。 身即聚集之意, 聚集诸法而成身, 故理法之聚集称为法身, 范Dharma, KAYA, 智法之聚集称为报身, 范SABHAGA, KAYA, 功德法之聚集称为应身, 范Nirme, KAYA, 又做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 法佛报佛应佛, 法身报身化身, 法身佛报佛化佛, 法佛报佛应化佛, 真身报身应身, 自信身满资用身化身, 自信身应身化身, 法身应身化身, 法性身受用身变化身, 自信身受用身变化身, 自信身实身化身, 法身佛受用身佛化身佛, 正法佛修成佛应化佛, 佛所见身菩萨所见身, 二圣凡夫所见身, 金光明最圣王金书卷三载, 化身佛有化身, 父母身身, 随世间身, 身身, 假名身等五名称, 应身佛有应身, 受用身, 报身, 智慧佛, 功德佛, 法性身身等六称, 法身佛有法身, 自信身, 真实身, 如如佛, 法佛等五称, 令金光明最圣王金玄书卷四位, 前数之化身五名外, 加上世家身, 二圣凡夫所见身, 应身, 变化身, 共为九名, 应身六名加上舍那身, 菩萨所见身, 共为八名, 法身五名加上佛所见身, 毗卢遮那, 共为七名, 各经论所举三身之名称与解释不一, 一, 十的经论等诸经所说之三身, 即, 一, 法身, 为正显时相争如之理体, 无二无别, 常驻湛然, 称为法身, 二, 报身, 仇报应行功德而显现相好庄严之身, 三, 应身, 顺应所化众身之畸性而显现之身, 二, 依何不经光明经卷一之三身分别品在, 如来习在因地修行中, 为一切众身修种种法至修行满, 应修行利固, 得自在而能随应众身现种种身, 称为化身, 又诸佛如来为令诸菩萨的通达, 并体的身死涅槃一味, 以为无边佛法而作本, 故事献此具足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相被圆光之身, 称为应身, 为灭除一切诸烦恼等障而具足一切之诸善法故, 唯有如如如如如至, 称为法身, 前二种身为假明有, 第三身为真有, 乃为前二身而作本故, 又依经光明经言, 法报之两佛是其真身, 为化众身而视现佛身, 相好具足, 微光殊胜, 称为应身, 佛随众身现种种形, 或人, 或天, 或龙, 或鬼, 如同是知色相, 称为化身, 此三身以真身为本, 依真其应, 依应其化, 如依烦恼其夜行, 依夜寿报, 慧远之观无量寿经一书卷末, 大三七, 一八三下, 佛具三身, 义者真身, 为法语报, 二者应身, 八相现成, 三者化身, 随机现起, 即依此精光明经之意而言。 三, 解身密经卷五所说之之, 第三身, 即法身, 解脱身, 化身, 其中化身指八相示现之身, 解脱身指五分法身, 法身指鱼珠的波罗密多, 善修出离转一成闷之妙果。 盖五分法身, 身文读觉亦可得之, 故丹就此身而言, 二胜语如来无异。 良意设大乘论是卷十三, 大三一, 二四九中, 二胜道就尽果, 明解脱之鉴。 二胜解脱之鉴中无三身, 菩萨解脱之鉴中有三身差别。 何以故? 二胜不能灭智障, 无一切智顾, 不得圆满清净法身, 无大慈悲, 不行利益他事故, 无硬化两身。 故之二胜知解脱身, 无法身及硬化等身。 四, 具宗境禄卷八十九载, 自信身, 受用身, 便化身称为三佛身, 此及法, 报, 化三身, 一, 自信身, 诸佛如来具无边际珍常功德, 是一切法平等实性, 即此自信, 又称法身。 二, 受用身, 又分二种, A, 自受用身, 诸如来修习无量福慧, 其无边真实功德, 横自受用广大法乐。 B, 他受用身, 诸如来由平等至世线为妙境功德身, 居纯净土, 为注实的菩萨众显现大神通, 转阵法轮。 三, 便化身, 诸如来以不思议神力, 便现无量, 随类化身, 居纯慧土, 为为登的诸菩萨众及二圣等, 称其机遗, 现通说法。 童书并举出转三心可得三身之说, 即, 转根本心, 第八时, 可得法身, 转一本心, 第七时, 可得报身, 转其世心, 第六时, 可得化身。 五, 禅宗六祖会能以自信来解释三身, 一, 清净法身佛, 为无人之身即是如来法身, 故无人之自信本即清净, 并能生出一切诸法。 二, 圆满报身佛, 为自信所生之般若知光若能抵除一切情感欲望, 则如一轮明日高悬于万里晴空之中, 光芒万丈, 圆满无缺。 三, 自信化身佛, 为无人若能坚信自信之力胜于一切化身佛, 则此心向恶, 便入地狱, 若起毒害之心, 便便为龙蛇, 若此心向善, 便身智慧, 若起慈悲之心便便为菩萨。 经光明最圣王经卷二, 良意设大成论事卷时, 瑜伽师的论卷七十八, 佛的经论卷七, 观经悬一分传通计卷六, 参阅, 佛身, 两千六百二十九, 批五百五十五。 三身三德, 三身即法身, 报身, 应身, 三德即法身德, 般若德, 解脱德。 二者配列, 则法身为法身之德, 报身为般若之德, 应身为解脱之德。 参阅, 三身, 五百五十五, 三德, 六百六十八, 批五百五十七。 三身华泛, 又坐三如来。 即, 一, 法身皮卢遮纳如来, 皮卢遮纳, 泛名法欧可娜, 意味便一切处。 法身性相常然, 真如平等, 身土无碍, 便一切处。 二, 报身卢舍纳如来, 卢舍纳, 泛名Rakena, 意味静满。 报身诸或静静, 众得西元, 内以至光照真法界, 即自报身, 外以身光照应大击, 即他报身。 三, 应身释迦牟尼如来, 释迦牟尼, 泛名Kaiamuni, 意味能人, 寂寞。 寂寞顾不住生死, 能人顾不住涅槃, 随机扑现, 说法立身。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九下, P557。 三身变香, 华严经随书演义超卷八以虚空, 日光, 日影三者比喻法, 报, 画三身, 即, 一, 法身如虚空变, 为法性之身本体周变, 譬如虚空, 无有障碍。 二, 至身如日光变, 至身即报身。 为究竟使觉知智能变破无名之案, 显发本有真身, 譬如日光, 无忧不足。 三, 色身如日影变, 色身即应身。 为究竟使觉知智器与本觉法身之理, 则能从体启用, 变应重机, 譬如日影, 不则高下, 随处映线。 P557。 三身受量, 执法, 报, 应三身之受量, 一, 法身受量, 法身非色直, 非心智, 强执法性未深, 故其受量非报的命根, 非连持之受, 强执不迁不便未受, 此受非常量, 非短量, 无在世即灭度, 非时非虚。 二, 报身受量, 久修业所得智力, 会光照无量, 寿命无数节。 三, 应身受量, 至于体明和, 能起待用, 随所硬度, 处处自说, 名字不同, 年纪大小不等。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九下, 批五百五十七。 三车四车, 车可载物, 比喻佛法化度众生已至涅槃。 三车指阳, 路, 牛车, 加上大白牛车则为四车。 法华经辟喻品有火宅三车之辟喻。 一, 阳车, 以阳晚车。 比喻声闻之人, 修四地形以求出离三界, 但欲自度, 不顾他人, 如阳之奔义, 竟不回顾后群。 二, 路车, 以路晚车。 比喻圆觉之人, 修十二因缘以求出离三界, 略有为他之心, 如路之池走, 能回顾后群。 三, 牛车, 以牛晚车。 比喻三藏教菩萨之人, 修六度行, 但欲度人出于三界, 而不欲自出, 如牛之和父, 安忍普运一切。 另以大白牛车比喻一佛臣。 古来有关三车四车之解释有二大派, 其一, 将表示菩萨臣之牛车与表示佛臣之大白牛车是为统一者, 有三论宗, 法相宗, 称为三圣家, 三车家。 另一派在牛车之外, 别利大白牛车者, 有天台宗, 华严宗, 称为一臣家或四车家。 法华经玄暂卷四本, 华严五教章卷一, 五教章通路纪卷三, 卷四, P557。 三邪形, 据舍论卷十七余色叶, 即生, 羽叶, 别例如下三种邪形, 一, 邪羽, 油田, 吃所生之羽叶, 二, 邪叶, 油田, 吃所生之羽叶, 三, 邪命, 油滩玉所生之羽, 与二也。 大皮婆沙论卷116, 大二七, 605中, 云和邪命难可禁除, 未有二法难除难舍, 即在家者邪见, 即出家者邪命。 诸在家人虽即聪慧, 受持五戒, 若苦所逼, 则以种种香花饮食祠祷天神。 诸出家人虽即聪慧, 受持俱戒, 资生命缘系属他故, 见施主食, 便整威夷, 献清善香, 事故别说邪命, 正命。 诚实论卷七例三种违背正道至业行, 即一, 生邪行, 二, 口邪行, 三, 意邪行。 诚实论卷七邪行品, 大三二, 二九五下, 生所造恶, 名生邪行。 是邪行有二种, 一时不善道所设, 如杀, 道, 邪营。 二不设, 如鞭杖, 细腹, 自迎欺等, 即不善道前后恶业, 中略。 口所造恶业, 名口邪行, 事中意有二种, 若人决定问时, 现前狂他, 事不善道所设。 于名不设, 贪, 慧, 邪剑等事意邪行。 大乘一章卷七, 批五百五十八。 三世人圣诸天, 巨大匹婆沙论卷一七二载, 人道圣于天道者有三, 即, 一, 能勇猛, 诸天丹是欲乐, 不负尽修, 人虽不见当来之果, 而能修诸苦行, 精进不代, 勇猛圣于诸天。 二, 能意念, 诸天丹是欲乐, 会性偿婚, 人能意记囊久所作所说之事, 寥寥分明, 稀无妄失, 意念甚于诸天。 三, 能犯行, 诸天丹是欲乐, 不负增修善业, 人出发心识, 能重书甚善根, 受持戒律, 行业清净, 犯行甚于诸天。 批558, 三世戒, 巨大宝鸡经卷一一七载, 深, 言, 亦三种境界, 称为三世戒。 一, 深境界, 为深受诸戒而无缺漏悔。 二, 言境界, 为一切所说语言无有余产虚狂不识。 三, 意境界, 为舍除恶绝, 离诸贪欲。 批558, 三世无境, 聚众得三昧经卷三载, 菩萨修道之三种无境, 称为三世无境。 即, 一, 不失无境, 菩萨好味不失, 乃至生命亦能失语而心不厌舍。 二, 持戒无境, 菩萨护持境界, 未曾为舍, 见犯戒者怜悯悲哀, 见奉戒者尊重爱尽。 父义戒法化义众生, 心不疲厌。 三, 博文无境, 菩萨思欲化他, 博学一切经典, 乃至安恋世间艺术, 而心永不疲厌。 批559, 三公养, 为普贤行愿书所举三种公养之法。 即, 一, 财公养, 以世间财宝及种种上妙珠公养具公养诸佛菩萨。 二, 法公养, 依佛所说教法, 修于众行, 乃至不舍菩萨业, 不离菩提心, 即是以法公养诸佛菩萨。 三, 观行供养, 依中道妙观, 关于一念之心, 具足三地之法, 无有缺减, 众生, 诸佛平等不二, 烦恼生死即是菩提涅盘, 念念观之, 即是公养诸佛菩萨。 参阅, 供养, 三千零六十五, P559。 三巨族, 只供养于佛前之香炉, 花瓶, 竹台。 若花瓶与竹台左右各一对, 则称五巨族, P559。 三寿, 饭于Tisro非等, 八粒于Tisro非等, 又做三桶。 受, 领那之意, 即内之六根, 处对外之六镜, 所领那之三种感觉。 即, 一, 苦受, 饭都卡, 非等, 又做苦痛。 即领那为情之静香, 令身心受逼迫。 二, 乐寿, 饭苏卡, 非等, 又做乐痛。 即领那顺情之静香, 令身心事悦。 三, 舍寿, 饭阿佩克, 非等, 又做不苦不乐寿, 不苦不乐痛。 即领那中荣之静香, 身心无有逼迫, 亦无有事悦。 此三寿通与眼等六根, 亦通有漏无漏。 或各自分成两种, 与五十相应者, 称为身寿, 与一是相应者, 称为心寿。 杂阿含金卷八, 称为十论卷五, 阿皮达摩发质论卷十四, 称十论卷六, 参阅, 五寿, 一千一百零三, 寿, 三千零九十六, 批五百五十九。 三寿业, 指三种寿业。 又做三寿报业。 乃就苦, 乐, 舍三寿, 将业分为三类。 即, 一, 顺乐寿业, 泛苏卡, 非等业, 卡玛, 又做福业, 乐报业。 未感乐寿之业, 使自欲界至第三净律。 经之乐寿若为三寿门之乐寿, 则含舍喜寿, 故此乐寿存在第三禅天。 二, 顺苦寿业, 犯都卡, 非等业, 卡玛, 又做非福业, 苦报业。 未感苦寿之业, 即欲界之一切恶业。 三, 顺不苦不乐寿业, 犯阿度KH苏卡, 非等业, 卡玛, 又做顺非二业, 不苦不乐报业。 即感第四禅天以上之果业, 比处为有舍寿。 然第三禅天以下意有顺不苦不乐寿业, 若感中间天者, 则为中间定业。 经旧所感之寿而言, 除感的寿之外, 上聚感的色等四韵。 发至论卷十一, 顺正理论卷四十, 聚舍论卷十五, 瑜伽诗的论卷九, 参阅, 三页, 六百三十八, 批五百五十九。 三周寿记, 上中下三根之声文由于听文法华, 华经之三周说法而得悟, 对此, 佛为之各个授与作佛之计, 称为三周授计。 三周者, 法说周, 辟说周与因缘周。 一, 与法说周对上根授计, 如辟欲品中对摄利福授计即是。 二, 与辟说周对中根授计, 如授计品中对摩赫加叶, 须菩提, 加瞻炎, 目间连四大声文授计即是。 三, 于因缘周对下根授计, 如五百弟子授计品中对附楼那, 千二百声文, 交成如, 幽楼平罗加叶等授计, 授学无学品中对阿南等两千人授计, 提婆达多品中对提婆达多授计, 劝池品中对波蛇比丘尼, 六千有学无学比丘尼等授计即是。 法华经文句卷四上, 法华文句记卷四中, 卷四下, 法华玄论卷五, 参阅, 三周说法, 五百六十, 授计, 四千五百八十七, 批五百六十。 三周说法, 又称法华三周。 天台宗就法华经门正宗分之开全显十之说相而立之明目, 亦及佛为令身文误入一成十相之理, 遂就上中下三根之机而反复说法三回, 称为三周说法。 即, 一, 法说周, 又称出周。 乃佛为上根人, 就法体而直说诸法十相, 实如之理, 开三圣之权, 使其了物一成之实。 此时唯有大智设立福一人解物受计, 即法华经方便品中所谈。 二, 辟说周, 又作中周。 乃佛对法说周不物之中根者, 更作三车一车一车之说。 初许三车是师权, 后次一大车是显十, 使之了物一成之理。 此时有摩赫加叶, 摩赫加瞻炎, 摩赫目尖连, 须菩提等四大弟子领解受计, 及辟育品中所谈。 三, 素是因缘周, 又作下周, 略称因缘周。 乃佛未不能了解上述二周之下根者, 说其素是为大通至圣佛下之一成基种, 使彼等了物素是九远之基缘而得物。 此时有妇楼那, 交成如等千二百声文领解受计, 一集化成玉品中所谈。 此三周分反复正说, 佛说, 领解, 表明弟子之领解, 述臣, 佛对弟子之领解认可, 受计, 佛对弟子成佛作预言, 四阶段。 寻此一度化上, 中, 下三根, 可谓周被完足。 法华经义记卷三, 法华经义书卷八, 吉藏, 法华文句卷四上, 法华经玄暂卷三, 辟五百六十, 三合, 止根, 净, 十三者和何而深处之心所。 成为十论卷三, 大三一, 一一中, 根, 净, 十根相随顺, 顾名三合, 处一彼身, 然诸师对此说法亦有不同观点, 有说, 别法与心相应三合所生, 者未处, 故前述之以根, 净, 十三合未处者, 则引弃经所说之, 三合即名为处, 作其证。 此外, 说一切有不以, 三合深处, 立其宗义, 精量不义以根, 净, 十三者和何未处, 而无别体, 称为, 三合成处。 据舍论卷十, 成为十论卷六, 参阅, 处, 6802, 批560。 三宗, 华严宗之宗密将大成佛教总分位法相, 破相, 法性等三宗。 一, 法相宗, 此宗主张一切有漏妄法及无漏境法无始以来, 各有种自在阿赖耶时中, 欲元熏习, 即各从自信而起, 都不观赦真如, 故于色新诸法建立种种名相, 如五位百法, 三信二无我, 四至三身等教义, 即止于家宗, 为十宗等。 于华严宗之五教叛宗, 法相宗相当于使教之相使教。 二, 破相宗, 此宗主张凡圣染尽之法一切皆空本无所有, 射见一法过涅盘者, 亦如梦如幻, 故以四聚百悲, 八不中道, 无所得等教义破一切之法相, 即止三论宗。 于五教叛宗, 相当于使教之空使教。 三, 法性宗, 此宗主张一真其妄, 真如不变, 不爱随缘, 如云法身流转五道, 如来藏受苦乐等, 若勿妄即真, 则真妄不耳。 并为一切众生之心非因断或方的清净, 而戏本来即清净者, 此一众生心即是法性。 指华严宗, 天台宗, 于五教叛宗, 相当于宗, 顿, 元等三大臣教。 宗密更就三宗性至之别而举出法性, 法相之十义, 与法性, 破相之五义, 由之而判定法性宗之超胜于前二宗。 元诀经略书卷上, 宗静禄卷五, 指律宗所立之十法宗, 假明宗, 元教宗等三宗。 一, 十法宗, 指萨婆多有不宗, 主张一切诸法时有。 二, 假明宗, 指成十宗, 主张诸法假明而非时有。 三, 元教宗, 指为十元教。 参阅, 画教, 一千三百二十七, 至教, 三千零八十七, 辟五百六十一, 三宗二帝, 指南其影视周瑜于其所者三宗论中, 立真, 俗二帝之说, 即, 一, 不空假明, 如经中所说色空, 其信实为空, 故称为空, 而假色非空, 此即信实。 空无信实, 故是真谛, 不空为假明, 故是俗地。 二, 空假明, 一切诸法皆由众元所成, 故有假明之体。 若将愿家以分析, 皆不可得, 故其假明之体为俗地, 不可得才是真谛。 三, 假明空, 假明婉然即是空。 大臣宗论卷义以之相当于四重二帝中之出众二帝。 又二帝张卷下位, 不空假明位, 属楼立二帝, 空假明位, 暗瓜二帝。 假明空乃源自森兆之, 大四二, 二九下, 以物非真物, 故是假物, 假物故, 即是空, 而来。 中观论书卷二末, P561。 三宗论, 南齐周语传。 书中以真, 俗二帝之义, 论述空假明, 不空假明, 假明空等三宗之指。 又空假明, 不空假明二宗, 未诚实论诗之说, 假明空未周瑜之说。 本书为复兴江南班若三论学之先驱。 中观论书卷二末, 二帝张卷下, 广宏明集卷二十四, P561。 三定句, 梵与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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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例语吹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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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略称三句, 三计, 句, 即句类, 句即之语。 此系从求正果之修行立场所作之分类。 众生分为如下三类, 正定句, 协定句, 不定句。 分别而言, 三定句或作正性定句, 协性定句, 不定性句, 或必正句, 必协句, 不定句, 或执见计, 协见计, 亦不在协亦不在正见计。 略称为正定, 协定, 不定。 以上三句之名称虽建于阿含经, 为阿含经令说等句, 协句, 不定句, 或善句, 等句, 定句等三句。 按据舌论卷时所称, 见到以后之圣者断境见或等, 必定入于责灭, 即涅槃, 为之正性, 此即正性定句, 犯五无见业者必定堕入地狱, 此即邪性定句, 三恶去称为邪性, 其于依缘次第不定者, 即为不定性句。 瑜伽师的论卷六十四中, 将三句个别为本性语方便两种, 共说六句。 依此, 法乡宗具五性个别之教义加以解释。 华言宗从重性、解惑、行业、 协政位、大臣菩萨之得失等五方面加以解释。 又以三句配于菩萨之皆位, 是摩合言论卷义中举出三种说法, 其一同于华言宗之说, 认为实性以前未协定, 实性未不定, 实性以后未正定。 据无量寿经卷下所在, 阿弥陀佛之净土无邪定据与不定据, 所住者皆未正定据, 住正定据。 此即一般所谓之处不退, 无退堕厄缘之处。 据此, 日本净土真宗位, 得他立信心之第十八愿行者未正定据, 杂行杂修万善诸行往生净土之第十九愿行者未协定据, 以自立念佛之第二十愿行者未不定据。 唯有正定据者有真实暴徒, 方能成佛。 放光斑若经卷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六, 华言经探玄迹卷三, 圆绝经大书超卷三之上, P五百六十二。 三铁和赞, 为日僧清卵所者。 即净土, 高僧, 正向墨三部合赞之总称。 清卵在晚年未使真宗之根本教意意于了解, 遂制作词合赞, 与, 正信纪, 同为日本寺院早晚课诵时所用。 净土合赞为赞阿弥陀佛纪, 三经, 现世利益等一一八首。 高僧和赞为赞叹七高僧, 龙树, 天青, 弹鸾, 道挫, 善导, 原性, 原空, 共一一七首。 正向墨和赞为正向墨净土, 疑惑, 圣德奉赞, 树怀等一零八首。 此外上有铁外和赞, 富有和文之, 自然法尔章。 批五百六十二。 三念注, 泛语TRI Smota, UPASNNI, 右座三念处, 三意志。 为佛十八种不共法之一。 佛以大悲涉化众生, 常注于三种之念, 而无忧喜欢七之情。 即, 一, 第一念注, 为众生信佛, 受行, 如来亦不生欢喜之心, 且常安住正念正志。 二, 第二念注, 为众生不信佛, 不受行, 如来亦不生忧恼, 且常安住正念正志。 三, 第三念注, 为众生中有幸与不幸者, 佛知之亦不生欢欺之心, 且常安住正念正志。 此三念注皆以念, 会未体, 为佛所具功德, 乃二甚不能得。 大皮婆沙论卷十七, 巨舍论卷二十七, 大智度论卷二十四, 医生, 受, 心, 法四念注之体而有如下三种分别, 即, 一, 自信念注, 又作信念处。 四念注各以会未体, 此会有文, 思, 修三种。 二, 相杂念注, 又作共念处, 相应念处。 以会与所余之具有法未体。 三, 所愿念注, 又作原念处, 境界念处。 以会所愿之诸法未体。 固知四念注之体各具有此等三念注之别。 另据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七之说, 三念注之中, 自信念注即所愿念注不能断除烦恼, 唯有相杂念注能断除烦恼。 此外, 四教一卷二位, 修三种念注, 可成就三种罗汉, 如修信念注, 可成就会解脱罗汉, 修共念注, 可成就具解脱罗汉, 修原念注, 可成就无碍解脱罗汉。 杂阿皮弹心论卷五, 巨舍论卷二十三, 瑜伽师的论卷二十八, 大制度论卷十九。 批五百六十二。 三念愿力, 又作三念力, 三力, 三是。 指阿弥陀佛念持众生, 而令众生得以见佛之三种利用。 即, 一, 大是愿力, 即佛因为之愿力, 佛微神力, 以及果尚之利用, 以此利用加于众生, 众生乃得见佛。 二, 三昧定力, 佛常在三昧定中, 心意不散乱, 能限大利用, 以此利用加于众生, 众生乃得见佛。 三, 本功得力, 即行者本有之功得力。 又分性本, 素本二义。 性本, 指本有之佛性, 素本, 指素是之善根力。 善导将此三利息归为佛力, 而称之为弥陀三念愿力, 磨合指观卷二上则已前二利为佛力, 本功得力则属行者之力。 班周三昧经卷上, 大放等大吉金贤互分卷二, 指观辅行传红卷卷二之一, 观无量寿经义书正观济卷中, 往生药吉卷中末, 批五百六十三。 三性, 乃印度为实学派之重要主张, 我国法相宗之根本教义。 为一切存在之本性与状态, 性相, 从其有无或假实之立场分成三种, 称为三性。 说明三性之个别位, 无自性空之道理, 则称三无性。 戏以解身密经卷二之一切法相品为根据而说者, 为印度为实学派所主张, 后来成为我国法相宗根本教义之一, 亦为华严宗等所采用。 三性又做三字印, 性相, 三种字相, 三相等。 此三者即, 便记所执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 三者略称便一元。 无性又做三种无自性性, 三无日性或三种无性等。 三者即, 相无性, 生无性, 胜义无性。 一, 法相宗之说, 以便记所执性, 犯Parkopita, Svabevia, 又做虚妄分别相, 分别性。 对于无实体之存在, 既直为, 使我, 使法, 而情直之心, 此为, 能便记。 其被实所嫉妒之对境, 称为, 所便记。 换言之, 由此时与境, 而物认心外有实体存在, 争为便记所执性。 以其存在之相状为弥心所献, 故为, 当情献相, 之法。 从真理之观而言, 此性未无实在的, 情有理无, 之法, 与权无实体的, 体性都无, 之法。 有关便记所执性, 印度论师多有益说, 法相宗系采用护法之安典, 旧, 能便记, 而言, 安慧有漏之权八十位能便记, 护法则主张以第六, 第七十位能便记。 旧, 所便记, 而言, 托是, 之为, 使我执法, 的, 当情献相, 护法则以为是, 依他其性, 之, 自我自法, 且以为从真如不可能成为迷情之对象而言, 则不能视之为所便记, 但如从, 以他其, 存在之本体来说, 亦可称为所便记。 此外, 旧, 便记所执, 而言, 安慧主张是建相二分, 而护法则认为于建相二分上, 依迷情所起之, 当情相, 方位便记所执。 二, 依他其性, 泛Para, Tantra, Svabeva, 又作因原相, 他性。 他, 即是由各种元所生起之法。 因是, 缘和则生, 缘济则灭, 之法, 故如虚如患, 而非固定永远不厌之实在, 故说, 如幻假有, 假有时无, 然此并非便所执而有之迷情, 而戏即种种元而生, 生者, 亦即离忘情而自存之, 理有情无。 此性有染分依他其性与禁分依他其性之别, 染分止漏的一切法, 禁分止无漏有味的一切法。 然, 禁分依他, 是从远离烦恼之意义而言, 禁分依他其性则包含在原诚实性中, 固然分依他即是依他其性。 三, 原诚实性, 泛perinipana, svobabiae, 又作第一意象, 真实相。 依他其性的真实之体, 真如, 乃便满一切法, 圆满, 不生不灭, 成就, 体性真实, 真实, 者, 故称原诚实。 真如离一切相, 无相, 一切法治本体系皆真实, 故未, 真空妙有, 又此性仅能由觉悟真理之会而得之, 故未, 理有情无。 以上三性具有不及不离之关系。 若以蛇, 神, 麻三物未遇, 则于人, 能遍迹, 云黑夜中见神, 性以为真蛇, 使我向之遍迹所执性, 遂心生恐怖, 后经觉者, 佛, 菩萨, 教士, 而知非蛇, 生空, 仅为四蛇之人, 只依他其心之甲有。 且更进一步了解实际所执着之神, 使法相知便即所执性, 亦不具实体之意义, 法空, 其本质为麻, 原诚实性, 人, 依他其性, 仅为因缘甲合, 由麻而成之形态。 三无性乃根据佛之秘义所立, 即基于三性之说, 又恐众生只有, 不显示三性各具空义。 据成为时论卷九, 三无性即, 一, 相无性, 针对便即所执性而立。 众生既于世间之相处处寄着, 只为时有, 为处此妄直, 遂立, 相无性, 为以解法即无自性。 二, 生无性, 针对依他其性而立。 万法乃从众缘而生, 为虚假之存在, 缘生, 故其性质不定。 而不若佛教以外之学派或凡夫认为是自然生, 故义无辱彼等所执之体性, 例如幻化之事物。 三, 圣义无性, 针对原成实性而立。 真如乃根本无分别制之对样, 殊胜之真理, 故虽为一切存在之真本质, 却不守任何特定之性质所规定, 以理我执, 法执, 犹如虚空一般。 此三无性之中, 生无性, 圣义无性, 乃针对, 依他其, 远成实, 之二性而说无性, 故其体不能畏畏空无。 关于此二性依据何种观点而说无自性, 日本法乡总有二说。 据南四所传, 其体非无, 但理我法二之, 故说亦为无直, 直空, 据北四所传, 依他其性之体如幻, 原成实性之体离乡, 由此观点而言, 可谓是虚假空, 空即空。 故之二性之体乃超越有无之无, 体空。 又生无性之, 生南四所传, 亦指自然生, 而北四所传则解为原生之矣。 有以上三性三无性之说, 而立, 非有非空, 之中道, 即三性具有不及不离之关系, 其中便既所执性是情有理无, 依他其性, 原成实性是理有情无, 故何三性而名中道, 是为三性对望之中道。 又三性各具情有理无, 假有实无, 真空妙有, 无相与真实, 等性至, 故设立每一性之中道, 称为一法中道。 又观三性之存在位为实无尽, 称为为实三性观, 三性观形。 即便既所执性为虚妄之为实性, 原成实性则为真实之为实性, 依他其性为世俗之为实性, 原成实性则为圣意之为实性。 说明观此三性之顺序, 方法者, 称为五重为实观。 此外, 误入三性之顺序有变一元, 依变圆, 圆依变三种。 二, 华言宗之说, 法相宗系以一切事物性质与状态之相一点, 即, 性相隔别, 之立场而立三性说, 对此, 华言宗则基于, 性相圆融, 之立场而论三性, 从根本上说, 认为一切存在, 诸法, 无非是真如所现, 即, 原成实性之真如有, 不便, 与, 随缘, 之二意。 不便, 即远离生灭变化之意, 随缘, 即随缘境之缘而各个存在。 依他其性, 自其体上言, 是未真如, 以其超越生灭, 故为, 无性, 然由因缘而生, 故为, 似有。 便即所知性则有凡夫妄情物之心外有时我时法之存在, 故为, 情有, 然其, 我, 法, 之相, 于理不可得, 且因真如无妄然, 故为, 礼无。 此不便, 无性, 礼无三者, 称为, 本三性, 而随缘, 似有, 情无三者, 称为, 莫三性。 至于三性之同意, 自本三性之意一言, 真如随缘之一切现象, 诸法, 即真如, 故称三性不易, 自莫三性之意一言, 亦因真如随缘而成为诸法, 故意说三性不易。 然就本三性, 诸法即真如, 莫三性, 真如即诸法, 之意一而言, 则本莫之三性, 其意不一。 三, 据真地所意设大成论之说, 分别性意只所分别之境, 依他性意只能分别之时, 而此分别性之境是无, 故依他性意不可得, 其不可得乃为, 有, 之真实性。 解身密经卷二, 成为识论卷八, 为识三识颂, 瑜伽诗的论卷七十四, 显阳圣教论卷六, 三无性论卷上, 良义社大臣论是卷五, 唐义社大臣论是卷四, 华言五教章卷四, 参阅, 三无性, 六百二十七, 四分, 一千六百六十三, 旧善, 不善等之性质, 分一切诸法为善, 不善, 无忌等三性。 一, 善, 犯枯阿拉, 能顺义此事, 他事之法。 依据舍论卷十三, 善分四种, 一, 圣义善, 即真解脱, 则灭涅槃。 涅槃安稳, 于一切法中其体最尊。 二, 自性善, 即残, 溃及无贪, 无甜, 无痴三善根。 不待相应及其余之等起, 体性本善, 犹如良药。 三, 相应善, 不与残等相应及不成善性, 如水之杂药。 四, 等其善, 由自性, 相应善而等起之法, 譬如牛饮肝草之之而生肝美之乳。 据舍论光纪卷二则分善未生的, 家行, 闻, 思, 修, 无漏, 学, 无学, 圣意, 等三类。 二, 不善, 犯A, 哭阿拉, 又作恶。 只能为损此事, 他事之法。 依据舍论卷十三载, 不善有四种, 一, 圣意不善, 即生死之法。 生死中之诸法皆以苦畏自性, 即不安稳, 犹如故疾。 二, 自性不善, 只有漏中之无惨, 无愧与贪等三不善根, 其体不善, 犹如毒药。 三, 相应不善, 与自性不善相应之心, 心所法, 如水中掺毒。 四, 等其不善, 由自性, 相应不善所等其之法, 如毒药所引生之乳。 据舍论光继为不善为有一种。 三, 无忌, 犯A, VYKTA, 非善非不善, 不能忌为善或恶, 故称无忌。 或以不能牵引一手果, 善恶之果报, 不能忌一手果, 故称无忌, 为此说仅适用于有漏法。 据舍论光继卷二分, 无忌为有负, 无负二种, 无负负分一手, 威仪, 功巧, 通果, 自性, 圣意六种, 故总为七种。 此外,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三分善为自性, 相属, 随足, 发起, 第一意, 深得, 方便, 现前供养, 饶意, 影射, 对质, 寂静, 等流等十三种, 卷四分不善为自性, 相属, 随足, 发起, 第一意, 深得, 方便, 现前供养, 损害, 影射, 所致, 障碍等十二种, 分无忌为自性, 相属, 随足, 发起, 第一意, 深得, 方便, 现前供养, 饶意, 受用, 影射, 对质, 寂静, 等流等十四种。 顺正理论卷四,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一, 卷一四四, 卷一九七, 杂阿皮弹心论卷一成为十论卷三, 成为十论数记卷五末,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五本, 参阅, 善, 四千八百七十三, 无忌, 五千一百零七, 成十论卷十四所举阿罗汉之三性, 即, 一, 断性, 阿罗汉注于有余涅槃, 断除一切烦恼, 二, 离欲性, 远离三界之欲, 三, 灭性, 断灭五因相续, 入于无余涅槃, 批五百六十三, 三性一纪, 华言宗基本教义之一, 用以说明法界缘起, 三性及三字性, 只设大臣论中之便即所执性, 依他其性, 原成实性, 为此三者有本, 莫二方面而言, 乃相互交涉而魔所差异者, 故称三性一纪, 据华言义成教义分齐章卷四载, 三性各有二义, 真, 原成实, 中之二义为不便义, 随原义, 依他之二义为四有义, 无性义, 所执中之二义为情有义, 礼无义, 以为原成实中之不便义, 依他其中之无性义, 便记所执中之理无义, 皆由不坏, 莫有, 而说真如意心之, 本, 故三性一纪, 同而无义, 又原成实之随原义, 依他其之四有义, 便记所执之情有义等, 细由不动心真如之, 本, 说世界, 莫有, 故三意义无不同, 据此, 解释为时宗所说之三自性, 为, 三性一计, 举意全收, 真妄护荣, 性无障碍, 以表达法界缘起之状况, 佛教用以说明真如与万有, 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 均于, 一心, 知基础上交互融通, 不可分离, P567, 三性一, 止善, 不善, 无忌等三一, 即, 一, 善一, 又作安稳一, 能得可爱一手, 人天之善果, 即涅槃之一, 二, 不善一, 又作不安稳一, 能招非爱一手, 三图之恶果, 之恶, 三, 无忌业, 非善, 非恶之恶, 称为无忌, 即不招结果之恶, 杂阿含经卷十八, 据舍论卷十五, 成为石论卷五, 大乘一章卷七, 参阅, 三性, 563, P567, 三性对望中道, 即法相宗所权显三性相对之中道, 非有非空, 为法相宗中道义之根本, 与, 义法中道, 相对称, 又作三性相对中道, 严权中道, 即就辩计所执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等三性之对望所立之中道义, 法相宗以辩计所执性为望情, 故叛为空, 以依他所起性为众缘合合, 故叛为假有, 以原成实性为真实如常, 故叛为真空妙有, 若此三性为义法上之三性, 则其法即为非有非空之中道, 反之, 若各就其一性立中道之义, 则称义法中道, 成为实论卷七位, 我法非有, 空实非无, 离有离无, 故弃中道, 此即本说, 盖辩计所执性之我法, 为情有理无, 故未非有, 依他起性为理有情无, 及众缘合合之甲有, 故非无, 原成实性为真空妙有, 故未非无, 即非有非无, 实与中道契合, 成为实论述记卷七末,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本, 参阅,三性,五百六十三, 批五百六十七, 三所依, 止因缘, 增上缘, 等无见缘三依, 为法相踪之教义, 又做三种所依, 细心, 心所生起作用时, 所依靠之三种缘, 相当于四缘中所愿缘以外之三缘, 即, 一, 因缘一, 范乒书, pratella, 又做种子一, 根本一, 止产生心, 心所直接因缘之地八阿赖耶时, 所依, 中之种子, 因缘一广指通于一切有为法, 而种子一则仅限于种子, 二, 增上缘一, 范乒书佩地, pratella, 又做具有依, 具有所依, 细致与心, 心所同时存在, 而为其所依, 给予力量起作用之缘, 如眼等五根即是, 此可分位四一, 即, 一, 同静一, 前五十以五根位同静一, 二, 分别一, 止第六十, 因亦是有分别, 故称分别一, 三, 染静一, 止第七莫那时, 诸石之染污, 清静, 均依莫那时, 四, 根本一, 止第八阿赖耶时, 此时未起诸石之根本, 其中, 前五十具此四一, 第六十具染静, 根本一, 第七十仅具根本一, 第八十以染静一位具有依, 但护法认为所依与依之区别在, 依, 是广通于一切有位法, 而, 所依, 则仅限于六根, 其后历来诸家大多以之为, 正义。 三, 等无剑原一, 犯三摩曼陀拉, pratyaya, 又作开导一, 止必开现行为, 引导后念心, 心锁, 使其顺序升起之前灭一根, 为八十在前面消灭十之字类心与心锁, 四元中之等无剑原广通于心锁, 但开导一则仅限于心王。 瑜伽师的论卷一成为十论卷四, 成为十论掌中书要卷下本,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四末, 成为十论数记卷四末, 参阅, 开导一, 5313, p568, 三于, 指三种所依, 于, 所依之义, 三论宗家祥大师依三种所依而立三种二帝, 即, 一, 本于二帝, 即空有二帝, 乃佛出世前已存有者, 为佛二帝之所依, 二, 教于二帝, 即佛之言教, 为空有二帝之所依, 三, 莫于二帝, 指如来出世后所化之谜教二帝, 为佛灭后迷惑教于, 佛之言说, 而直为空, 有二见者, 三论大义超卷一p568, 三名, 范与Tri, Phydea, 巴黎与Titaneum, Fyx, 右座三达, 三正法, 达于无学位, 除静于暗, 而于三是通达无碍之致命, 即, 一, 宿命至证明, 范皮尔弗, Niv-S-Nasem Titanium, J-N-A-S-K-T, Crya, Phyde, 右座宿助随念至做证明, 宿助至证明, 宿助至证明, 宿命名, 宿命至, 即明白了之我即众生一身乃至百千万亿身之相撞之智慧, 二, 生死至证明, 范与T, Y-P-P-T, J-N-A-S-K-T, Crya, Phyde, 右座死生至证明, 天眼明, 天眼至, 极乐之众生死时生时, 善色恶色, 或由邪法因缘成就恶行, 令终生恶去之中, 或由正法因缘成就善行, 令终生善去中等等生死相撞之智慧, 三, 漏进智证明, 范与T, K-I-A-J-N-A-S-K-T, Crya, Phyde, 右座漏进智明, 漏进明, 漏进智, 极乐之如时证的四地之理, 解脱漏心, 灭除一切烦恼等之智慧, 右依大皮婆沙论卷一零二载, 宿命明见过去适而生雁离, 天眼明见未来适而生雁离, 漏进明既已雁离, 乃兴乐涅盘, 此外, 宿命明可断除长剑, 天眼明可断除断剑, 漏进明则远离此二边而安住于中道, 若与六神通相配, 则此三明依序以六通知第五, 第二, 第六位自信, 杂阿含经卷三十一, 大智度论卷二, 即义门族论卷三, 卷十五, 杂阿皮弹心论卷六, 聚舍论卷二十七, 参阅, 六神通, 一千两百九十, 菩萨明, 诸佛明, 吴明明,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八载, 菩萨明及班若波罗密, 诸佛明及佛眼, 吴明明及必尽空, 涅槃经会书卷十六, 华严经探玄记卷十五, 批五百六十九, 三五义宗法南, 指佛教四次法南, 乃我国历史上皇帝迫害佛教最严重之四次世纪, 一, 北魏太武帝, 听信司徒催号, 道士寇千知之言而压迫佛教, 太平真军七年, 四百四十六, 进诸长安沙门, 破坏一切经典图像, 北魏佛教遂毁灭, 至文臣帝复兴之计, 始告恢复佛教地位, 二, 北周五帝, 信纳道士张兵与魏元松之论, 有意废佛, 其实真鸾, 道安, 僧, 敬哀等曾魏佛教辩护, 建德二年, 五百七十三, 帝集下令吠佛, 道二教, 毁坏经相, 并令沙门, 道士还俗, 仅选民得者一百二十人安置于通道馆, 六年, 北周灭北齐, 其实虽有会远排众抗辩, 然五宗人对北齐之地形排佛政策, 一年, 帝崩, 佛道二教史告复兴, 三, 唐五宗时, 宰相李德玉等人排佛, 会昌五年, 八百四十五, 帝乃夏赤流至若干四即僧三十名, 于皆废弃, 并令僧尼还俗, 将佛像, 中, 庆改柱位前臂, 农具等物, 史称会昌法南, 一年帝崩, 宣宗时在新佛法, 四, 后周世宗, 显得二年, 九百五十五, 第十行排佛政策, 召令废止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 佛祖统计座三千三百三十六所, 右下召悔佛像, 收忠, 庆, 伯, 夺之类筑钱, 其时, 正周有观因同相, 灵应颇艳, 故虽有照下, 仍莫感尽, 帝文之, 清枉其四, 已撫破同相面凶, 观者未知颤力, 显得六年, 帝于北征途中, 凶发窗居而卒, 其后, 宋太祖统一天下, 下诏父四立项, 佛教史告复苏。 上述四次法南中, 前二次主要系基于思想上之原因, 后二次则系基于经济上之理由。 宋朝至盘之佛祖统统计卷四十二将此称为, 四大法南, 或, 三五一宗之南, 又宋丞相张商因所者护法论, 大五二, 六四零中, 上市虽有三五之君, 以训邪二下臣之请, 锐意减除, 即废之后, 随而月薪, 由双风之宿物也。 宋高僧传卷十七, 士士基古略卷二, 卷三, 卷四, 历代三宝记卷三, 古经佛道论横卷一位书士老至第二十, 北士卷二, 北周书卷五, 旧堂书卷十八, 批五百六十九。 三毒, 止贪欲, 甜慧, 鱼吃, 又称贪甜吃, 淫怒吃, 欲甜无名, 三种烦恼, 又作三火, 三狗, 一切烦恼本通称味毒, 然此三种烦恼通设三界, 系毒害众生出示善心中之最盛者, 能令友情长劫受苦而不得出离, 故特称三毒。 此三毒又未生, 口, 亦等三恶行之根源, 故意称三不善根, 未根本烦恼之首。 大制度论卷三十四分三毒为正三毒, 贪欲, 甜慧, 鱼吃, 与邪三毒, 邪贪欲, 邪甜慧, 邪贱于吃, 以邪三毒者难度, 正三毒者一度, 故诸佛净土有正三毒, 而无邪三毒。 摩喝止观卷六上以丝或上之滩, 甜, 吃味正三毒, 见或上之滩, 甜, 吃味邪三毒。 又一大藏法术卷十五, 二圣及菩萨皆有三毒。 二圣之人心求涅槃为贪欲, 焰离生死为甜慧, 弥于忠道为于吃。 菩萨欲广求佛法为贪欲, 喝饿二圣为甜慧, 为了佛性为于吃。 杂阿含经卷二十三, 北本大班液盘经卷下, 大乘一张卷五本, 法界四地出门卷上之上, 参阅, 三不善根, 五百三十, 批五百七十。 三法, 教法, 行法, 正法, 略称教行正。 教者, 佛所小欲之言教, 行者, 众生修行佛之教法, 正者, 修行以正悟真理。 此三法具足, 得为教法完备。 十的经论卷三, 大二六, 一三八下, 一切诸佛所说法轮皆惜受持者, 为教法, 修多罗等书写, 供养, 读诵, 受持, 为他演说故, 设受一切佛菩提者, 所谓正法, 正三种佛菩提法, 设受此正法教化转受故, 一切诸佛所教化法皆惜守护者, 为修行法, 于修行时, 有诸障男, 设护就记故。 法华玄义, 绘本, 卷一上, 卷三下, 四教义卷一大乘义章卷九, 心, 佛, 众生三无差别, 称为三法无差。 旧华严经卷十, 批五百七十, 三法应, 可作为佛教特征之三种法门。 即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等三项根本佛法。 此三项义里可用以印证各种说法之是否正确, 故称三法应。 小乘经典若有此, 无常, 无我, 涅槃, 三法应应定其说, 即是佛说, 否则即是魔说。 此语未见于八粒语系经典。 汉义杂阿含经卷时则有类似之说法。 一, 诸行无常, 犯阿含迪斯阿发, SASKR, 又作一切行无常应, 一切有为法无常应, 略称无常应。 一切世间有为诸法盖皆无常, 众生不能乐之, 反于无常中之常想, 故佛说无常以破众生之常直。 二, 诸法无我, 犯NIRTMNA SARVA, DARN, 又作一切法无我应, 略称无我应。 一切世间有为无为诸法盖皆无我, 众生不能乐之, 而于一切法强力主宰, 故佛说无我已破众生之我直。 三, 涅槃寂静, 犯NTA NIRVM, 又作涅槃寂灭应, 寂灭涅槃应, 略称涅槃应。 一切众生不知生死之苦, 而其或造业, 流转三界, 故佛说涅槃之法, 已出离生死之苦, 得寂灭涅槃。 以上, 诸行无常为名有为, 涅槃寂静为名无为, 诸法无我则通名有为无为。 又三法应家, 一切行苦, 则称四法应, 四法本末, 四幽谈那。 此外, 附加, 一切法空, 一切现象虚幻不实, 则为五法应。 菩萨的持经卷八, 有步目的家卷六, 大制度论卷三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九, 巨舍论光绩卷一批五百七十一。 三法人, 犯语Tisra-Kentia, 又做三人, 未误解三种法理且认证之, 认, 体悟, 认识事理而心安之意, 音响人, 柔顺人, 无声法人, 一, 音响人, 犯公伦妈, Dharma, KNTI, 又做随顺音声人, 声人, 只听闻教法而得心安。 细在实性位者, 寻声而误解, 故称音响人。 二, 柔顺人, 犯Anyolomach, Dharma, KNTI, 又做思维柔顺人, 柔顺法人, 乃随顺真理, 赖一己之思考而得悟。 细三贤位者, 福其夜或, 令六成无性不深, 故称柔顺人。 三, 无声法人, 犯Anyolomach, Dharma, KNTI, 又做修习无声忍, 无声忍, 为气和真理, 及气的以上者, 离一切相而证悟实相。 又唐代森玄逸于无量寿经济卷上, 以三忍配三会, 一, 文会, 为静从音教而有音响人。 二, 思会, 为随分调心而有柔顺人。 三, 修会, 为观正无声之理而有无声忍。 又日森了会于无量寿经超卷五引述心罗森意记之解释, 即, 一, 音响人, 为若闻真实之法不经步步不畏, 性解受持, 爱悦顺入, 休息安住, 是为第一之随顺音响人, 称为音响人。 此戏于识忍品中之解释。 二, 不灭则无尽, 无尽则离构, 离构则无坏, 无坏则不动, 不动则寂灭, 是为第三之无声法忍。 无量寿经卷上, 坐禅三昧经卷下, 月灯三昧经卷二,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九, 无量寿经超卷四, 见阿弥陀佛之净土而心生欢喜, 得喜忍, 悟忍, 信忍等无声忍。 此盖以观想永猛专经, 见净土庄严, 心生欢喜而得无声忍时, 就其喜, 悟, 信等三种心态而分者。 然此种无声忍究戏观佛而得, 或由信心而得, 则众说分云。 观经续分意, 忍辱波罗密之耐愿害忍, 安受苦忍, 地查法忍。 一, 耐愿害忍, 忍以愿增毒害家于我, 而能安心忍耐无反报之心。 二, 安受苦忍, 疾病水火刀杖众苦所逼, 能安心忍受, 恬然不动。 三, 地查法忍, 审查诸法体性虚幻, 本无生灭, 性解真实, 心无妄动, 安然忍可。 试清涉大成论试卷七, 成为识论数记卷十本, 华言大书超卷五, 参阅, 忍, 2889, P571, 三法度经论, 请参阅三法度论。 三法度论, 泛名tri, darmica, stra, 凡三卷, 东晋僧家提婆义, 经收于大正藏第25册, 又做三法度经论, 本书系一四阿含经, 说得, 师, 戒, 修三针度, 恶, 恶行, 爱, 无名三针度, 一, 阴, 戒, 入三针度, 等三法九针度, 并阐释解脱之道。 针度, 为泛语, 卡A之音义, 又做监督。 四阿含木超解二卷, 一收于大正藏第25册, 为本书知同本意义。 初三藏记集卷二, 开源是教路卷三, P572。 三法辗转因果同时, 为维时宗表示种子与现形互为因果之用语。 维时宗认为在第八诗内, 所生而能熏之现形, 即所熏种子, 三者相互辗转成为作用, 其因果关系乃同一刹那, 非一时, 此即为三法辗转, 因果同时。 凡过去, 未来诸法, 其种子与现形之因果关系, 皆相续同时, 如注深焰, 焰身即成火炬, 乃三法辗转, 因果巨石。 成为时论卷二, 成为时论数记卷三本, 参阅, 七转第八户为因果, 一百二十二, 批五百七十二, 三法轮, 教叛之名, 略称三轮, 指如来三十说法所代表之意义。 真帝, 玄奘所立之转, 照, 十等三法轮。 一, 转法轮, 即是尊最初于路也愿所说之小臣四帝教法, 又称出转法轮, 属三十教中之有教。 二, 照法轮, 为大臣说诸法皆空等般若经教法, 以其为大臣独行之空礼, 以空照破有, 故称照法轮, 为三十教中之空教。 三, 持法轮, 为浅第二十所执之空礼, 是尊父说三性及真如不空等妙礼, 比三圣之人皆的修持, 故称持法轮。 此不空妙有等为十中道之教法, 即三十教中之中道教。 华言五教章卷一华言经书卷一, 法华经玄赞卷一, 参阅, 三十教, 五百九十六, 即藏所立之根本, 之末, 摄末归本等三法轮。 一, 根本法轮, 即是尊于初承道华言之会, 为菩萨说亦因亦果法门, 称为根本教。 此即华言经所说之亦成教。 二, 之末法轮, 福伯顿根者不堪闻亦因亦果等亦成教, 故于亦佛成外分别说三圣教, 此即为之末法轮。 三, 三论宗所依据之班若经等应属之末法轮, 然依及藏本义, 佛于三十皆讲大臣, 班若经属大臣, 故人属根本法轮。 三论宗以二藏教叛为主, 而以此三法轮教叛为辅。 华言经书卷一, 华言经书超悬坛卷四, 法华悬一是千要绝卷十, 参阅, 会三规一, 五千四百七十四, 辟五百七十三, 三卷本大教王经, 请参阅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献正教王经。 三波罗蜜多, 法乡宗将师等十波罗蜜就能修之位的分位三种, 略称三波罗蜜。 即, 一, 波罗蜜多, 的前三贤位之菩萨于初无数节之间, 修师等十波罗蜜, 其势力为弱, 不能服止烦恼, 反被烦恼所服, 而烦恼现行, 称为波罗蜜多。 二, 静波罗蜜多, 初的至七的知菩萨于第二无数节之间, 修师等十波罗蜜, 其势力见增, 不被烦恼所服, 而能服止烦恼, 然故意现行烦恼, 以此而故意修行, 非任运无功用之修行, 称为静波罗蜜多。 三, 大波罗蜜多, 八的乃至十的知菩萨于第三无数节之间, 修师等十波罗蜜, 其势力转增长, 能必尽服止一切烦恼, 而永不令现行, 称为大波罗蜜多。 解身密经卷四, 成为十论卷九, 成为十论也密卷三之末, 就修师等六度一凡夫, 二圣、菩萨之别而分三种, 又称三种波罗蜜。 即, 一, 世间波罗蜜, 为凡夫止于, 我, 我所, 者, 段, 长, 二边, 欲求泛天等圣报而所行之有漏是六度。 二, 出世间波罗蜜, 为声闻, 原觉二圣但为自度, 心乐无于涅槃之空即所行之六度。 三, 出世间上上波罗蜜, 为诸菩萨之万法为心, 不住六成, 乐物自他同体而不舍一切众生, 为利乐此等故, 远离能师, 所师等之分别所行之六度。 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四, 人家阿拔多罗宝经注解卷四之下, P573。 三空, 为识加一辨, 一, 原三性立三空之矣。 即, 一, 无性空, 又称无体空。 未辨济所执性于忘情之前虽有, 然其体性时无。 二, 亦性空, 未依他其性之体相亦于便济所执, 虽非空无, 然亦如忘情所执而非有。 三, 自性空, 未原成实性及诸法之自性, 显示人法二空。 又显阳圣教论卷十五亿一辨等三种自体而立无体空, 远离空, 除浅空三空。 辨中边论卷中, 中边分别论卷上, 辨中边论数纪卷中, 一所执而分空为三种。 即, 一, 我空, 又做人空。 于五蕴之法强力主宰, 称为我直, 若推求色, 受, 想, 行, 时皆无自性, 不见我体, 称为我空。 二, 法空, 于五蕴之法继位时有, 称为法直, 若推求五蕴之法如幻如化, 皆从原生, 无有自性, 称为法空。 三, 巨空, 我法二执记浅, 能空之空一除, 空之两王, 器于本性, 称为巨空。 金刚经书论转要卷上, 金刚经转要堪定计卷一, P574。 三谷, 密教法器之一, 为金刚处之一种。 古幼座古, 古, 古三谷一称三谷储, 范揣, A枯, 三谷金刚, 三谷拔折罗, 三谷复日罗, 底里赏剧, 三谷等。 三谷原为印度之武器, 储头分三支, 表示胎藏界佛, 金刚, 莲华三部, 吉身, 羽, 义三密, 或总表三至三观等三鬼之法门。 苏西的精卫, 行者手执三谷储, 则不为皮纳叶家所丈难, 又护摩疾念诵时, 左手持之, 能成就诸事。 金刚顶金卷二, 会愿因一卷上, P574。 三谷印, 谷, 又做谷, 谷, 即密教表示三谷金刚储形之印器, 又称三谷金刚储印, 三谷储印, 半印者称为小三谷印, 相对于此, 此印又称大三谷印, 一印母之内腹, 外腹, 而有内腹三谷印, 外腹三谷印二种。 内腹三谷印之印相为二手内腹, 二中指数和, 二十指弯曲如钩形, 各腹于二中指指背, 约有一脉之距离, 遂形成三谷储之形。 大日经密印品所说之魔魔基印等即是内腹三谷印。 有关内腹三谷印之印相, 另有多种意象。 反之, 印母外腹者, 称为外腹三谷印。 甘露君徒厉鬼所说之金刚部母盲墨基印, 大三昧耶等之结界印等, 亦皆为三谷印。 P574。 三谷极, 范语揣, SLA或ACTI。 英译系李守罗。 右坐三头极, 三谷极, 三谷叉, 三谷谋。 略称三谷。 密教法器之一, 未尖端分三谷知己。 胎藏界曼陀罗金刚守院愤怒月夜尊之三昧耶行即此, 表祥福贪田吃三毒烦恼, 以显佛部, 金刚部, 莲华部等三部诸尊之以。 未现屠胎藏曼陀罗之将三世, 大威德, 圣三世愤怒月眼, 千守观音, 金敬波罗蜜等诸尊所持之法器, 又外金刚部愿之一蛇纳天, 广木天, 乌摩飞, 水天眷属等一阶持此三行, 盖世催破内外恶魔之德。 大日经书卷十六, 诸说不同计卷四, P575。 三谷勾, 又称三谷勾, 金刚勾, 魏密教表示佛菩萨勾照之德所用之三昧耶行, 因其丙之风投作三谷金刚行, 故有此称, 原为印度武器之一后魏密教采用, 表示诸尊之三昧耶行, 如金刚戒曼陀罗四摄菩萨中之金刚勾菩萨, 外金刚部之金刚面天, 胎藏戒曼陀罗便之愿之大安乐不空真实菩萨, 虚空藏愿之不空勾观世音菩萨等皆持之。 此外, 金刚戒曼陀罗三昧耶会之金刚王菩萨, 其三昧耶行义与三谷勾并力。 金刚戒七级卷上, 诸说不同级卷二, P575。 三常物, 指比丘不该持有之三物。 即, 一, 一常物, 出家人依佛制止许叙三一, 三一之外若更在有, 称为一常物。 二, 二, 常物, 出家人依佛制止许叙一, 一之外若更在有, 称为常物。 三, 药常物, 出家人若染疾病, 依佛制止许玉存七日之药, 若更在有, 称为药常物。 佛之所以制定此一戒律, 乃因六群比丘多序一物, 以庄严其身, 与少欲之族之礼以有为, 以致引其是人非矣。 故佛限定十日之内, 将三一以外多余之常物施与他人。 故凡不属于自己所有者, 称为说尽, 不施之常物, 称为清净物。 摩赫森止律卷八, 四分律比丘寒注戒本卷上, 四分律书行踪迹卷十二, 四分律行事超资迟迹卷中之二, P575。 三常斋月, 右座三常月, 三斋月, 善月, 神足月, 神通月, 神辩月。 指正月, 五月, 九月等三个月长期间持斋。 过五不时, 称为斋。 外道有以终日不时畏戒, 世间之人又有饮食无度, 放逸自自者, 皆不得中道。 佛令比丘日终一时, 清净自活, 端速身心, 安禅入道, 以为修行之常法。 此等持斋之法, 本无月日之术, 据世事要揽卷下, 四天王经等所在, 严正, 五, 九位斋月, 因天地事及四天王等, 于此月查仁善恶, 仁当时速持斋以修善福, 此意如来之随机设化善巧方便。 一, 真月, 天地事以大宝境, 真月照南善布州, 查仁善恶。 右北方皮沙门天王寻查四周, 真月在南州, 亦如静之所照, 故南州人已于此月时速持斋修善。 二, 五月, 天地事以大宝境, 从真月照南善布州, 二月照西渠耶尼, 三月照北玉丹月, 四月照东浮雨带, 至五月复照此周, 南善布州。 北方皮沙门天王, 五月亦复至南州。 三, 九月, 天地事从五月照南善布州, 六月, 七月, 八月次地轮照, 查仁之三周, 九月又复照此周, 北方皮沙门天王亦然。 巨士门正统卷四载, 唐代之时, 三常斋之法即为盛行, 在此三月, 国步行刑, 步杀畜类, 称为断图月, 断月。 梵网经卷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助理张善, 月条, 四分律形式超资十计卷下之三, P575, 三门, 又座山门, 为禅宗迦兰之正门。 三门有智慧, 慈悲, 方便三解脱门之意, 或象征性, 解, 行三者, 非必有三善门。 又三门建筑或系, 根据大制度论卷二时, 大二五, 二零七下, 所在, 譬如, 乘有三门, 义人生不得一时从三门入, 若入则从乙门。 诸法时向事涅盘成, 乘有三门, 空, 无相, 无作。 佛的经论卷移菩萨进去菩提所修之三种法门。 即, 一, 智慧门, 知净守退位置, 知空无我未会, 一智故不求自乐, 一慧故远离贪者。 二, 慈悲门, 拔苦为慈, 与乐为悲, 一慈故拔一切众生之苦, 一悲故远离无安众生心。 三, 方便门, 正直为方, 外己未便, 一正直故身怜悯一切众生心, 一外己故远离公养公敬自身心。 以上, 智慧门属自立, 慈悲门属利他, 方便门则自立利他双形。 然三门虽分, 实则不二, 至即悲, 悲即至, 是为至悲双形以设化众生而成方便门。 净土论, 往生论柱卷下, 三解脱门之略称。 指的解脱至无于涅槃之空, 无相, 无怨等三种法门。 参阅, 三解脱门, 六百四十四, 批五百七十六。 三门三大侍者, 右坐山门三侍者。 三门, 即山门, 侍者, 即随士施家左右而任其使唤之人。 三大侍者为, 一, 烧香侍者, 掌管住持之上堂, 小餐, 普说, 开示, 念诵, 烧香, 行礼兼记录法语之职。 二, 书状侍者, 负责住持网复书起文章之拟草巨臣, 及山门一切文汉之职。 三, 请客侍者, 掌礼应接宾客, 款待遵诉, 结辣, 巨状, 行礼之职。 赤修百账轻规卷下, 世事要揽卷下, 禅愿轻规卷上, 批五百七十七。 三门徒派, 又称月前三门徒不败之众, 乃日本真宗之以流派。 本愿四第三事觉如, 一千两百七十, 一千三百五十一, 由华月前之时, 卫大也之如导, 横月之道信, 与清江之如绝等三人所倡导, 奉持, 不败之密事, 称为三门徒派。 上述三人之门流称为三门徒。 此派主张一切众生与佛本来同一, 阿弥陀佛开悟之时, 以认定众生亦能开悟, 故行者仅需信仰其本愿, 而无需念佛或礼拜。 其后, 舍此主张, 而另外主张与本愿四相同之信仰, 与真宗和流, 成为十派中之内四派。 即为三门徒派, 山元派, 出云路派, 成兆四派。 P577 三陀罗尼, 三种始善法不散, 恶法不起之利用。 为大制度论卷五所举五百陀罗尼中之前三种, 即, 一, 闻持陀罗尼, 二闻而亦持不忘。 二, 分别陀罗尼, 识别了之客观界之对象物。 三, 入因身陀罗尼, 对他人之恶口或赞词不动心。 出自法华经券发品, 相当于天台宗所说之空, 假, 中三观。 一, 旋陀罗尼, 旋, 旋转之乙。 凡夫执着有乡, 故须令其旋转差别之假乡, 已入于平等之空, 此即, 从甲入空, 之, 空持。 二, 百千万亿陀罗尼, 旋转平等之空, 而入于百千万亿法差别之假乡, 现象界, 此即, 从空入甲, 之, 甲持。 三, 法因方便陀罗尼, 以上即空甲二持未方便, 而入于绝呆之中道, 此即中道第一异地之, 中持。 不时讽经, 晚刻讽经, 所诵之大悲心陀罗尼, 佛顶尊圣陀罗尼, 消灾庙吉祥陀罗尼, 树林清规卷上日中行事, P五百七十七, 三阿僧止节, 为菩萨修行成满至于佛果所需经历之时间, 幼座三大阿僧止节, 三节阿僧契耶, 三阿僧契耶, 三僧止, 三止, 三无数大节, 三无数节, 三节。 阿僧止, 范于A.S.A.Q.A., 意味无量数, 无央数, 节, 为及长远之时间名称, 有大, 中, 小三节之别。 三度之阿僧止大节, 即称三大阿僧止节。 于三大节中, 释迦佛止欲无数佛。 据大皮婆沙论卷一七八载, 于初节之时, 逢是七万五千佛, 第二节之时, 逢是七万六千佛, 第三节之时, 逢是七万七千佛。 以三节配于修行之位次, 诸经论所说不一。 天台宗志以大师之四教义卷四以之配于声闻之位次, 移出阿僧止节配外凡之位, 即正德五庭心别相, 总相念处之位。 二, 二阿僧止节配内凡中之宣位, 即以宣法之智慧修习六度之位。 三, 三阿僧止节配顶位, 即情形六度, 而于四地关节分明之位。 据摄大臣论本卷下之说, 移出阿僧止节配的前菩萨之位, 即时性, 时柱, 时行, 时回向等四十位。 二, 二阿僧止节配出的至第七的智位。 三, 三阿僧止节配第八的至第十的智位。 梁义舍大臣论卷下则举出七阿僧止于三十三阿僧止之说。 一, 七阿僧止节, 一, 不定阿僧止, 二, 定阿僧止, 三, 受祭阿僧止, 以上三项配于的前之四十位, 四, 一时帝阿僧止, 初的至第三的, 五, 一舍阿僧止, 第四的至第六的, 六, 一寂静阿僧止, 第七, 第八的, 七, 一智慧阿僧止, 第九, 第十的, 二, 三十三阿僧止节, 即的前有, 一, 性行阿僧止, 二, 经浸行阿僧止, 三, 去向行阿僧止。 十的之中则各地皆有三阿僧止, 盖以美的均有入位, 诸位, 初位等三种位次, 每一位次立一阿僧止, 合得前之三节, 则总为三十三节。 右所立节数虽为七, 三十三, 然其节量则与上纪之三阿僧止节无异。 优婆赛戒精卷一修三十二相业品, 大二四, 一零三九上, 菩萨摩赫萨修士业以, 名为满三阿僧止节, 四地获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善男子, 我于往昔保定佛所满足第一阿僧止节, 燃灯佛所满足第二阿僧止节, 加业佛所满足第三阿僧止节。 大智度论卷四,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八, 聚舍论卷十八, 天台四交以及驻卷中, 华言五教章卷二, 卷三, 聚舍论光纪卷十八, P五百七十七。 三性, 指往生净土之三种信心, 纯心, 一心, 相续心。 参阅, 三性三步, 五百七十九, 又做三心, 三性心。 为日本净土真宗之教义。 指阿弥陀佛在第十八愿中所誓愿之至心, 信乐心与欲身心, 称为戴经三心, 此系就分析往生净土原因之信心内容而言。 净土真宗主张, 佛之本愿乃为救度罪恶深重之恶人而有, 故无人若舍自立之心而深信佛之救济力即可得救。 闻此本愿之意义而毫无疑问之心, 称为信乐。 此信乐乃由佛之至心所给予, 故其本质真实不虚, 此种信心即是阿弥陀佛欲使无人往生净土之欲身心。 净土真宗之祖亲鸾主张三性即是信心, 表示佛陀给予无人之德信, 一心则表示众生可得救之根本。 此信心由自立之立场则难以入信, 然一旦入信, 则坚信不疑, 故称难信金刚信乐。 又此信由深广的佛之救济力所给予无人者, 故意称立他深广信乐。 P578 三性三步, 又做三步三性, 为我国净土宗大德坛乱所接出。 三性指纯心, 一心, 相续心。 往生净土, 须具足此三种信心。 一, 纯心, 为信心坚固之心。 二, 一心, 为止性不疑之心。 三, 相续心, 为常续不断之心。 反之, 信心不纯, 信心不一, 与信心不相续, 称为三步性。 又此三性若配诸三心, 则纯心离虚假不实, 何于至心, 一心乃专一无二, 配于信乐, 相续心不为一学意见所损, 配于身心。 往生论柱卷下, 安乐即卷上, 往生论柱记卷四, 参阅, 三心, 五百三十二, 批五百七十九。 三品沙谜, 指三类沙谜, 即, 一, 下品沙谜, 自七岁至十三岁, 称为屈屋沙谜。 小儿出家, 阿南不敢度, 佛说若能屈屋鸟不使夺食, 便听任其度。 二, 中品沙谜, 自十四岁至十九岁, 称为应法沙谜, 正和沙谜之位, 医师调恋纯熟, 足堪寿比丘之巨足解。 三, 上品沙谜, 二十岁以上者, 称为名字沙谜, 本位森之位, 以原位即, 故称之。 四分率山凡补雀形式超卷下四, 四分率形式超资迟记卷下四, 参阅, 沙谜, 两千九百七十六, 批五百七十九。 三品西的, 为蜜教行者之西的友上, 中, 下三品。 西的, 范语斯汀, 意义成就, 为三蜜之行业相应而成就妙果。 三品西地中, 上品西的往生浦门大日之密言国土, 中品西的往生十方之净土, 西方之极乐意在其中, 下品西的往生朱天修罗宫。 真言广明目卷六, 批五百七十九。 三品听法, 听文经法, 有上, 中, 下三品之别。 即, 上品以神听闻, 中品以心听闻, 下品以耳听闻。 批五百七十九。 三购, 购, 范语梅拉。 三种购会之意。 只能购会众生心形之滩, 范RGA, 甜, 范DVA, 吃, 范Mohawk, 三毒。 无量受精益书卷上, 大三七, 一零三下, 消除三购, 嫉妒恶男, 小陈法教, 话断三毒, 明除三购, 即以三毒为三购之说。 华言经书演绎超卷十六之上解释皮舍浮佛无三购之语, 以现形, 种子, 习气三者, 称为三购。 天台家则以剑丝, 成沙, 无名等三货为三购。 大臣一张卷五本, 无量受精联艺术文赞卷中, 批五百七十九。 三宣三一, 指唐代四分律宗之六宗讲。 吉乡部宗之祖法力传道成, 道成传怀宿, 怀宿传法圣, 法圣传零一, 一宣, 而一宣与惠宣, 得宣并称静阳三宣, 零一玉惠基之谈以敏川之怀一其名, 后世遂称三宣三一。 批五百七十九。 三思, 指三种审律对境之精神作用。 即, 一, 对境取正因邪因具相为等之相, 加以审查思律, 称为审律思, 又作家刑思。 二, 审律后, 决定其意, 称为决定思。 三, 其后, 方才发动身, 与二业, 称为动发圣思, 又作等其思。 又以其势力强盛, 故为之圣。 其中, 前二思为一业。 动发圣思又可分为动身思与发与思, 动身思为深业, 发与思为与业。 配以因等起, 刹那等起, 则有二说, 一, 审律思与决定思之初念为远因等起, 决定思之最后念为静因等起, 动发圣思为刹那等起。 二, 前二思为远因等起, 动发圣思之初念为静因等起, 第二念以后为刹那等起。 大臣臣业论, 成为时论卷移成为时论数记卷二本, 参阅, 参阅, 三千八百零七, 批五百八十。 三思, 大致度论卷十一以财, 法, 无畏三种施为三师。 即, 一, 财师, 自能持戒, 不清他人财物, 又能以己之财师与他人。 二, 法师, 为人说法, 令其开悟。 三, 无畏师, 持戒之人无杀害之心, 令其无畏。 大致度论卷十二以物, 供养恭敬, 法三种施为三师。 即, 一, 物施, 即财师。 二, 供养恭敬师, 即信心清净, 恭敬礼拜等。 三, 法师, 即为人说法。 华言经书超卷二以饮食, 珍宝, 生命三种施为三师。 即, 一, 饮食师, 见饥饿之人, 即以饮食既其困类, 又称下品施。 二, 珍宝师, 见贫穷之人, 即以财物珍宝周其窘罚, 又称中品施。 三, 生命施, 复分为二。 一, 紧割身肉, 寄予饥饿众生, 是为生施。 二, 若全身施语, 命意随尽, 是为命施。 此等之施, 极难极重, 故又称上品施。 P580。 三昧, 饭与三呆之音译, 八粒与同。 又做三摩地, 三摩提, 三摩地。 意义为等词, 定, 正定, 定义, 调直定, 正心形处等。 即将心定于一处, 或一静, 的一种安定状态。 又一般俗语形容妙处, 极致, 运傲, 诀窍等之时, 皆以, 三昧, 称之, 盖及套用佛教用语而转译者, 然以与原意囧然有别。 于佛典中, 三摩地一位等词时, 等, 乃止离开心之福, 调矩, 审, 婚审, 而得平等安详, 持, 则止将心专止于一静之意, 此即为将心止于一静而不散乱之状态, 称为心一静性。 据摄宗氏之为十大地法之一, 为十宗则认为是五别静之一, 且两宗均以之为心所之一, 但经不与成十宗则认为心所并无别体。 一般修行大都只心一触, 不令散乱, 而保持安静, 此一状态称为三昧。 达三昧之状态时, 即起正智慧而开悟真理, 故以此三昧修行而达到佛之圣境者, 则称三昧发的或发定。 就义常将三摩地, 放三呆, 三昧, 等持, 三摩地, 放三拍地, 等至, 正受, 正定, 现前, 及三摩系多, 放三米拍, 等应, 圣定, 混同, 而一概意味三昧。 实际上, 三昧应指三摩地而言。 有不认为凡是一切心共同之精神作用, 即大地法, 共通于定, 散即善, 恶, 无济之三性, 而仅限于一切有心畏, 不通于无心定, 不乱心, 且对一境地有集中之作用者, 即称三摩地。 对此, 三摩地与三摩系多则通于有心, 无心, 而仅局限于定, 包含有心定, 无心定而不通于散定。 据舍论卷二十八位, 就所依止之定, 等至, 有四净律, 四禅, 四无色定, 八等至, 三等持之别。 四净律及四无色定, 设定乃以善等持, 三摩地, 三昧, 未体, 又四净律及四无色定之根本等至, 三摩底, 有八种, 故称八等至, 三等持, 三三昧, 即, 有寻有似, 无寻为似, 无寻无似等三种。 此外亦止空, 无相, 无愿, 或空空, 无相无相, 无愿无愿之三重等持, 三种三昧而言。 二种三昧之中, 第一种系已寻, 寻求推度之粗杂的精神作用, 与四, 四查思维之深系的精神作用, 之有无, 而分为, 移出净律, 出禅, 与未制定。 四属有寻有四三摩底。 右座有觉有观三昧。 二, 中间静律, 中间定, 属无寻为四三摩底。 右座无觉有观三昧。 三, 第二静律, 第二禅, 知静分以上属无寻无四三摩底。 右座无觉无观三昧。 第二种则止观, 人, 法, 皆空之三昧, 称为空三昧。 舍离差别相之三昧, 称为无相三昧, 舍离愿求之私之三昧, 则称为无愿三昧。 其次在三众三昧中, 又有空空三昧, 无相无相三昧, 无愿无愿三昧等。 据十柱皮婆沙论卷十一载, 三昧乃四禅, 四禁律, 八解脱以外之一切定。 右位为三解脱门, 无漏之空, 无相, 无愿三昧, 何有寻有四等之三三昧称为三昧。 同论又皆是定之范为教侠, 三昧之范为则教广, 依此, 诸佛菩萨所得之定可视为三昧。 大臣一章卷十三举出杂阿皮谈心论卷六, 臣十论卷十二, 十的经论卷五等之说, 而庶民禅, 定, 三昧, 正寿, 三摩, 犯三拍地, 八童, 等至, 解脱, 奢摩他, 犯阿玛撒, 八摩撒, 止, 等之差异。 依其说法, 则狭义之三昧指空等之三三昧, 广义则指四无量星及其他诸定。 阿含经认为四禅八定之外, 令有空, 无相, 无怨等之三三昧, 三解脱门, 与有寻有四等之三三昧, 而大臣则有数百上千种种三昧之说。 大臣经典之名称, 以, 三昧, 为名者, 即有班周三昧经, 首轮炎三昧经, 慧应三昧经, 自试三昧经, 佛应三昧经, 法华三昧经, 念佛三昧经, 月灯三昧经, 金刚三昧经等多种, 这些经典对标题所示之, 三昧, 均有详细说明。 其中, 班周三昧, 亦称诸佛现前三昧与佛力三昧。 此外, 法华经卷亦曾举出无量亦处三昧之名, 旧亦华严经卷六与卷四十四, 有华严三昧, 海映三昧, 狮子奋训三昧之说。 大品班若经卷三, 卷五, 亦有首轮炎, 剑行, 宝应, 狮子游戏等百八三昧之说。 天台宗在摩赫纸观卷二上举出长座, 长行, 半行半座, 非行非座等四种三昧之说, 修此四种三昧之道场, 称为四三昧愿。 此外, 陈时论卷十二, 有一分修三昧, 为修定或会之一方, 共分修三昧, 兼修定, 会之有漏定, 圣证三昧, 兼修定, 会之无漏定, 等三三昧。 南本涅槃经卷十三列出菩萨破除, 二十五有, 之二十五种三昧之名, 法华经卷七之十六三昧, 即为法华三昧之以名。 又生发火焰之三昧, 称为火界三昧, 火定, 火光三昧, 有火葬师孩之以。 最圣之三昧, 则称王三昧或三昧王三昧。 日僧法然在其选择本愿念佛即中将念佛称为王三昧, 又迎山绍景传之作禅用心记忆将作禅称为王三昧。 修三昧之堂称称三昧之三昧糖。 依修三昧之种类而分, 即有法华三昧糖, 长形三昧糖, 理趣三昧糖等。 杂阿涵经卷十八, 长阿涵经卷九, 卷十,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五, 大品班若经卷一卷二十三 大制度论卷二十八 瑜伽师的论卷十一 即义门族论卷六 佛的经论卷一成为十论卷八 大乘义章卷十三 原诀经略书著卷上 翻译明义及卷四上 参阅百八三昧 两千四百八十 定三千一百七十一 在日本火葬场 墓地亦称为三昧 为其求死者之名符 大多在墓旁建立法华三昧堂 并延请僧侣修法华三昧 其法华三昧堂 可简称为三昧堂或三昧 批五百八十 三昧火 据传法正宗计卷一载 世家自知华其以静 乃副首座弟子大家夜以清静法眼及金吕森加利一 随后及网居师那家罗成梭罗双树间 夫座射床 又邪而卧 在朱比丘及众弟子围绕之下 勃然入计 大家夜闻讯感至 见经关内之三昧真火凡然而焚 设立光焰普照天地 批五百八十二 三昧门 只进入佛所具无量三昧之门户 佛之三昧 无量无数 菩萨无法尽得 或闻是心而蒙身退意 故佛说三昧门 入一门即统设无量三昧 如千一一角 举一皆得 大智度论卷二十八 批五百八十二 三昧耶界 又座三摩耶界 秘密三昧耶界 佛性三昧耶界 秘密界 三世无障碍至界 无畏界 略称三界 即著于三三平等之理 以本有之境菩提心位界体 法界无量万得位形象之秘密 真言界 此界能成就如来清净之志 三世诸佛有此证的菩提 故佑称三世无障碍至界 其界相位不应舍正法 不舍离菩提心 不迁一切法 莫不利众生行等四重敬 此界细密教修行之指真 真言行者必须受持 入坛行灌顶之前先受此界 方得入坛 三昧耶本具平等 本事 除障 经觉四亿 故此界亦有四亿 一 平等 行者出发心时 知三三平等之理 安住于佛的三昧道 照建心 佛 众生三无差别 二 本事 以三平等之理为原 其大誓愿 修大悲 行似无量 四舍等 能利益众生永不止 三 除障 有本事发的三三平等之界体时 能除灭过去 现在 未来之恶业罪障 经觉 自经查身心 致止放异懈怠 又受此界之作法 称为三昧耶界仪 三昧耶界作法 道场则称为三昧耶界场 三昧耶界坛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九 不空所神变真言经卷十五 大日经书卷九 卷十一 卷十六 批五百八十三 三昧耶身 指三昧耶曼陀罗之佛身 与三昧耶形同 密教诸尊之本事 内政等标志吉塔 伦宝 莲花 国土器世界等皆称三昧耶身 如楼阁堡王者及如来三昧耶身 诸显教中以四大等位非秦 密教则以之为如来三昧耶身 参阅 三昧耶行 五百八十三 批五百八十三 三昧耶行 又作三摩耶行 略称三行 指标是诸尊本事之气障 硬气等形相 据两部曼陀罗一纪卷五之说 三昧耶行 又称波罗密行 驻诸尊三昧耶行 即是入定之形相 记住本事院 又三昧耶有平四 本事 除障 经觉四义 一 平等之义 三昧耶行 具硬气 气障 表示大臣等表象 佛之内政 及内德 外乡平等无别 二 本事之义 如大日之五伦律兜婆 三 除障之义 以此标志表示众生远离烦恼 夜 苦等三障 经觉之义 以此三行经众生之长眠 令其发心修行 如文书菩萨所持之利剑 表示大臣断获之席愿 观音之莲花 表示同大悲 无有染者之本事 转法轮菩萨所持之宝轮 表示说法破直之本事 直持刀 轮保 金刚处等三昧耶行时 天魔波寻不敢违跃 诸佛自身亦不能违跃 若众生见此三昧耶行 信其本事 如法修行 则能如愿而得福智 金刚界七级卷上 两部曼陀罗随文记卷三 P583 三昧耶曼陀罗 泛语三昧阿 马阿 右座三摩耶曼陀罗 平等曼陀罗 三昧耶致印 略称三曼 密交四种曼陀罗之一 即化诸尊所持之气障 如刀 剑 莲花等 及其印气 首饰 之曼陀罗 又以四种曼陀罗 该设法界万有时 三昧耶曼陀罗即表示所依之气界 若以之配三宝 则相当于三宝 以之配三密 则相当于一密 以之配四种法身 则相当于等流身 离去世卷上 即身成佛意 参阅 四曼向大 1755 P584 三昧堂 又做法华三昧院 法华堂 日本佛教界长期讲解有关法华经而设置之建筑物 以罪臣 以罪臣在比瑞山东塔所建者为最早 后在西塔 横川一建有三昧堂 在天台宗之大寺院中建立此种堂者屡见不显 即至后世 则不限于讲法华 亦为开讲其他经典之场所 P584 三昧堂 三昧堂 日本佛教用于 即葬场 意味葬场乃未进入三昧之场所 又做三昧所 或单称三昧 即葬场 即火葬之区域 类具名物考卷322 P584 三昧发德 又做法定 为由专念之法而心注一进 遂得圣进献前 一集出因思维之加行 思想渐渐维系 乃至觉想巨王 达于三昧正受之欲 忠于所观之圣静明和 得已分明了之 称谓三昧发德 净土宗祖诗中 善导 怀感皆曾发的三昧 见净土圣像 是净土群一论卷7 观念法门 往生瑞印删传 广宏明集卷30 P584 三世纪 又做三地纪 魏龙述所者中论观四地品中之一纪 集 大三陵 三三中 众因缘生法 我说集是无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此纪被视为中观学派有观 中观 经典之总义 指示兼诸法皆由各种因缘所生成 并无故有之自信 人所认识之实在是物 皆为施设之明言概念 自信则空无所有 对因缘所生法 既承认其假明之一面 又见即性空之一面 此即中道 随 唐十代之三论宗 天台宗等 对此即均颇有发挥 形成各自之体系 P584 三界 泛与吹 odh tava 巴利 与tisodh 2 指众生所居之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此乃迷惘之友情在生灭变化中流转 依其境界所分之三阶级 细迷于生死轮回等生存界 即有 之分类 故称作三有生死 或单称三有 又三界迷苦之领域 如大海之无边际 故又称苦界 苦海 一 欲界 泛kma dh tosday 即具有盈欲 情欲 色欲 食欲等友情所居之世界 上字第六 他画自在天 中包括人界之四大洲 下至无间的欲等二十处 因男女参居 多诸染欲 故称欲界 2 色界 泛kma dh tosday 色未辨爱之意或视线之意 乃远离欲界赢 十二欲而人具有亲近色指等友情所居之世界 此界 此界在欲界之上 无有欲染 亦无女行 其众身皆由化身 其宫殿高大 系由色之化身 一切君书妙今好 以其上有色值 故称色界 此界依禅定之身浅粗妙而分四集 从初禅犯天 中至阿加逆扎天 凡有十八天 三 无色界 泛kma dh tosday 唯有寿 想 行 十四星而无物质之友情所住之世界 此界无一物质之物 亦无身体 宫殿 国土 唯以星石柱于生庙之禅定 故称无色界 此界在色界之上 共有四天 空无边触天 十无边触天 无所有触天 非想非非想触天 又称四无色 四空触 三界可细分为二十五有 界 若将色界之那寒天兮而为五 即五那寒天 则共为二十九有 七与九的之关系 如下表所示 此三界之果报虽有优劣 苦乐等差别 但属弥界 系众生生死轮回之去 故为圣者所厌弃 法华精辟玉品 大九 依四下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圣可不畏 又化成玉品 大九 二四下 能于三界欲 免出诸众生 即劝三界诸有情莫以三界未安 当情求解脱 南本大班涅盘金卷十三 巨舍论卷八 品类族论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五 瑜伽师的论卷四 大制度论卷二十一 华岩金孔目张卷二 参阅 九的 一百三十二 色界 两千五百四十五 玉界 四千六百五十三 无色界 五千零八十三 指断界 离界 灭界等三种 无畏解脱之对制道 一 断界 即断除九劫 九种烦恼 中除贪以外之其余八种烦恼 或断除无明劫 二 离界 未断离贪烦恼或断除爱劫 三 灭界 未断灭有漏善及诸有味 无负无忌等烦恼 即除九种烦恼外之其余有漏法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九 大二七 一四八中 一切行断 故名断界 一切行离 故名离界 一切行灭 故名灭界 顺正理论卷七十二 巨舍论卷二十五 指色界 无色界 禁界 常阿含经卷八 品类足论卷五 指法界 心界 众生界 此系基于华言精心 佛 众生三无差别之说而立 大日经书卷三 萨满礁 基本观念之一 主张宇宙分位上 中 下三界 依各族而说法稍易 如蒙古族萨满礁认为上层世界为神灵世界 中层世界为人类动物之居的下层世界为死神与魔鬼聚集之世界及地狱 在中层世界与下层世界间附有一不可知之世界为人死后之去处 P584 三界苦伦 指三界之弥苦 往返不止 乃有罪众生之生死轮回境界 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上 大八 八三七中 十善菩萨发大心 常别三界苦伦海 圣天王班若经卷以P586 三界为星 为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所有现象皆由一星之所变现 全称三界为一星 即星为万物之本体 此外无别法 凡三界生死 十二元生等诸法 十是妄想心所变作 六时花眼卷石 大九 四六五下 心如公画师 画种种五音 一切世界中 无法而不造 如心 佛一耳 如佛 众生然 心 佛即众生 是三无差别 诸佛希勒之 一切从心转 中略 心造诸如来 有观词 心 知义 性 相两家说法不同 一 在法乡宗 指阿赖耶等星时 以此证阿赖耶缘起乃为时所变之义 故设大成论是卷四世作 三界为时 为心与欲等爱结相应 遂堕在三界 二 在法性中 指如来藏之自性清静心 即真如随缘作诸法之义 为心造一切法 而一切法本离言说相 名字相 心原相 乃必尽平等 不便不易 为此一心 故称真如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卷四十一此而有三种不同论法 即一 二 圣之人有前进不了为心 纵闻一心 亦仅未未真谛之一 或未由心转变 非皆是心 二 亦熟赖耶可谓一心 以其简无外境 故说一心 三 如来藏性清静 理无二体 故本位一心 十的经论卷八 辩中边论卷上 大臣其信论 大日经书卷二 为十二十论数计卷上 辟五百八十六 三界眼 佛之得称 佛为大智大明者 可作三界人之眼 引导无人必离生死之险难 故称三界眼 佛班尼环经卷下 大一 一六九上 佛为大明 三界中眼 经班尼环 三界掩灭 辟五百八十六 三界尊 佛之得称 佛乃三界之尊 故称之 唯摩经佛国品 大一四 五三七下 经我基守三界尊 辟五百八十七 三界尊 三界至尼恩 尼尼特勒卡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一千九百六十 为德国佛学学者 一位德国第一位出家之比丘 生于维斯巴登市 Visbaden 最初专攻音乐 后赴缅甸仰光 并于当地出家 一九零三年至西兰 居于波加斯都瓦小岛 Pogastowa 参与西兰僧团 研习巴利文佛典 其后即从事佛典 翻译与修持度重 随之出家之德国比丘有数十位 树立西方学界对佛教解行并重之典型风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被英国视为德国间谍而囚禁于我国汉口 后透过国际红十字会而释放归国 一九二六年在赴西兰 后一世纪于西兰 这有巴利文法 佛教祭诵 佛教词典等 P587 三界无安 未在玉界、色界、无色界之三界中 不能求得真实之安宁 法华精辟玉品 大九、一四下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法聚精卷上世俗品 大四、五六六中 世皆有死 三界无安 诸天虽乐 福尽异丧 又有将三界比喻为火宅或大火聚者 贤余精卷十一 五脑子满品 大臣本身心地观 精卷三、卷四 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 精书卷下一 P587 三界雄 佛之得称 佛为三界中之大雄 可折服一切之魔障 无量寿精卷上 大一二、二六九中 愿会吸尘满 得为三界雄 P587 三界万灵牌 为始无缘之有情蒙受名符 而安置于禅沙佛殿之一种牌位 日本佛教界自连仓时代初其极风行之 文有三界万灵、十方至圣、六清眷属、七世父母、三界万灵、六道四身、七世父母、六清眷属等、等多种 或于诗恶鬼会时 书之于木牌、安置恶鬼棚 而以种种公物供养之 大剑禅师小清规 禅灵象器尖卷十六图牌门 P587 三界独尊 即佛之尊称 佛乃三界中之最尊贵者 具足智德 为三界独尊 四世导师 是所尊重 《宝藏论》广照空有品 《大四五》 《一四五》中 其名曰佛 三界独尊 绝了魔物 非作而作 所作以弊 《长阿寒经卷》 P587 三界藏 三界包括一切众生之烦恼 液果 故称为藏 人王护国班若波罗蜜金卷上 大八 八二六下 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藏 P587 三相 即三种相 一切诸法有如下三相 一 甲明相 指唯有甲明而无实体之相 二 法相 指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等诸法之相 三 无相相 指无相之相 即理甲明相 法相之相 大明三藏法述卷十三 事物之上 立有三相 一 标相 如烟味标示火存在之相 二 形相 如长 短 方 圆之相 三 体相 即物体自身本质之相 如火以热味相 大明三藏法述卷十三 修禅定时有如下三相 一 发相 对至心之神至而其奋发之相 二 至相 至指心散乱之相 三 舍相 舍至调视心之相 诚实论卷十二定相品 英明用语 英明三之做法中 英之必备之便是宗法性 同品定有性 义品便无性等三个法则 称为英三相 参阅 英三相 两千两百七十一 又做三有味 三有味相 即分别有味法之能相味生相 住一相 灭相三种 一 生相 能起诸法 二 住一相 能衰异诸法 三 灭相 能坏灭诸法 据舍论卷五 大二九 二七上 若法令行三世千流 此经说未有味之相 令诸有情生厌未故 未彼诸行生力所迁 令从未来流入现在 亦即灭香力所迁破 令从现在流入过去 其衰亦即坏灭故 传说如有人处仇灵 有三怨敌欲未损害 亦从仇灵千之令出 亦衰其力 一坏命根 三相于行应之以耳 诸于彼行设受安利 常乐与彼不相舍离 故不立在有味相中 又无味法有自相诸 诸相烂彼 故今不说 有味此经说诸与异总和为一 明诸异相 何用如是总和说未 诸是有情所爱者处 未令艳舍 与役和说 此盖以三相会是四相 增益阿含经卷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九 顺正理论卷十三 巨舍论光纪卷五 参阅四相 一千七百三十二 又作三性 即就有无假识 而分一切法之性相 未便即所之性 虚妄分别相 依他其性 因缘相 缘成实性 第一异相 等三种 参阅 三性 五百六十三 第八阿赖耶时所具之自相 果相 因相等三相 自相指出阿赖耶 果相指一首 因相指一切种 参阅 赖耶三相 六千三百一十四 P五百八十七 三相神 泛名Tremartii 指相互关联而各具一相之三神 主要指印度教所信奉之泛天 提师奴 师婆三大主神 认为三神分别代表宇宙之创造 护持 毁灭 源于沸陀时期 距离巨沸陀仔 火神阿奇尼有三处 称为三座 范Triathas 在地上者为二目片摩擦生火 称为荔枝子 范Triathas Putra 在空中者指云中之电火 称为水之子 范Aputra 在天则太阳为其本处 称为天火 范Divini P五百八十八 三相续 指世界 众生与业界之因果 四地千流 相续不绝 即 一 世界相续 众生有业 引起乘劳烦恼 招感风 金 水轮等互为因缘 而成此国土世界 如陵木玉火可成土 再角则成水 三十相即可成盐 融之则成水 如此交互产生 地相畏重 故成世界相续 二 众生相续 众生因有色 相 畏 畜等六望 故意见成增 同享成爱 以爱流为重 则交构发生 吸引同业 随其所应 而入胎 卵 施 化等四身 以示因缘 故众生相续 三 业果相续 众生以贪爱为本 劫爱不离 故世间父母 子孙相生不断 以沙滩为本 随力量强弱而地相吞食 人食羊 则羊死为人 人死为羊 如是乃至食生之类 死死生生 互来相食 以道贪为本 则辱负我命 我还辱债 百千劫常在禅腹中 以示因缘而业果相续 此三种颠倒皆由望剑所生 中而复始 相续不断 故称三相续 雷炎精卷四 批五百八十八 三颗 一切诸法分位 蕴、处、戒三类 称为三颗 蕴处戒又作因入戒 因戒入 即、依、五蕴 又作无阴、五重、五矩 指色、受、想、行、食 二、十二处 又作十二入 指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处、法 三、十八戒 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处、法 眼食、耳食、鼻食、舌食、身食、意食 据舌论卷一载 依于之差别 位于于心所者系别心所而说五蕴 位于于色法者系别色法而说十二处 位于于色、心二法者系别色 心二法而说十八戒 依根之利盾 位利根者说五蕴 位中根者说十二处 位顿根者说十八戒 依乐欲之不同 位欲略者说五蕴 位欲中者说十二处 位欲广者说十八戒 即由三科观察人及世界 依于夫迷雾之不同情况 破我之之谬 立无我之理 小陈珠 小陈珠不于三科立有甲石之论 其中 说一切有不主张三科皆十 经不主张运 处为甲、戒为十 据舌论则以运为甲、处、戒二者为十 依据舌论 运有积极之义 积极多法为运 故运为甲法、处、戒二者则不然 故为十 有不认为运中之义法 有运之相 即称为运 而不须积极多法 使称为运 故以运为十法 经不则认为处 乃即为积极 为十之身门 故为甲 华言五教张卷一之十宗 叛之第四 献通甲十宗 列举说甲不等之说 即于三科中 以运为十、处、戒为甲 因为处为六跟六竞相对 戒为跟竞相对、十竞相对 跟十相对使能成立 运则不然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一、卷七十二、卷七十三、卷七十四 砸阿皮弹心论卷一句舍论光绩卷一大乘一张卷八本之末 百法问达超卷一、参阅、十二处、三百四十三、十八戒、三百五十六、五蕴、一千两百一十二、 批五百八十九、三科简镜 及天台宗论观星之镜 于圆顿指观十镜中之第一种阴入界镜、简五阴、十二入、十八戒等三科之镜 而指示观镜 其简镜之次第 先简镜十八戒与十二入 而取五阴、即于五阴中简镜色色、受、想、行等前四阴、而取第五十阴 又于十阴之中简镜眼、耳、鼻、舌、身等前五十 而取第六十、于第六十中简镜善恶之时 而取悠悠之无济时、后腹简镜心王、心锁中之心锁、取心王、以为观镜 此乃观镜之药法 亦四名之理主张望心关最有力证据之一 指观辅行传红绝卷无之二、磨合指观卷无上、批五百九十 三苦、犯于Tisro、Ducat 一苦之性质、分为苦苦、坏苦、行苦三种 一、苦苦、犯Ducat、Ducat、有漏行韵中、诸非可义之苦受法、逼脑身心之苦 二、坏苦、犯Faparima、Ducat、诸可义之乐受法、生时未乐、坏时逼脑身心之苦 三、行苦、犯Saskra、Ducat、除可义非可义以外所欲之舍受法、 为众缘所造、难免生灭千流、故圣者观见之、于身心皆敢逼脑、故称为行苦 一切有漏之行皆无常而生灭千流、故皆为行苦所舍、则非可义之法有苦苦、行苦二种、可义之法则有坏苦、行苦二种 据舍论卷二十二、华言经探旋记卷十三、苦第四行相中之苦有所取苦、是相苦、和和苦等三类、细为时宗所立 一、所取苦、又作取苦、于便即所执性上、执持使我、使法、遂于能取之心感苦、二、是相苦、又作相苦、于依他其性上、见苦苦、坏苦、行苦等三相、三、和和苦、于原成实性上取苦之意、 即真如与一切有漏有味之苦相、和和、故称苦、燃其体时无 成为时论卷八、成为时论数记卷九本、因时所生之借不平等所生病苦、欲惜求苦、求不允苦 一、借不平等所致、所致、乃地、水、火、风四大不条而引起之病苦 二、欲惜求苦、细由、畜时、所致、为欲求渴望之苦 三、求不允苦、细由、亦死时、所致、为求不得之苦 瑜伽师的论卷九十四、印度古代六派哲学中之术论学派所致、将是兼诸苦分为如下三种 一、医内苦、犯DHAE、MICA、DUCAT、细由丰热谈之不平等、故生病苦、世及生苦、又愿慧、爱离、所求不得而生之心苦、亦属医内苦 二、医外苦、犯HIPHOTICA、DUCAT、细由世人、禽兽毒舌、山崩暗撤等所生之苦 三、医天苦、犯HIDAVICA、DUCAT、细由寒热、风雨、雷霆等种种天之所为所生之苦 经七十论卷上、P590 三苦对三戒、天台四交以及注意苦苦、坏苦、行苦配于欲戒、色戒、无色戒、即 一、苦苦对欲戒、三戒受生无非是苦、欲戒诸境逼迫、其苦由然、故以配苦苦 二、坏苦对色戒、乐坏时苦、称为坏苦 色戒天虽受禅慰之乐、报敬之时、还与武道受生死苦、故以配坏苦 三、行苦对无色戒、无色戒、无色戒中虽无直爱之色、然以有漏心时生灭变化而有行苦、故以配行苦 P591 三鬼,乃三种鬼犯之意 天台宗解释、妙法莲华经、经提之、妙、自识、说有识妙、其中有三法妙者即为三鬼 一、真性鬼、无为不变之真理性、即真如实相 二、观照鬼、破迷情、显真理之智慧作用 三、资成鬼、著成观照智用、智慧之作用、知万行 法华玄义卷五下、法华玄义是千卷十一、红经者之三种鬼犯、即慈悲是、忍辱一、法空作等、合称一作是三鬼 盖以大慈悲大慈悲、苦而愈乐、父护众生如是、以忍辱之行 遮蔽众生之恶障、烦恼如一、以、一切法空、自安而安他如作 法华经文巨卷八上、参阅、一作是三鬼、两千五百六十八、批五百九十一 三、嘉业、嘉业、泛名Keyaba、意味光波、因其声光延涌、故称 皮婆施佛时、三人共立杀柱、以示姻缘赶报、遂为兄弟 一、幽楼平罗家业、泛名Keyaba、幽楼平罗、意味木瓜林、以其居处近于此林、故称 其江户四众、攻击四世、另谋所罚 二、纳提家业、泛名Keyaba、纳提、意味和、以其居指尽此和、故称 其心意既然、降伏结业、精进修行 三、嘉业、嘉业、泛名Keyaba、嘉业、意味成、以其居家在王舍城南西游巡、故称 能观了诸法、都摸索着、教化众生 三人缘系是火外道、各有图众五百、三百、二百、佛臣道后不久 及禀佛之教化、归入证法 增益阿含经卷三、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下、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批五百九十一 三众七个法门、又作教行正三分 乃根据教、行、正三众而理解之七个法门 细日本天台宗之教法、未语本诀、始诀之口传同时受到重视之口传教法 其口传教法之要目有、一心三观、一念三千、指观大指、法华生意等广传四个大事 而法华生意之内容又分为、原教三生、莲华因果、长济光土等略传三个大事 合计为七个法门 其理解之方法、有根据祖师者数之文字面所知者、教重 与根据祖师注述之实践法而得知者、行重、以及经过实践、在内心所体会、正重、等三重 故称为三重七个法门 批五百九十一 三重念佛、日本净土宗于念佛所作之三种分类 一、正行、杂行、注业、正业之分别与否、而将念佛类分为如下三种 一、诸师所立之念佛、指静影、天台等所立者 为分别正杂注正、及万行随意之念佛 二、本愿念佛、善导所立 即分别正杂注正、以正业称名念佛为本愿之行 三、选择本愿念佛、日僧缘空所立 与本愿念佛之上加、选择、二字、利念佛为本愿、即名选择取舍之结果 选择传红诀以超卷以一、视力观称、之不同、而将念佛分为 一、摩合指观之念佛、二、往生要及之念佛、三、善导劝化之念佛等三种类别 诀答受首应一问超卷上、诀问一问明星超卷上、批五百九十二 三种法界、指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 华言宗本力四种法界、未与能观之质对应 故别立三种法界、即、一、理法界、即统设万物形成之理体 物质是界森罗万象、但其理体不变 换言之、是法界是由因缘生起之差别现象、其生灭遍地皆归于空 旧物之本体而言、是无生灭、无增减、未永结不变之绝对理体 而宇宙万有如如不动之本体界即是理法界 此理法界超出人之思虑与言权、勉强定名为空、然此空亦非绝对之境地 二、理是无碍法界、即止本体与现象相及相入之法界 二者交相容贯、是若无理则不成、理若无事则不显、是理可谓空有性相之意称 三、由于理是融贯交涉、而成为理是无碍法界 三、事事无碍法界、即宇宙一切事物均有统一性、延续性与包容性、于此范畴之下、无时空限制、法与法之间互愿融通、相资相成 宇宙间每一现象皆为本体、本体亦可变为一一之现象、则整个宇宙收摄于一个现象之中 亦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重重无尽、超越是非善恶之价值观、而未圆满平等之境界 参阅、四法界、1717、P592 三重观门、指真空、理是与是是无碍三观、乃华言宗所立 华言出祖度顺开显实践修行之观门、建立三观、用以彰显观形、误入一真法界 全称三重法界观门 右座三重观、法界三观 即、一、真空观、为四法界中之理法界 真者已无虚妄念律为真、空者已无形直防碍色相为空 因凡夫见色误认为实、见空误认为断空、以致困于迷途而不正德 经开真空观、使观色、而具体为真空、观空非断空、具体是幻色、使得免除一切情臣之束缚、而达空色无碍之境界 二、理是无碍观、即理是无碍法界 首先以理容于是、最后则以是容于理、使理是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是未无碍 对真空之理可见、然对是却未能尽了 故开启理是无碍、使不可分之理均能原容互设于一臣 而可分现之事亦能通便于法界 各种事理均能秉现无碍、双容相及 理是无碍属于尽所观之范围 心则未能观之主体 若仅观于诸世相,将会引起世俗之心 而执着于享乐之境 若仅观于理,必引起初世之心 则恐惧又于喜爱无漏小果之境 理与世并观,以达到荣荣无碍之境界 使心魔所偏执、自能卑至相导 而成就无助行、正入无助处 三、周辨寒荣观,即是是无碍观 周辨是普及一切色及非色处 寒荣即包含无外 无一法能超出此虚空之界 此观已是妄事 使观全是之理均能随同是法而一一可见 全理之事亦能随同理法而一一可容 旧事是能辩能设 交参自在,则亦多无碍 大小相容 华言法界关门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卷二 法界玄境卷上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十 参阳、四法界、1717、P592、三圣、范语TRIYNNI 及三种交通工具 比喻运在众生度月生死到涅槃彼岸之三种法门 就众生根基之盾 中、立、佛印之而说生文成、圆绝成、菩萨成等三种教法 一、生文成、范阿瓦卡、YNA、文佛生教而得悟道 故称生文 其知苦断疾、目灭修道 以此四地位成 二、圆绝成、范Pratyaka、Buddha、YNA、又作辟之佛成、独绝成 观十二因缘觉真地理 故称缘觉 始观无名乃至老死 次观无名灭乃至老死灭 由此因缘生灭 即物非生非灭 乃以此十二因缘未成 三、菩萨成、范Buddhisattva、YNA、又作大臣 范Mah、YNA、佛成、如来成 求无上菩提、愿度一切众生 修六度万行、以此六度未成 前二成为自立 无利他 故总称小臣 菩萨成自立利他巨足 故未大臣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 以就近一臣宝性论均 以小臣所得三胜共之 忠臣所得二胜共之 为佛所得二胜不之等为由 而称三胜为小臣、忠臣、大臣 即调因所问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七 大制度论卷十一 以于无分别一位法中说上 中下而显三胜差异为由 称三胜为下臣、忠臣、上臣、大臣 庄严经论卷四、良亦设大臣论是卷一 则合称前二臣为下臣、而称菩萨臣为上臣 华言 天台宗以三胜为方便法门 必尽归一佛臣、是位一臣教 即三胜之外别利一佛臣 法相宗则以一臣系对一击而失 是全甲之教 三胜则属真实之教 前者称、三臣方便一臣真实 后者则称、三胜真实一臣方便 大宝基经卷九十四、解生密经卷二 显阳圣教论卷三、佛性论卷一 佛的经论卷二、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华言五教章卷一、法华玄赞卷一 大臣其信论义计卷上、参阅、一臣、五十九、二臣、两百零六、四臣、一千七百四十三、菩萨随时修及知天臣、梵臣、圣臣 一、天臣及出禅、二臣、三臣、四臣、二、梵臣及慈、悲、喜、舍 三、圣臣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大宝基经卷九十四、P五百九十三 三圣关门、指天台四交中之三藏教之声闻、元觉、菩萨等三圣 分别以关苦地、吉地、道地、座位修行之出门 即、一、申闻观苦地位出门、申闻其根最顿、先观苦果五因生死之身、以苦地之官位出门 二、元觉观及地位出门、元觉其根稍利、观苦果及因之货业、以及地之官位出门 三、菩萨观到地位出门、菩萨其根最利、直观出世因之道法、以道地之官位出门 至官府行传红觉卷一之四、大四六、一六六下、若论修行出门不同 故张安云、申闻以苦地位首、元觉以及地位首、菩萨以道地位首、此约三藏三圣生灭四地、通菩萨以界内灭地位首、别菩萨以界外道地位首、元菩萨以界外灭地位首、元菩萨以界外灭地位首 三、菩萨以及柱卷上、批五百九十四 三修、据北本涅盘经卷二载、有胜列二种三修 一、列三修、为身闻所修比于菩萨所修为列、三修即 一、无常修、身闻之人不知法身常柱之理、而观三界一切有谓之法皆惜身灭无常 二、非乐修、身闻之人不知诸法之中本有涅槃寂灭之乐、而观一切诸法西皆是苦 三、无我修、身闻之人不知自在无爱之真我、而观五因等法皆空无我、无我所 二、圣三修、菩萨以佛圣教而修、以破身闻所值之列修、故称圣三修 三修即、一、常修、常即不谦不辩 菩萨勒之法身之体本来常柱、无灭无身、以破身闻之人所值之无常 二、乐修、乐即安隐寂灭 菩萨勒之诸法之中有涅槃寂灭之乐、以破身闻之人所值之、一切皆苦 三、我修、我即自在无爱 菩萨勒之无我法中而有真我、得大自在、无有障碍 以破身闻之人所值之、无我、无我所 P594 三丰派、魏灵济宗之派 新于明清之计 开祖汉月法藏、1573、1635、江苏无西人 巨武登全书卷六十五载 法藏于海渔之三封、江苏无县西南、文哲逐生而开悟 后于天启四年、1624、至今宿四、未密云原物之首作 然不满原物所提倡之、自信自悟、说 而主张禅宗五家之分派各有理由 依一大原相得以探究佛祖之本原、遂于天启五年这五宗原一卷 相对于此、原物易于崇祯七年、1634、这七辟、九年这三辟、以博法藏之说 法藏之弟子谈及红忍、则传五宗旧、以支持法藏 原物又于红忍纪年、1638、驳斥法藏与红忍 然法藏之门人上有据得红礼、既启红楚等多人 又有法孙继英、驻长州祥福寺、这有宗统编年三十三卷 故三丰派在江南圣位兴盛 唯清是宗长自传简摩辩一路八卷、反驳此派 并毁坏五宗原及五宗旧之版木、且于雍正十一年、1733、近断此派之流传 五灯会原序略卷八、五灯盐筒卷二十四、批五百九十四 三师七镇、三师与七镇师之并称 至比丘寿巨族戒时、戒场中必须巨族之戒师人数 又坐十师、十森 三师及、一、戒和尚、指振受戒律之和尚 乃比丘的戒之根本及其规头处、故必至成三请之 凡担任戒和尚者、其戒纳需在十年以上、并严守戒法、具足智慧、堪能教授弟子 二、戒摩师及读戒摩文之阿舍离、主持白四戒摩受戒仪式 戒摩师为诸比丘受戒之政院、若无戒摩师秉承圣法、则法戒善法无从申起 担任此职者、其戒纳需在五年以上、三、教授师及教授威仪作法、为众人引导开戒者、其戒纳亦需在五年以上、 七、政师则指证明受戒之七位立会比丘 凡此时师均需于受戒前功请之 在印度、中国、佛教教圣行而人口教稠密的、中国、地区、应其僧众极多、故有时师之规定 至于、边国、地区则仅需有三师二阵等五师即可 此称为、忠实边武 然据云语超载、日本虽为海东之边国、却行、中国、之实施受戒之法 故日本之东大四级堂召提四戒谈、自古及行实施受戒之法 又受五戒时仅需和尚一人、受十戒时则需和尚、结摩师二人即可 此外、湛然之受菩萨界已举出、大臣菩萨界知请施法 则亦于上述四分律所说 即以世家如来为和尚、文书为结摩师、弥勒为教授师、一切如来为尊正师、一切菩萨为同学等旅、事实上担任教授者、唯有传教师以人 皮尼姆金卷一四分律卷三十一、五分律卷十七、摩赫森指律卷二十四、参阅、中国、一千零二十三、皮五百九十五 三座说法、禅宗公案名 三座、指第三首座 据无门关载、为养宗之祖养山会寄于梦中网都律天之弥勒处 坐于第三座、大四八、二九六上 有一尊者白锤云、今日当第三座说法 山乃起、白锤云、摩赫眼法、离四聚、绝百妃、地听 地听 此则公案中、养山以四聚百妃扶除众生之弥直、比使物入无相不可得之理、为一种这绝望相以表现真意之这全形式 三论玄义简幽极卷二、科著三论玄义卷二、批五百九十五 三十、指教法发展之正、项、末三十、即正法、项法、末法等三个时期 参阅、正项末、2002、指、有、空、中、三十 即依照世尊之说教内容而分有教、空教、中道教三种 依序称为初时、第二时、第三时说法 法相宗对此三时有三种不同看法 一、依佛陀实际说法之时间而分,称为年月三时 二、由教法内容与意义而分,称为一类三时 三、为佛陀在世说法之时期、在世三时 与入灭后佛教之发展、灭后三时 参阅、三时教、五百九十六、指、种、托三时 为天台宗及日本日联宗之说 系对佛陀教化、众生蒙异所分之三时 参阅、种熟托、五千八百七十三、指三计时 在印度、将一年分成热计时、雨计时、寒计时等三种季节 参阅、历、六千两百二十七、印度分以昼夜为六时、即昼三时、夜三时 晨朝、日中、日眉为昼三时、初夜、中夜、后夜为夜三时 晨朝及上午八时请、日中为正午十二时请、日眉为下午四时请、初夜及午后八时请、中夜为子夜十二时请、后夜为臣四时请 参阅、三月、六时、一千两百八十三、指过去、现在、未来三时 又做三世 参阅、三世、五百三十六、批五百九十六 三时坐禅、原始佛教有四时坐禅之法、即、一、黄昏坐禅、约于午后八时 二、早晨坐禅、约于午前十时 三、不时坐禅、约于午后四时 四、后夜坐禅、于晨朝情形前之一、二时请 至后世、则略去后夜坐禅、仅行于三十之坐禅、称为三十坐禅 禅灵相器兼卷九、批五百九十六 三十教、又坐三十教叛 至佛陀教法之三时期 一、世尊说法时代之不同与经典内容之深浅、而将佛陀教法分类为三十期 即、法相宗之说、细窥积根据解身密经无自信相品之三十说而立 又坐有空中、有空中三十 一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本、成为时论数纪卷一之说 一、第一十教、世尊于初十位发驱声文臣者宣说四地之礼 称为第一十有教 至阿涵经等所说 我空法有、之指、为一切存在均由因缘所生灭 故无实体、然时有构成存在之要素 故称有教、指小臣 二、第二十教、世尊为发驱大臣者讲说 诸法皆空、之礼、如班若经等之说 为一切万法本来即为空 此系否定之教法、称为空教、指大臣空宗 三、第三十教、世尊仆为发驱一切圣者讲说 中道之义、如华严经、解身密经等 以三性三无性之说、谈空之真义 肯定非有非无之中道 故称中道教、指为时宗 又此教系从小臣教进入大臣之大臣教 故又称真大臣教 此三十教中之初时有教与第二十空教称为方便为了一教 方便全巧而为圆满之教法、射击、教理各有互缺 对前二者、则第三十中道教称为真实了一教 完全、真实之说教、射击教理巨原 三十教判原系印度戒贤论师所立 法相宗对三十亿有不同解释 有以根据佛陀实际说法之前后时其位别之年月三十说 有以根据教法意义、内容之深浅而别之一类三十说 以及折中前两者之年月、一类兼代三十说 成为十论卷一本、华言经探玄记卷一、华言经书卷一、三论宗之说 印度至光论师所立 移出十教之主观、心、客观、静、君事实在、故事、心静具有、知晓成教 二、第二十教位唯有心事实在之、净空心有、知法相大臣 三、第三十教则为、心静具空、知无相大臣 其中、以最后之第三十教位真实了一教 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上、参阅、三十、五百九十六、三教、六百零九、批五百九十六 三十无悔、据天台四教以及住宰、众生造作五逆等罪、若于欲作、振作、坐以三十之中、心无改悔、是为尚品及恶、必敢地狱之宝 三十集、一、加行心时、即欲作恶业之时 欲作之时、必先起心、方便加心、故称加行心时 二、根本心时、即正作恶业时 正作之时、其心决定、不可拔动、故称根本心时 三、后起心时、即作恶业以 即以作业、复起心、原念网所作事、称为后起心时 批五百九十七 三十华言、系菩提流之等旧华言经酒会之说法所立之三种说时 即、一、九会中前五会之说时、即成道后之初七日 二、第六会以后之说时、称为二七日 三、第九会之说时、称为后时 此因时的经中有、成道为九第二七日、之说、固定时的品 以前之诸会、即前五会、未初七日、第六会时的品以后定为第二七日 二、又、第九会入法界品之说法处指原经社、乃佛陀成道之后 历时数年营建、所化之声文等意为后时得道者、固定第九会为后时 此三十之说仅细时间上之区分 并未从华言经元荣选纸上加以立论 且其前五会为初七日说 与世卿所造时的经论之解释有出入 故法藏破斥此说 成官则旧、不坏前后门、成立三十 在形式上虽完全依用菩提流之等所立者 然其利益解释迥然不同 华言经探旋纪卷二、华言经书抄卷一批五百九十七 三十殿、未适应春、夏、东三起所作之宫殿 在印度、依年分为三纪、即一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为热纪时、春、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为雨纪时、夏、九月十六日至一月十五日为寒纪时、东 据传、世尊出家以前、其父王为使世尊过快乐的宫廷生活、常见三十殿以适应三计 中阿含经卷二十九大品柔软经、批五百九十八 三十殿、障、障碍三十之一首夜 三十、只将的忍卫、不海果、无血果 三十殿即、一、由四善根位之顶位将的忍卫时、赶三恶去之夜、成为及障碍 盖若达于忍卫、则已超越三恶去之果报 二、于四果中将的不海果时、其欲界细之夜成为及障碍、为除随顺献法授业、现在是作业、现在是隐身果报 此因不海果乃不在还来欲界之果未故 三、将的阿罗汉果时、色、无色细之夜成为及障碍、易除随顺献法授业 此因阿罗汉果永离脱三界故 盖如人将离于本来所居住之地、则一切债主皆及为障碍、现欲离于三恶去、欲界及三界、故有此等障碍 若灭出此障、急得进去 巨色论卷十八、大批婆沙论卷六、顺正理论卷六十一、批五百九十八 三十论门、只连更过去、现在、未来三十而论究一切是法 批十十论论论门品、大一二、二四八中、三十论门、若于此事中、说明为色、若色曾有、当有、今有、皆明为色 十亿如是、若时曾知、当知、今知、皆明为时 如此等、明三十论门 P五百九十八 三十学会、乃佛学研究团体 创办人位为时学者韩清静 会员已在家众为中心 民国十一年、一千九百二十二、五月 韩世与北京创立北京法乡研究会 十六年、改该会为三十学会 三十、为第三十说法之意、与初解深密经卷二无自信相评 为在第三十中、佛陀普为发驱一切成者而说法 该会终趣于此可见 当时参与该会者、有业工作、梅光熙、徐红宝、胡瑞玲、 林载平、朱福皇、周书家等人 除研究法相为时之学外 并新办医院等社会慈善事业 所刻佛书、版本圣善、颇为学界所重 三十学会、六十年来的为时宗之期 狮子吼十五卷七期、批五百九十八 三十系念、为净土宗念佛法门之一 乃元朝中风国师所提倡 主要目的在超见亡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涌离茫茫夜海 近来十分流行 颇有取代艳口之趋势 三十一指早晨、日中、日梅之时 一指全一切有、全一切空、全一切中三十 然后是皆将三十连成一块 在日梅前后一气做完 细念、指申、口、一三者观 阿弥陀经经文等而细念往生弥陀净土 中风明本所者有关三十系念之书有二 亦为三十系念一范 用于节会自修 亦为三十系念佛事 用于做法度王 此二者皆由诵经、持明、讲演、行道、忏悔、发愿、畅赞等七部分组成 且每一时佛事意包含此七个项目 第一时 开世行者 包括身亡两者 极乐世界无有重苦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尘中了自心 众生所以受苦无尽 乃从贪欲而起 而贪欲更从忘却自信 意念分持而来 欲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虚信 愿 行三者具足 故行者一具深信 发切愿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第二时 开世行者 心、佛 众生三无差别 开显为心净土 自信弥陀 虽法性 添然如是 然无生而生 业果俨然 故众生循环诸去 流转四身 故行者须发路忏悔 洗除业构 增长善根 舍此抱怨 往生净土 第三时 开世行者 难无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之功德 一具阿弥陀佛名号 即能作断六根 灭除八万亿劫生死重罪 犹如青猪头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故行者但须举起佛号 一将直下 如太阿见横暗当宣 斩尽无名凡乱 直到一心不乱 能所两望为止 如此三十系念 阿弥陀佛万德鸿名 行愿寄生 功无虚弃 必能脱直连胎 永离夜海 执政阿炳拔至 不退 圆满无上菩提 中风国师三十系念 佛式 P598 三十系念一范 全一卷 元朝中风明本传 全称中风三十系念一范 经收于万续藏第一二八册 为三十系念佛式之一范 内容初畏举咒 云集赞 登座祭 提纲 缘起等 四列三十佛式 第一十佛式诵大阿弥陀经上卷 第二十诵大阿弥陀经下卷 第三十诵观无量寿经 或三十阶诵弥陀经 各十阶一提纲 讲演 讲演 举念 忏悔 发愿 西方赞和念之顺序 第一十佛式与第二十之间行斋佛一事 第二十与第三十之间 修弥陀颤移 书墨陀佛有劝人念佛与念佛正应说等文 P599 三根 又做三倍 众生之根性有上、中、下三等 称为三根 巨法华经卷三药草玉品在 犹如惠墓丛林及诸药草中 有小根小经小之小叶 有中根中经中之中叶 有大根大经大之大叶 其上中下随数之大小而各有所受 上根者 又做立根 根性伶俐 素发至解 堪忍奈难行 能证妙果 中根刺之下根 又做顿根 罪裂 磨合指观卷六下 大四六七九中 下根断或净 方能出甲 佛于法华中破其取涅槃心 劝发无上道 其方便会 中略 中根者断见或矣 生死少宽 私刃运断 中略 上根者出新闻会 即能体达剑丝即空 大制度论卷五十四 法华玄论卷九 指观浮行传红诀卷六之三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下 全称三不善根 集贪 甜 吃等三烦恼 参阅 三不善根 五百三十 全称三无漏根 集二十二根中之位之当之根 乙之根 聚之根 等 参阅 三无漏根 六百二十九 批五百九十九 三消浮 消浮三种毒害 集 一 是消浮 多以散心消浮虎狼 刀剑等之毒害 二 行消浮 消浮五柱的知行毒 集藏 通二 圣集藏 通 别知菩萨等 虽能用三观浮柱五柱的知烦恼 然与法性格力 别修有座知行固 对 所消 知毒害 称为行毒 则 能消 毒害者称为行消浮 三 理性消浮 一 一心三观 消浮无染而染之理性之毒害 一 请观世音菩萨消浮毒害 陀罗尼咒经之说 至心畅念观世音菩萨之名 宋持消浮毒害陀罗尼 一 观音之家户 即可消浮三种毒害 四 明尊者教行路卷二 请观音经书产义超卷一 参阅 理读性读 理读性读 四千七百一十九 批六百 三涅槃 三种涅槃 天台宗旧体 像 用三方面 用以彰显不生不灭之意 所立之三种涅槃 即 一 性静涅槃 诸法实相不可染不可静 不可染即不生 不可静即不灭 不生不灭即性静涅槃 二 原静涅槃 至即为原 或静未静 至若气礼 或必静不生 至必静不灭 不生不灭即原静涅槃 三 方便静涅槃 智能气礼 即照群姬 照避垂应 即感即身 此身非身 即原即静 应身即灭 此灭非灭 不生不灭即方便静涅槃 以上 依序以三大中之体大 向大 用大 为三身中之法身 报身 应身 金光明金玄一卷上 法华玄一卷五下 十的经论一记卷一末 只观服行传红绝卷三之一 旧小臣 三圣 一臣 涅槃有三种类别 一 小臣涅槃 有余生智 称为有余涅槃 无余生智 称为无余涅槃 两者均以树灭无畏畏体 二 三圣涅槃 凡有五种 一 至悲相导而无助者 是为无助涅槃 二 本有故 寂灭故 是为性净涅槃 三 集缘修故 称为方便净涅槃 四 有余硬化 为穷净故 称为有余涅槃 五 法身无余 顺寂灭故 称为无余涅槃 三 亦成涅槃 旧别教而言 即有十种涅槃 如华严经离世间品所说 华严经孔目张卷四 参阅 涅槃 4149 批600 三病 病 泛与非外呆 旧病之性质 类分为风 寒 气 或热 风 冷三种 乃是兼知三大病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九载 可以酥对治热病 以油对治风病 以密对治冷病 增益阿含经卷十二 旧病之治不治 类分为异治 难治 不可治 或重病 急重病 不可治病三种 此外 或以难治之三病 比喻难化之三机 一 诽谤大臣者 即不能信受如来之法 于大臣经典望身 磅悔 如是重病 实为难治 二 忤逆罪者 即杀父 弑母 亥阿罗汉 出佛生血 破荷和僧等忤逆 如是急重之病 尤为难治 三 亦产提 即波无因果 颠倒邪见 不幸现在未来夜报 不清善有知识 不听诸佛所说教戒 如是重病 终难治愈 五分率卷五 显阳大戒 论卷移旧病之种类 分为业 鬼 四大三种 业病 可以善根对质 鬼病以咒药对质 四大病以医药对质 药师如来 即以理治教三叶而灭此三病 大藏法术卷十一 如未超卷八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九所载之三病 一 贪病 修不尽观可对质 二 填病 修慈悲观可对质 三 吃病 修因缘观可对质 P六百 三意 只修行有三种得意 又做种收托 乃就所化十亿之因果始终而分三类 亦即众生始于心田种下佛种 至最后的解脱 可分三阶段 即 一 下种意 以农敷于田普波下谷种 比喻佛以成佛得道之种子种入众生心田中 此即与佛法最初之结缘 二 吊熟义 以种子发芽见熟比喻众生心田之佛种见熟 即已入于佛法之行中 三 解脱意 以古物成熟可以收割比喻佛种之全部掉熟 因缘果满 的解脱自在 巨摄论卷二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八 法华文具卷一 参阅 种熟托 五千八百七十三 菩萨因行六波罗密的一切种至成就佛术 以夜 花 果三亿利益众生 即 一 夜益 众生因菩萨而得离三恶道 是为夜益众生 二 花益 众生因菩萨而得身杀利大幸 婆罗门大幸 居是大家 四天王天处 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处 是为花益众生 三 果益 菩萨的一切种至 令众生的虚陀还果 司陀寒果 阿纳寒果 阿罗汉果 辟知佛道 佛道 众生渐渐以三成法 于无于涅槃而斑涅槃 是为果益众生 天台家以此三益分别配于 原教观形集 原教相似集 原教分真集 大品班若经卷二十二 大制度论卷八十五 摩合指观卷七上 P601 三真如 诸法之体性真实不变 称为真如 称为实论一三无性而立此三真如 即一 无相真如 为诸法之体无便记所值之虚向 二 无身真如 为诸法由因缘而生 故不为实生 三 无性真如 诸法之真体不落眼泉 弃觉思虑 故无忘情所值之实性 杂技论所立三真如 为一 善法 真如 为真如 随缘 为善法 二 不善法 真如 为真如 随缘 为不善法 三 无计法 真如 为真如 随缘 为无计法 P601 三祖寺 又称甘元禅寺 山谷寺 位于安徽天柱山中 传为南朝宝治禅师所创建 后禅宗三祖森灿由此 扩建寺院 深阳大江南北 随大业二年 606 三祖立化四中树下 后仁建 立化亭 纪念之 四东有宝宫洞 西藏景 着西泉 据传 宝宫洞为宝治禅师 开山时之居处 景 泉乃宝治禅师 以西藏所掘 四西有石牛鼓洞 乃宋代 黄亭间之读书处 四有一塔 明觉记 开山以来 相克不绝 文人雅士长吉 四必留有宋代 张痛之所提 禅灵谁第一 此的关南周 之诗句 经仅存藏 金楼和偏房树间 P602 三秘密身 指字 印 行三种之秘密身 一真言宗之教义 诸尊皆有三种身体 一 自秘密身 系以文字位体 表佛功德之贩字 复分为二 一 阴身 即对以阴身为观境之行者所显现如灵 多等之美妙阴身 二 色相 即对以色相为观境之行者所显现如月轮中之种子 真言等 二 硬密密身 系以硬位体 表佛之本事 复分为二 一 有形之印气 于出发心行者之观境显现有形之印 二 无形之印 于以达行者之观境显现心内无相 三 行密密身 系以形象位体 复分为二 一 非清净 对出发心之行者所视现之有相非清净之行 二 清净 对以达之行者所视现之无相清净身 大日经卷六说本尊三昧品 阿梭妇超卷八十三圣观音卷 大日经书卷二十 P602 三能辩 范语追悲他 Peryma 指一手 思量与乐境 于家行派与法相宗主张 十 能转变身起一切万法 或变现为心内主观 见分 与客观 相分 认识作用之主体 故称为能辩 依其作用之特性 能辩有一手 思量 乐境等三种 一 一手 范VIP Kansas 八同 能辩 又称第一能辩 初能辩 即第八阿赖耶时 第八十系 人界乃至天上界之有情所共之国报 其报有影业牵引 而为恒常相续之总报体 故称为一手 或称一手能辩 一手是 真一手 例如眼耳鼻舌身一等前六时与平复贵贱贱等个别之国报 细有满夜而来之别报 然以其报有断绝 故不称一手 而称一手身 若自赖耶三位而言 一手时之名即相当于善恶业果位 二 思量 梵梅尼纳 能辩 又称第二能辩 即止第七莫那时 以第七时未恒省思量之时 故称思量能辩 在诸时中 虽然第六 第七时能省思量 然以第六时有间断 故不称思量能辩 三,了净能变,又称第三能变,全称了别净能变,即止眼耳鼻舌身一等前六时。 此六时具有明白了别显著之对象,如色、身等,之作用,故称了别净能变。 第七,第八时则无了别显著对象之作用。 唯佛之前六时,对于如、真如、般之对象,细静,亦能加以了别。 以上,初能变之时由先世之夜及明言之时重变现时静,故称变现为变,其中,若就所藏之种子而言,称为因能变,就实体之自体分能变现而生见相二分之果而言,称为果能变。 为十三时论诺,称为十论卷四,卷七,称为十论数计卷一本,卷二本,参阅,因能变,2299,果能变,3323,p602。 三般若,般若,梵若,梵若,梵若,亦为智慧。 又作三种般若。 指识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 大乘义章卷十一句大智度论,例三种般若一,即,一,文字虽非般若,但为全解般若之方便,又能生起般若,故称文字般若。 即指诸不般若经。 二,观照,为慧心见达致用,其体即为般若,故称观照般若。 三,时相,为观照所知之境界,其体虽非般若,而能生起般若,故称时相般若。 三般若中,文字,时相二者为般若之法,并非即是般若,观照则为般若之体。 据碧言录第九十六则载,时相般若即为真智,观照般若即为真净,文字般若即为能全之文字。 又此三般若加境界般若,卷属般若,称为五种般若。 此外,又有以文字般若称为方便般若者。 金刚般若经书,大品经义书卷一,般若心经略书,三论玄义,指观浮行传红诀卷三之一,指时相般若,观照般若,方便般若。 据金光明经玄义卷上,金光明玄义十一计卷二所在,般若乃原常之大觉,此一觉有三种的,即,一,时相般若,为般若之理体。 乃众生所本具,非计非照,离一切虚妄之相,为般若之实性。 即一切种智。 二,观照般若,为观照十相之实智。 为观照之德,非照而照,了法无相,称为观照。 即一切智。 三,方便般若,为分别诸法之全智。 为方便之德,非济而济,善巧分别诸法,称为方便。 即到种智。 盖此说未方便,观照,十相三者即是般若,乃性宗之乙。 P603 三草二木,以草木之大小欲显根性之不同。 三草,即小药草,中药草,大药草,二木,即小树,大树。 法华经药草玉品,大九,二灵上,或处仁天,转轮圣王,是范诸王,是小药草,知无漏法,能得涅槃,起六神通,即得三明,独处山林,长行禅定,的圆绝阵,是中药草。 求是尊处,我当作佛,行经禁定,是上药草。 幼诸佛子,专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决定无疑,是明小树,安住神通,转步退伦,度无量一百千众生,如是菩萨,名为大树。 盖佛之说教虽平等一位,随众生根性而所受不同,亦如草木之所并各异。 有关三草二目之配是,亦说书多。 至亦以之配七方便,依序欲止人天成,二圣,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菩萨,如是五圣各各随分受润。 亏姬则反之,为三草无成佛种子,分别欲显无种性,身文种性,圆觉种性,二目得以成佛,分别欲显不定种性,菩萨种性。 亦即至已以三草二目表示十界阶的成佛之争取,亏姬则以之彰显无性个别之要指。 法华经义记卷六,法华经玄义卷四下,法华文句卷七上,法华义书卷八,法华玄赞卷七,P603。 三退,身文,圆觉,佛等功德之退师有如下三类,一,以德退,又作以德法退。 为圣人以断除祸种,退起现前而施诸功德,起身烦恼。 二,为德退,又作为德法退。 为上位正的殊胜功德。 三,受用退,又称习行法退。 为以德之殊胜功德,于受用之时不限在前。 此三退中,佛为有受用退,原觉,不动罗汉有为德退即受用退,以有利根之故摩以德退,其余退法,思法,护法,安住法,堪达法等五种罗汉有顿根,故三退皆具。 巨射论卷二十五,余家诗的论卷六十二,巨射论诵书卷二十五,余家论记卷十七,巨射光记卷二十五,P六百零四。 三退区,又作三种退区。 乃菩萨五位中,于第一滋量位之间可能产生之三种退区心,需以三世磨练其心,使其正修勇猛不退。 即,一,菩提广大区,无上菩提广大深远,菩萨闻而身退区之心,需思他人以正的菩提而磨练自心。 二,万行难修区,不失等波罗密,修之圣难,菩萨闻而身退区之心,需审己初心以磨练自心。 三,转一难正区,转返恼一菩提,转生死一涅槃及其难症,菩萨闻而身退区之心,需思列善因及的妙果以磨练自心。 成为十论卷九,P六百零四。 三甲施射,略称三甲。 班若经所立之三种甲。 甲施射,范语projecti。 又作三射题,三波罗射题。 即,一,法甲,法,紫色心等法,其法自性本来虚假不实,故称法甲。 诸法乃因缘所生而无实性,是为自性甲。 二,寿甲,总法含寿别法而成一体,如含寿四大而成草木,懒五蕴而成众生,即懒别位总,故称寿甲。 三,明甲,明即一切诸法之明,由法一想而甲施射者,故称明甲。 一,关入破浅之次第,于三甲中先破明甲,四破寿甲,后破法甲,正入诸法之石箱,即为真空。 大品般若经卷二十三,大智度论卷四十一,大臣一张卷一大臣玄论卷一臣十论甲,明相品所立之三甲,即,一,应成甲,一切有为法乃因缘所成,故称为甲。 二,相续甲,众生心时念念相续,前念寂灭,后念复生。 三,了此相续,本无实体,故称为甲。 三,相代甲,一切诸法各有对待,如对长说短,对短说长,对无说有,对有说无,大小,多少,强弱亦富如是。 了此一切对待之法,本无实体,故称为甲。 又巨成为时论卷八所载巨集,相续,分为三甲,如平盆,有情等乃多法一时所集成,能及虽实,所成是甲,称为巨集甲,相当于上纪之因成甲,如过去,未来等是因果于多法多时上利益甲法,称为相续甲,与上纪之相续甲同,如不相应形法于一法一时。 时尚利益甲法,称为分为甲,相当于上纪之相代甲。 人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上教画品,成为时论数纪卷九,成为时论了一灯卷六末,磨喝止观卷五,止观浮行传红绝卷五之五, 大臣一张卷一大臣玄论卷一依三无性之意,五蕴,十二因缘各具分别,依他,真实三甲,即,受苦受乐为分别甲,分别之体由因缘而生,乃由因生果,是为依他甲,如如第一异地则是真实甲。 十八空论,批六百零四。 三甲官,为人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上续品所皆举之三种甲官之名,天台宗乃尽一部权势之,即,一,法甲虚实观,为色因之法。 二,受甲虚实观,为受,想,行,识之四因。 三,明甲虚实观,为法,受二种。 此三者自识无体,依他方有,故称为甲。 又亦虚亦实,相形而不得称,三者皆虚,凡夫畏畏实,智者亦为虚,实即虚,故称虚实,此为通教之意。 若依别教之意,则三甲之中,各有三官,法即虚,是空官,甲即实,是甲官,官之一字,是未中官。 空甲是方便道,故不立官之名,入于中道,故独称为官。 受甲即明甲依此可解。 若依原教之意,三法即空即甲即中,双兆双亡。 仁王经和书卷上,P605。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凡三卷。 日僧宁然转于印长元年,1311。 乃连更印,中、日三国,略数各宗传播之佛教通史。 上卷略举印度佛法传通概况,次列我国皮坛,陈时,戒律等十三宗,中、下二卷叙述流传日本之三论,法乡,华言等诸宗。 诸宗章书录卷2,P605。 三国传记,凡十二卷。 日僧玄动传。 经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卷148。 本书横更印,中、日三国,广路佛教各种因缘杂事,著名史实,真奇传说等, 起自释迦如来出世,孔子出生,圣德太子诞生等,总计357条。 P605。 三国仪式,凡五卷。 高丽森亦然,1206、1289,转。 经收于大镇藏第49册。 为记录朝鲜三国,新罗,高沟栗,百计,所传遗文一世之史书。 在本书者成百五十年前,已有,三国史记,行事,本书系记录三国史记所遗漏之济世及古代传承等而成。 内涵丰富之佛教史料,新罗古代歌谣,谈军说话,驾落之开国传说等,凡五卷九门。 卷首有三国年表,卷一为记役第一,卷二为卷一之续篇,卷三有心法第三,塔相第四,卷四为一解第五,卷五有神咒第六,感通第七,碧影第八,孝善第九。 本书为朝鲜古代史与佛教史重要史料之一,其分科体力细受我国梁高僧传之影响。 P606 三密,泛语,其密之三叶,即深密,泛KR,KR,口密,泛FG,KR,易密,泛Mano,KR。 口密又称为雨密,易密又称为心密。 主要为密教所用。 一,依显教之解释,不能以凡律策德之佛之三叶,称为三密。 据大制度论卷实在,一,深密,如来处大会中,众见佛之身色及身长不同,乃至现大神变,皆不可思议。 二,与密,佛说法时,或一礼,或十礼,或百千万礼外皆的闻佛音声。 又于同一会中,或闻说不失,或闻说持戒等,各个随心所闻,皆不可思议。 三,易密,佛长处既定,凡所思为观察,皆不可思议。 二,密教以佛之三叶属体,像,用三大中之用大,真如之作用,其作用甚深为细,为凡律所不及,等绝实的义不能见闻,故称三密,与众生之三叶相应,能成就不思议之业用。 众生之三叶非但弃合佛之三叶,且含设于其中,又众生心中隐秘之本性同于佛之三密,即众生三叶之实相皆是六大法性之作用,与佛之三叶相同,故意称三密。 众生之三密中,行者手作本尊之应器,乃至行、住、坐、卧等一切事业,皆称生密。 行者口诵真言,乃至一切言语等口业,皆称与密。 行者心观本尊,乃至随是其念一切事业,皆称义密。 众生之三叶相应于佛之三密,称为三密用大,与六大体大,四慢相大,合称三大。 佛之三密变满宇宙,具体而言则有四种曼陀罗生,其中相好具足之大曼陀罗及如来之生密,三昧耶曼陀罗以密应及种种标志表示本事, 未如来之以密,法曼陀罗是种子,真言,陀罗尼等言教,未如来之与密,结磨曼陀罗通于以上三曼陀罗,故通三密。 佑佛部,莲华部,金刚部依序配于生,与,亦三密。 佑三密有有相,无相二种,一,有相三密,佛与众生互融,入于瑜伽境界,众生生结应,生密,口诵真言,口密,一观本尊,一密,此即有相三密。 二,无相三密,众生所有生,与之行为,内心所思考者皆为三密,此即无相三密。 基于有相三密,佛之三密加互设持在众生之三叶上,称为三密加持。 佛之三密与众生之三密相应融合,称为三密相应,三密于加。 令如行者与本尊一体化,当生即可成佛,称为即生成佛。 清净三叶之观法,称为三密观,又作三金刚观,三金观,三欧观,即在身,口,亦三畜观,欧,自,此乃观象征五至之五谷金刚处,以清净三叶罪障之观法。 此外,三密有四重之本末,第一重,亦密之德显了,是未本,生,口二密随观心,成本尊之所作,是未末。 第二重,三密皆同至第一十纪妙集之境,故平等而无本末之分。 第三重,由因至果以亦为本,佛果之正为以身相为本,果后之方便以言说为本,故三密互有本末。 第四重,身世体,为佛部,故为本,与,亦世相用,为莲华,金刚二部,故为末。 关于三密与六大,四漫之关系,有痕,数二亦。 就数亦而言,六大之中,地,水,火三大为生密,风,空二大为雨密,十大为亦密。 在四漫之中,自,应,行刺地为雨,生,亦三密。 就恒意而言,一切显色为生密,一切因生为雨密,一切理去为亦密。 依此恒,数二亦,在三密之中设体相,故四漫,六大为系法体,乃至少分如灵虚,亦无非业用,三密之义法的设境重得,故三密即大日如来。 大宝基金卷十密金刚历世会,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一菩提心论,大日经书卷一,十注心论卷十,便显密二教论卷下,大日经开提,五轮九字明密密室,即生成佛意,P606。 三密加持,指佛陀三密之加持。 三密,即生密,口密,与密,亦密。 众生修行三密时,其生口意三叶受到佛陀三密之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合无间,三密于家,则有不可思议之功能产生,此生即可成佛。 此时,有一种超乎人类之力量显现,此种相应而且得到感应之事,称为加持。 盖旧差别门而言,众生所起之三密源于妄想,以三毒畏体,而易于佛界之三密,然若具平等门而言,以佛眼观之,则众生之三密与诸佛之三密平等无异。 故行者之三密若与本尊之三密相互加持,则可肃及成就大西地。 又此三密相应之果,称为三法道界。 大日经卷七,菩提心论,大日经书卷一,即生成佛意,P607,三密用大,三密,指生密,与密,易密。 三密之作用便于法界,该通宇宙万有,故称三密用大。 即众生之三密相应于佛之三密,无格无别,彼此不耳。 此理非凡夫所能了解,须经修持后,方能体悟,故称之为密。 如来因三密而成就清净功德,一切山河大地法界体相,均是如来清净法身,应众生不知,故称身密。 一切因身,皆是如来说法语言,应众生不知,故称与密。 十大周辩法界,如来摩索不知,摩索不小,而众生不知,故称亦密。 密宗之修行者,即即解手应功德力,将自己之身业转成如来之身密, 即持咒功德力,将自己与业转成如来之与密, 即观想本尊之功德力,将自己之意业转成如来之异密。 即三密加持之作用,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国土可成净土。 在三密加持下,令众生均能圆满具足如来智慧德相, 成就即生成佛之妙行,显示众生本觉之果德。 参阅,三密,六百零六,批六百零七,三密官,又作三金刚官,三金官,三欧官。 密教用以灭除生口亦三叶之最构,显现诸尊功德之修法。 其行法之次第,先者作图乡,行护身法之前,行莲华和掌,鱼掌,舌,心三处观想月轮, 于月轮上有八叶莲华,赋于其上观想金刚种子之欧字,赋观想欧字变成表示五智之五谷金刚处, 以之断除生口亦之烦恼不尽。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以金刚鼎于家他画自在天理去会普贤修行念诵仪轨, 圣如一轮观自在菩萨念诵次第,P608。 三季末,为生季末,与季末,义季末,义季末之总称。 季末,泛语,义季末,义季末,义季,义季末,义季末,义季末靖。 又作三季末, 三季末即身,雨,义等三烦恼永远即灭之状态。 据舍论卷十六位 吴学及阿罗汉之生业称为生慕尼 与业称为宇慕尼 而吴学之义 新王称为义慕尼 然不以私心所知义业为义慕尼 即义门族论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117 顺正理论卷41 据舍论光纪卷16 P608 三崎梁州 1921 日本佛教学者 早到田大学文学部毕业 于该校任教多年 主要研究佛教史 东亚哲学等 先后发表天台密教与真言密教 佛鼎系的密教 唐代密教史的观点等 P608 三常 指佛身三种常住 即 一 本性常 又做自性常 宁然常 指一切诸法之自性身 其身常住 必定无漏 二 不断常 又做无漸常 指一切诸佛之受用身 其身常住 横受法乐 无有间断 三 相续常 指一切诸佛之变化身 其身常住 每以复现 无有穷尽 佛的经论卷七 大二六 三二六中 常有三种 中略 如是法身 虽离一切分别细论 而无身灭 故说明常 二身 虽有念念 身灭 而一 常身 无间断 故 横相续 故说明为常 成为时论卷时 大三一 五七下 清静法界无身 无灭 性无便意 故说未常 似至心品 所依常故 无断禁故 亦说未常 非自性常 从因生故 生者归灭 一向济故 不见色心 非无常故 然似至品 由本愿力所化有情 无尽其故 穷未来计 无断无尽 故无断未不断常 即自他受用之报身 无尽未相续常 即化身 此为法相宗之意 然法性宗未自受用身 以解脱三种生死 不生不灭 而未自性常 对此说法 道义之为时 论书意运中 为佛之色 身并非自性常 应有身灭 故与其他有情 之色 身相同 又怀感之事 净土群 一论卷二则 以自性常 作为宁然常 而论三常 大四七 三八上 虽各明常 亦有差别 以后二身 从身 因身 班若论说 暴化二身 身因身 故 诸所作皆是无常 若是宁然 应同法 身了 因所证 又应非 因 亦无原律言 说动作 以此众多 亦力推之 非宁然常也 唐书设大臣论 是卷十 成为十论数记卷十本 华言五教章卷二 批六百零八 三从 古代女子一生中所应恪守 尊从之三项得目 即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又坐三丈 三格 三间 女子又于三从 遂令终身难得自由 故以知比喻佛道修行中 尽欲知困顿 而与五丈并称五丈三从 以表女子之列击 超日明三妹经卷下 大一五 五四一中 女友三是格 五是爱 何谓三 少至父母 出嫁至夫 不得自由 常大难子 世卫三 欲耶女经 贤鱼经卷四 无量寿经事 大藏法术卷十六 参阅 五丈 一千一百九十四 批六百零九 三教 将佛一代之圣教判别为三类 此种叛教圣行于南北朝以后 南北通用之顿教 建教 不定教等化于三教 一 顿教 只不循顺序次第 其使及说幽生教法之教 如华严经 二 建教 指由浅入身 由小至大 循序建境之教法 如阿含经 班若经 涅槃经 等 三 不定教 右坐偏方不定教 无方教 射盾 建 随机随时应变之教法 如圣瞒经 金光明经 以上之建教 附有其教法层次 故产生三十教 四十教 五十教之桌 虎丘山及法师及分之为三教 未自佛成道至十二年之中 讲说诸法之有之道 称为有相教 如阿含经 十二年后至法华时之中 讲说诸法皆空之指 为无相教 最后于双树灵之时 有无双照 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产提亦可作佛 称为常住教 宗爱法师父于无相 常住之间加上同归教 而成四教 庄严四之身 明义同此主张 道场四会观 定灵四身柔 谢四会四等 更于无相 同归之间加上 包扁一扬教 如敬明 思义等经 而成无教 至于不定教 则至已分之为显露不定 秘密不定二种 而各简称为不定教 秘密教 加上顿 见二教 虽成化一四教 实则仍不出顿见不定三教 又法华玄一卷时 虽宰称此三教南北通用 孔系将南诸师所立 故又有 南中三教 之称 其中 顿见二教乃会观守立 为其说法起源甚早 至于不定教 则系后人添加 首唱者不详 大品经游义 极藏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卷一 法华玄义是千讲义卷时 会成 大乘义章卷一 三论玄义 北魏会光 是称光统律师 所立之建教 顿教 圆教 又称光统三教 一 建教 为根基为守者 按浅身顺序说教 如先说无常 后说常 先说空 后说不空 二 顿教 为立根者 于义法门 具说常无常 空不空 三 圆教 为上真佛 敬者说如来之 无碍解脱 就敬果海 圆及秘密等 自在法门 如华严经 即是 立华严经 为原教 即以会光位 薄时 华严经 探玄义卷一 华严经 书超玄 谈卷四 华严经 搜玄义卷一本 华严五 教章卷一 的论宗 所立之立相教 舍相教 显真实教 一 立相教 为二圣之人 所说有相之教 二 舍相教 大品等经 广名无相之理 故称舍相 三 显真实教 华严等经 显世真实 故称显真实教 此说创于 会光之后 大臣玄论卷五 南山道 宣所立之姓空教 相空教 为十元教 一 信空教 诸法信空无我 以此礼照心 是位小臣 二 相空教 诸法本相是空 为情望见 以此礼照用 为小菩萨 属大臣浅教 如班若经等 三 为十元教 诸法外臣本无 实为有实 此礼生庙 为义原之 悉设一切大臣生意 如华严 法华 伦家等经 设大臣等 论均属之 以上 前二者为全教 后者是十教 又依此三教 而立之三官称姓空官 相空官 为十官 四分律 三反 不阙 行事超卷中 四颤六 具法篇 四分律 行事超 资 持继卷中 四之三 八宗 刚要卷上 宋代赞宁 所立之 显教 密教 心教 一 显教 指诸臣之 经律论等 以家 业魔 藤位 十足 二 密教 指于家 灌顶 五步 护魔 三密 曼拿 轮法等 以金刚智 位始祖 三 心教 指指指人心 见性成佛之禅法 以菩提达魔 位始祖 宋高僧传卷三 真第三藏一 金光明经 和布金光明经 卷二 业障品 等所立之 转法轮 照法轮 持法轮 佛成道后 七年终于 陆也愿讲说 四帝之离 称为 转法轮 七年后 在舍卫国 说班若等 以空照有 此时 具有转 照二轮 三十年后 入涅槃前 在 毗舍离国 为珍常之菩萨 说解解经 等 空有双照 此时 具有转 照 持三轮 此为 真帝 解解经 书之说 出于原策之解深密经书卷五 华言经书卷一 又解深密经书卷五载 真帝之部宗义论纪立小臣法轮 大臣法轮 一臣法轮等三教 出法轮即三藏教 景止小臣 即阿含经 第二法轮通于大小二圣 即涅槃经 第三法轮 第三法轮 谨止大臣 即华言 班若等经 此为转 照 持三法轮之别说 家乡四 即藏所立之根本法轮 之末法轮 摄末归本法轮 一 根本法轮 止华言经 此经乃佛成道最初所说 二 知末法轮 即为小臣等候所说之经 三 摄末归本法轮 止法华经 此经乃佛成道四十年后 说会三归一之礼 参阅 三转法轮 六百九十四 唐代玄藏所立之有教 空教 中道教 为法乡宗之教判 一 有教 初识于陆院等处转小臣四地之法轮 说 我空法有 之指 二 空教 第二识于灵旧山等说诸不斑若 术 诸法皆空 之指 三 中道教 第三识说 深密等经 破有 空二指 而明中道之指 华言五教章中则以词三识分别位转 照 尺等三法轮 右依华言经探玄记卷一载 印度界贤论失利第一识 人空法有 有教 第二识 诸法皆空 空教 第三识 非有非空 中道教 与玄藏所立三教之内容相同 启信论义继续参阅三法轮 五百七十三 三十教 五百九十六 印度至光论失一般若经 中观论等历三十教 以第三之无相大成为了一教 为佛出十余路也愿为诸小根说四弟等小臣之法 明 心境具有 之指 第二识中 为中根者说法相大成 明 敬空心有为识 之理 第三识 为上根说无相大成 明 心境具空 平等一味 之意 及般若等之意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起信论义继续 除以上九种就佛法内容而叛教外 我国一常以佛 如 道并称三教 日本则是佛教 神道教 儒教并称三教 此三教在中日历史上曾有混同之现象 然同时亦有彼此排斥之势力 参阅 三教论衡 612 P609 三教平心论 凡二卷 原代流密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作者已如是道三教之论真 千百年来 是非芬然 故特者此论已明辨之 初言三教皆为止恶行善之法 而佛以至心 道以至身 如以至事 不可偏废 四言三教之极功 结果 有浅身之不同 故教有广辖 久敬之别 以如道二教为世间法 佛教则始于世间法 终于出世间法 后则立伯唐之父义 韩月之说 又举出诵之成名道 朱熹 张衡渠 陈一川等之主张 而论破之 P611 三教只规 凡三卷 日森空海传 书中主张出家 乃为真正中孝之道 并评及如道 佛三教之幽烈 住者十八岁时 所传之稿本 原名为龙骨指规 高野山藏有其清笔写本 至二十四岁时 修定为经名 全书主要内容为 归毛先生论说如道 虚王隐士论说道教 假明起而论说 佛教之修行 书中辞早丰富华丽 以四六篇立体之汉文写成 P612 三教搜神大拳 凡七卷 位如 是道三教之神像 或圣像之画集 卷一手载如 是道三教元流 全书记收御皇上帝 西月神 昭灵侯 武温使者 党元帅 佛陀耶舍禅师 本境禅师等神号 一百二十余 本书约成于明代 永乐年间 一千四百零二 一千四百二十四 以后 作者不详 据宗教研究之价值 一说本书及原版画像 搜神广迹 或据该书增益 凡可而成 P六百一十二 三教徒 又作三教圣人图 三圣图 即将孔子 世家 老子三圣人之相 会于一图之中 以此表示如 佛 道三教之会合 另有以佛印禅师 苏东坡 黄鲁直等三人代表佛 如 道三教之图像 盖三教一致之思想 自古及盛行我国 中唐以后更为禅徒所系 唐代之孙位 宋代之马远 陈清波 王奇汉 许道宁等级好 苗词三圣像 便为陆卷二 禅宗正脉卷十六 山房杂禄 参阅 三酸图 六百六十六 P六百一十二 三教论衡 指如 是 道三教之论证 盖如道二教 原系我国 故有宗教 佛教则传自印度 不论思想信仰或以理习惯方面 均有极大之差异 故三教之间长起教义 以理上之论证 据汉法本内传所在 后汉明帝时 道氏主善性 常与家业魔腾 主法兰二人于洛阳白马寺外 变法 中为魔腾所扶 此盖后世所捏造 三国时代 吴之康僧会对孙昊达辩周 孔善恶报应之说略显 而为世教方尽并尽 曹植亦曾作辩道论 以驳斥道教不老不死之说 凡此皆属早期之三教论痕 西静时 王福与伯远论道 佛之幽劣以此屈而为作老子 华胡经邦佛 其后佛徒乃作清静法行经以仇之 东静时 孙圣以佛入如 作 圣贤同鬼老丹非大贤论 即 老子疑问返训 以赤道教 又罗涵君章 庐山会远各作根深论 行尽神不灭论 共论神时之不灭 孙厕 慧远各作遇道论 明报应论 以说因果应之 不忘此外 慧远并者 沙门不敬王者论 沙门坦福论 以明佛教理 一意与我国传统之志 对此 何无记作 难坦福论 以难破慧远之说 留宋时代 正道子 曾含有 寿灭论 慧灵有 白黑论 何成天则作 达信论 主张神灭 天命以傍佛教 慧远门仁宗秉 作明佛论 严严之作 适何衡阳达信论 刘少福作 达何成天 等破何成天之说 道士 欢作 一下论 为佛法 为以敌之法 对此 僧少知 正二教论 谢正知 与顾道士 达下论 会通 伯 顾道士 达下论 等君予以伯斥 萧 其时代 张荣作 门律 唱道佛二 一致 周虞 十语之愁唱 梦景 一致 正一论 以赞张士 之论 达范整 在唱 神论 否定因果报应 对此 肖称出 难神灭论 以对之 而神灭不灭之论 正达于高潮 梁武 第几主张 神不灭论 北魏太武帝 深信道教 以道士 寇千知等言 于太平真君七年 四百四十六 行排佛政策 闻成第十佛教史复兴 北齐文宣第十常令 佛道变法而排斥道教 至北欧五帝 荣道士张兵 魏元松之言 于天和四年 五百六十九 世道佛二教之徒 论其优劣 且命历代 佛真鸾详定 佛道二教之优劣 如真鸾者 孝道论 以辩道教之伪 又道安 二教论 以抨击道教 即至建德三年 五百七十四 仁赤废道佛二教 但是废佛教 以历道教 唐心 以理性之故 众道教 更与佛教律有冲突 出唐之三教谈论 多谓 十至上之谈论 高祖武德四年 六百二十一 一说七年 道士太史 复义上 简审斯塔森 一国立明事十一条 痛论森 尼斯塔之弊 法灵 李之正乃 作 破邪论 内德论 明朵 绝对复义废佛法森士 以破复式之说 太宗征观十三年 六百三十九 继九孔颖达 沙门慧静 道士蔡晃等 于洪文殿谈论三角 高宗时以道教为国教 追世老子为 元元皇帝 一时道教士圣 且多剽窃佛教教理 而作伪经 至灵德元年 六百六十四 道士上表陈述到 经之伪旺 总章元年 六百六十八 乃有诏论老子化 胡经真伪之事 然其事未及被禁断 幼四圣八年 六百九十一 森尼之位自恢复森先道后 两教分正之原因 因由世德已缓和 真元十二年 七百十六 徐黛与沙门谈言 道士阁参臣等人 在灵德殿奖论三角 一年 左阶森氏端辅入内殿奖论 如道 四子方袍 从玄宗至文宗其间 湛然以儒家出身 弘扬天台教官 门人儒者良悟者指官统立 成官论华言之类 为同礼作复信书 彩大臣起信 原觉冷言之说 而为宋儒之先驱 现宗时 韩玉作原道 原人等 论到佛之壁 右上 论佛古表 及与孟简书 来排及佛教 对此 孟简乙 论一下 及 因果报应 筹答韩事 归宗宗密者原人论 赤破如道 二教之弥直 并产入周易 真如原启之关系 慧昌五年 八百四十五 五宗排佛 一时道教是圣 为己 佛寺复兴 此后所谓三教论 正日趋行事化 三教论谈 仅留于朝廷一礼之一 即至宋代 如教博心 采佛教教理会 诚心学之同时 排佛之风一生 如孙泰山之 如汝说 欧阳修之 本论 三篇 十手道之 怪道 胡迎之 崇正辩 李泰伯之 前书 等君主排佛 欧阳修传心唐书 五代史 更删除所有有关佛教之事项 对此 之源于 贤居边 中提倡三教并存不费之说 气松于 辅教边 非函 三篇立主如是一贯之道 张商英传 护法论 伯斥寒 欧之主张 又张仔 二臣 朱熹等 虽提倡排佛论 然其学说取之于佛教者识多 至宋徽宗 崇信道教 崇宁五年 一千一百零六 赤寺院至孔 老相 道士未赐 列在森尼之上 佛典中凡有傍道如之处盖皆焚起 南宋时代 宗稿最先提倡三教荣和之说 孝宗 宗小 刘密 紫臣 智盘 李淳甫等 君有已寄之 歹南宋淳又九年 一千两百四十九 李治总长天下之道教 至佛道二教在湘清亚 吉元氏祖救西藏森巴斯八寿界 道士之凡感义烈 保佑三年 一千两百五十五 道士秋处姬 李治长等导会西京夫子庙 占领梵沙四百余所 至元十八年 一千两百八十一 除道德经外 道藏及有关之印版等因地令而稀烧器 与此同时 王中福 立西成 张宗演各唱全真教 大道教 正义教 狭有大江南北 统一确定道教教会 至明代正统年间 完成道藏之边转 万历年间序入增补完成 道教因而振兴 明太祖常志三教论 世道论 沈世荣 序原教论 姚广孝 道鱼路 屠龙 佛法经汤边 朱虹 资门重行路 智序 周一禅解 四书偶一解 等君主三教条和之说 胡敬斋 王阳明等则 秉如排佛 盖言之 此时如佛二教条和之论教圣 清初 义明传 慧心内吉 等 义唱三教荣慧 此一时期 各教皆丧生气 而沦于为米晨智之事 在日本 有佛教 神道 儒教三教之论痕 由于日本自上古以来 即以神道作为政治与道德之规范 致应神天皇在位 270 309 10 使由阿直齐 王人等自百计传入论语 未如教新学之滥伤 不久佛教义传入而成三教 清明天皇在位 540 570 10 虽有奉似佛像之问题 苏我 悟不二事发生论证 但此后以皇室为首 一般君众神指 同时亦重信如佛二教 后本地锤之说兴起 神佛融合之论 游世盛行 宏明集 梁高森传卷七 广宏明集 归正篇 辩货篇 法义篇 唐护法沙门法灵别传卷上 四四六铁卷八 欧阳修外传 全一卷 日本灵纪宗会训传 乘于演响三年 1746 卫论述如 是 道三教之同意 及诸家诸宗之大义 分总论 杂论 别论三篇 P612 三范 色界四禅天中之初禅天有 范仲 范府 大范等三天 称为三范 大范卫君 范府卫臣 范仲卫明 大日经义士卷七 诸尊要抄卷十二 参月 大范天 850 P615 三条船下七尺丹前 指禅家僧堂内坐禅之床位 其床横三尺 头顶上方有三条船 故称三条船下 于其下坐禅者称为三条船下客 又其床身六尺 称为丹前 板后一尺 合为七尺丹前 因尺度之差 而有六尺丹 五尺丹等 碧言录第25则 大四八 166下 耳珠仁若见得 与莲花丰安主同参 其或未然 三条船下 七尺丹前 试去参详看 见中近国旭登陆西禅 禅图禅师章 P615 三玉 众生心之所欲 一 行貌玉 见端容美貌而生贪者之心 二 姿态玉 见行不禁止 含笑交态等而生爱染之心 三 细处欲 见男女皮肤之细软 滑则而生丹染之心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 大一二 四三四上 菩萨摩赫萨如是观时 身所有骨一切分离 得是观以 极断三欲 世事要懒卷下饮涅盘经所宰出家人所起之三欲 一 二欲 欲为一切大众上手 令一切森随彼 令四众皆公养公敬赞叹 若为说法则皆信寿 又令彼得丰美衣食屋宅等 二 大欲 令四众之彼得出注乃至四无爱至而得利养 三 欲欲 欲生犯天乃至沙利家而得自在 翻译名义集卷三世界篇所宰之三欲 即止欲借之三大欲望 一 饮食欲 凡夫之人鱼种种美味饮食多生贪爱 二 睡眠欲 凡夫之人心多暗赛 不能勤修道业 丹于睡眠 三 盈欲 一切男女互相贪染 起诸欲试 P615 三 清静心 又做三种随顺菩提门法 清静 离构离障之意 只远离障碍菩提之烦恼心 乃一 智慧 慈悲 方便三门而发起之三种清静心 即 一 无染清静心 一 智慧门 不求自乐 远离贪着自身之心 二 安清静心 一 慈悲门 拔除一切众生之苦 远离无安众生之心 三 乐清静心 一 方便门 怜悯一切众生 远离公养公敬自身之心 而令众生的菩提常乐 增进此三种心 即可成就妙月圣真心 往生论 往生论住卷下 往生要及卷中末 P615 三静音 又做生气清静三音 只清静身心之三种音 即 一 身心远离 身不敬恶友 心不起恶念 二 喜足少欲 又称少欲之足 满足献欠之所得 知足 不多贪求 少欲 三 四 圣种 对衣服 饮食 卧具有喜足 知足 知心 而愿修圣道 以断烦恼 即止衣服 喜足圣种 饮食 喜足圣种 卧具 喜足圣种 乐断修圣种 等四种 此四者 未生起 圣道之应重 故称圣种 中阿含金卷二十一 巨舍论卷二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一 皮六百一十六 三 净肉 巨食送绿卷三十七载 有三种肉 并者可食 称为净肉 一 眼不见沙 自眼不见是生物为我而杀 二 耳不闻沙 与可食之人 不闻是生物为我而杀 三 不宜沙 知此处有图家 或有自死之生物 故无为我而杀之嫌 参阅 三不敬肉 五百三十 批六百一十六 三镜头 指森堂坐席前之床 原一池处 其处有三种用途 第一用以制夹杀 第二位斩鱼之处 第三位睡眠时 头锁相之处 以床缘未枕 故称三镜头 赤修百丈 清规卷六日用鬼犯 禅灵象气肩卷一上 批六百一十六 三镜 三镜官 指剑 原 是三镜官 镜官 指以无漏会 官现前之四圣地之理 一 见镜官 系就见地之法而立者 即以无漏智慧 关诸地之境 镜剑分明 二 原县官 系就能愿之法而立者 即无漏智慧 即与其相应之心 心所皆愿四地之境 三 视线官 系就做同一事业之法而立者 即上述能愿与其余具有之道 共戒 即身 助 意 灭等不相应法 同一事业 据摄论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义部宗伦论书记 参阅 现观 四千七百三十一 批六百一十六 三眼 指肉眼 天眼与会眼 一 肉眼 犯MSA CA K S 肉眼能照显露而无有障碍 无障之有见诸色 二 天眼 犯DVR CA KS 天眼能照显露 不显露之有障 无障之有见诸色 三 慧眼 犯PROCH CA KS 慧眼能照一切种 弱色 非色等所有诸法 长阿含金卷八 瑜伽诗的论卷十四 巨舍论卷一 参阅 五眼 一千一百五十一 批六百一十六 三粗重 又作三粗重 指每一阿森指节次第所断之皮粗重 夫粗重 骨粗重三种习气 此三种习气乃烦恼 所知二丈之种子所隐无堪人之性 故又称三丈 三烦恼 皮粗重 又作皮障 皮过 皮烦恼 肤粗重 又作肤障 肤过 肉烦恼 肉粗重 骨粗重 又作骨障 骨过 心烦恼 食粗重 据于家师的论卷四十八等所在 若经三无数大节之食量 则能断除一切烦恼账品 所知账品 所有之粗重 于三柱中可断烦恼账品 所有之粗重 急于 急欢喜住 中 一切恶趣诸烦恼品 所有之粗重 皆稀永断 一切上中之诸烦恼品 皆不现行 于 无家行 无功用 无相助 之中 一切能障一向清净 无身法忍之诸烦恼品 所有之粗重 皆稀永断 一切烦恼皆不现前 于 最上尘满菩萨注 之中 一切烦恼习气随眠障 障碍兮皆永断 入于如来注 至于所知账品 所有之粗重 则有 脾粗重 肤粗重 骨粗重 三种 此三者亦可于上述三柱 中断除 急于 急欢喜住 中断除脾粗重 于 无家行 无功用 无相助 中断除 肤粗重 于 如来的 即最上尘满菩萨注 中断除 骨粗重 粗重之体性 诸说分语 于 佳师的论卷七十三 以恶趣不乐品味 皮粗重 即由断除 皮粗重 而不枉恶趣 修加行十 不为 不乐之所建杂 烦恼 障品味 肤粗重 即由断除 肤粗重 之故 一切种之 即维系 烦恼不现行 然为永断 一切随眠 所知 障品 为心粗重 即由断除 心粗重 之故 永断一切 所有随眠 便于一切 所知之境界 而无障碍 至自在而转 一切 一切以第二支 肤粗重 属烦恼 障 第三支 心粗重 即骨粗重 属所知 障 而以第一支 皮粗重 总含二障 成为 时论了 一灯卷七 莫 则 以烦恼 所知二障 各有皮 肤 骨三种 粗重 而宗 论之 解身 密经 卷四 解身 密经 书 卷九 成为 时论数 记卷九 莫 卷十 莫 大臣 一张 卷五 本 华严 金 孔 目 张 卷三 大臣 法院 一灵 张 卷一 莫 P616 三系 六粗 语出 大臣 起信 论 根本无名 启动 真如 现出 生灭 流转 之 妄法 迷之 现象 其相 状有 三系 与六粗 九 相 之别 系者 无心 亡 与心 所 之分 其相 为系 难测 粗者 心 亡 与心 所 相 应 其 作用 之相 粗显 三系 即 一 无名 夜相 略称 夜相 只从 真 启望 的 出 动 之相 即 由 根本 无名 启动 真如 之 最初 状态 乃之 莫无名 中之 第一相 此相 尚未能 区别 主客 之状态 二 能 见相 又 称 见相 只 见出 动 之相 又 称 转相 一 出 动 夜时 转成 能 见 之相 此系 依前 数 无名 夜相 所起而 认识 对相 之 心 主 官 三 境界相 又称 现象 境相 由前 转相 而望 现境界 之相 盖能 见相 即起 则同时 望 现此 认识 对相 客观 六 粗集 一 至相 依境界 相望 起分别 染境 于境境 则爱 于染境 则不 爱 称为 至相 二 相 相 相 一 至相 分别 于爱 尽则 生 乐 于不 爱 尽则 生 苦 决心 起念 相应 不断 称为 相 叙相 三 直取 相 依前 之相 叙相 原念 苦乐 等尽 兴起 执着 称为 直取 相 四 寄明 子 相 依前 之 直取 相 分别 假名 言 说 之相 称为 寄明 子 相 五 起 业 香 依前 之 寄明 子 香 直取 生 者 造 种 种 叶 称为 起 业 相 六 叶系 苦 相 细于 善恶 诸 叶 有生 死 逼迫 之 苦 不得 自在 称为 叶系 苦 相 于此 若由 细 相 进入 粗 相 即 由 不 相 应 心 之 阿赖 耶 十 未 进入 相 应 心 之 六 十 未 迷之 世界 乃随之 展开 事故 若欲抵达物 境 需由 粗 相 向 细 相 迈入 凡夫 之 境 界 未 粗 中 之 粗 六 粗 后 四 相 菩萨 之境 界 未 粗 中 之 粗 前 二 相 即 细 中 之 粗 三 后 二 相 佛 之境 界 则是 细 中 之 细 无 明 夜 相 此外 若以 三 细 六 粗 配 五 意 则 三 细 依 配 夜 时 转 时 现 时 至 相 配 至 时 相 相 配 相 蓄 时 若以 之 配 六 染 心 则 三 细 相应染 不断 相应染 直取 相及 即 名字 相配 直 相应染 若以 之 配 四 相 则 业 相配 深 相 能 见 境界 至 相 序 等 相 配 住 相 直取 即 名字 等 相 配 异 相 其 业 相 配 滅相 是 摩合 言论 卷四 大臣 其 信 论 一 书 卷上 之下 其 信 论 . 书卷上 大臣其信论 议计卷中本 P617 三 庄严 指示 法 人之三种 庄严 即 一 是 庄严 指色 身 香 味 等 事物 二 法 庄严 指 种种 圣妙 之 法 因 三 人 庄严 指 菩萨 身 文 等 大臣 一 章卷 十九 大四四 八三五下 此二土 真印 体 庄严 敬者 是其土香 梵论有三 一人庄严 圣善众生 居住其中 土明敬 以下五住处 众生 敬者 及其一也 二 法庄严 据诸佛法 其土明敬 故地论言 人及诸法庄严 三 三 是庄严 五 欲 书 庄 此三 种中 的经篇说 一是庄严 为庄严 敬 此中有三 一 神通 庄严 一切境界 变现无碍 二 光明 庄严 常有光明 灭除暗明 三 香 庄严 重宝 庄 世 大 哀 精卷 二 大 楼 探 精卷 一 大 制度 论 卷 五 大唐 西 玉 记 卷 二 法华 经 玄 赞 卷 八 批 六百 一十八 三 处入法界 法界 指常住不变 亦如平等 既 敬 甚至 知 境界 亦即 指一切 众生 本有之心 与诸佛 所正 平等 之理 菩萨之根 为下根菩萨致出的知慰震入法界之理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卷七 P六百一十八 三处不转法轮 为不为执着于我慢 五欲 协剑之三类人眼说教法 此三类人自幼于我慢 五欲 协剑之中犹如居处于高山 于你 丑陵中 故称三处 即 一 我慢高山 为凡夫及外道我慢贡高 如山俊耸 虽闻正法 非为不幸 父有棒法之过 招感恶报 故不为转法轮 二 五欲淤泥 为凡夫贪着色 深 香 为处五欲之境 沉溺污秽 如在淤泥 不能受法 故不为转法轮 三 协剑丑灵 为外道凡夫指种种协剑 如丑灵茂密 于正法不能信受 故不为转法轮 P六百一十八 三处木叉 指护持身 口 亦三处之界 木叉 为波罗提木叉 泛 Pratimachy 之略称 亦亦作别解脱 即制舍非恶之界法 即 一 深处木叉 如结身 时时 清静自活 不参与世事 不通知使命 二 口处木叉 如不宇宙术 先要 或不接近族性 解好贵人 清后教者 三 亦处木叉 如当自端心正念求度 供养之量之足 不得包藏瑕疵 显异或重 佛锤班涅盘略说教戒经 一教经论 参阅 波罗提木叉 三千四百四十四 P六百一十九 三处阿兰若 阿兰若 乃空计 最贤处之意 及距离距落 一具卢舍 及大牛吼身 所不及之处 是宜修行之贤处 一会愿因一卷上之说 阿兰若有如下三种 一 达摩阿兰若 犯达摩阿兰若 达摩 法之意 指诸法本来战绩 无有造作 故称其处为法 阿兰若处 二 摩登加阿兰若 犯MTAGRA 指种坚之处 据村落一具卢舍之处 三 弹陀加阿兰若 犯的AKRA 指杀器之处 十柱皮婆沙论卷十六 指观辅行传红绝卷四之三 悬应应一卷一 参阅 阿兰若 3697 批619 三处传心 禅宗之传说 为释迦牟尼佛于三处传心于大家夜 一于灵山之年花为孝 二于多子塔分半座 三于双灵树下游观中出足 批619 三处 指天台宗修禅观 去魔障所用之内外三种方法 全称内外三处 卫行者于修弊第八观 知赐卫 十 每亿卫内部之逆元 强贼 与外部之顺元 软贼 所扰 至损内得 招名利而自行破败 未防止此顺逆二元之杖 以达于安忍不动之境 遂以内外三处分别对治之 以内三处 即以空 甲 中三观对治内心所起之慢 剑 烦恼等诸魔障 二 外三处 对治外来之名 玉利养诸杖 亦有三法 即 一 对于一切名利 不受不着 二 缩引己得 漏己缺点 三 顿住于万里绝育之地 原顿行者若用此内外三处 安忍于顺 逆二元而不轻动 则能成就十圣观中第九之 能安忍 侧敬五品而得六根清净 磨喝止观卷七 止观浮行传红 绝卷七之四 批六百一十九 三通力 为华严经书卷二十所举之三种神通力 即 一 报的通力 三界诸天皆有五种神通 乃至鬼神亦有小通 虽胜列不同 具能变现无碍 此神通乃有果报自然感的 故称报的通力 二 修得通力 身文 原觉 菩萨由修界定会 功行成就之时 发得六种神通 变现自在 隐显莫测 此神通由修而得 故称修得通力 三 变化通力 诸佛菩萨以神通力 能做种种变现 乃至 献诸生香或胜或裂 献诸国土或晋或慧等 故称变化通力 批六百一十九 三图之川 又坐三图河 三赖川 渡河 藏投河 即一般所谓之奈河经 位于通往明图之图中 相传人死后初七日 必须度过此处 此处有缓及不同之三赖 即山水赖 江深渊 有桥度 由于生前所造业之不同 而度不同之赖 此三赖即称三图 于此河畔有一大树 大树名为伊领树 树上柱有二鬼 即夺伊婆与玄伊翁 专门夺取死者之衣服 而悬挂于伊领树上 由于生前罪过之轻重不同 则树之下垂之高低弯度 亦因之有别 此为十王经所说 然该经被学界推定为维经 故此说并非印度所顾有 P620 三图对三毒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二味 火、刀、血三图配甜、贪、吃三毒 即一、火图对甜分 众生若无慈悲心 常怀甜分 则将赶生地狱到 常味或汤炉炭等热苦所逼 2、刀、图对千贪 众生若无慧失心 常怀千贪 则将赶生恶鬼到 常受刀杖驱逼等苦 3、血图对于吃 众生若无智慧 于吃不了 则将赶生畜生到 强者扶弱 互相吞淡 饮血食肉 P620 三部 密教分胎藏界诸尊位 莲华部、金刚部、佛部 分别表示佛之大悲、大智、大定等三德 盖金刚界以 除葬成生、自受法乐、知行相 故转九十而成五智 乃力五部以定尊位 相对于此 胎藏界则以 化度立身 他受法乐、知行相 开、大定、大智、大悲 等三门以影射众生 故立三部之别以该射诸尊 若以三部配涅槃三德 则莲华部位法身 金刚部位般若 佛部即解脱 1、莲华部 众生本具尽菩提心 清静之理 此理虽经六道四身之界 流转生死之泥中而不染不够 犹如连出污泥 故称连华部 2、金刚部 自心之理存有志 此志虽经无数节而不朽不坏 能破烦恼 其坚固 摧破之二得犹如金刚 故称金刚部 3、佛部 理智具足 绝道圆满 故称佛部 此三部之部母与部主各异 佛部以金刚佛顶位部主 以虚空眼位部母 莲华部以码头观音位部主 以半陀罗附自尼 及白衣观音位部母 金刚部以金刚首位部主 以芒摩基位部母 若就中台八夜院而分别三部 则皮卢遮纳表示总体 故以知为佛部 四行菩萨表示大悲之德 故以知为连华部 四佛表示觉知 故以知为金刚部 或以大日如来为佛部 弥陀为连华部 宝状为金刚部 或以弥陀为连华部 释迦为金刚部 宝状于开夫花摄属佛部 若于第一重中分别三部 则变之院及五大院摄属佛部 观音院摄属连华部 金刚首院摄属金刚部 若就整个曼陀罗而分别三部 则中台八夜院 变之院 世家院 文书院 五大院 虚空藏院 苏西地院摄属佛部 右方之观音院 地藏院摄属连华部 左方之金刚首院 除盖障院 及周围之外金刚部 愿摄属金刚部 若以此三部加上宝部 结魔部 视为五部 金刚界即分五部而立 苏西的杰罗金卷上 陀罗尼珠布药木 大日经书卷五 密藏记 胎藏界曼陀罗超卷下 参阅 五部 1154 胎藏界 3935 P620 三部大法 指金刚界大法 胎藏界大法 与苏西的大法而言 为日本台密特有之说法 东密依金刚顶金 与大日经 仅说金刚界与胎藏界 两部大法 台密则除说至差别 之金刚顶部 与李平等之胎藏部外 又依苏西的经而说理智部 二之苏西的法 故总为三部大法 P621 三部密经 又作真言三部 密密三部 大日三部 乃密教三部经之略称 即大日经 金刚顶经 苏西的经等三部经典 为日本之台密所特众 东密则除去苏西的经 仅用两部大经 参阅 三部经 621 P621 三部甲明钞 樊七卷 经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三册 日僧向阿正贤传 元亨年间 一千三百二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三 陈书 以真如堂等高僧之对话形式 比喻弥陀之慈悲畏父 众生之私慕畏子 通常 日本之假名法语著述 乃针对不通汉字之读者 故大都不加文事 然本书则相反 细以和文撰写 为一文学水准极高之作品 书中古吹净土思想 甚为善巧 P621 三部经 略称三经 为各宗字经典中特别选出三部与其宗艺同性质之经典 最常称者有 一 净土三部经 为无量寿经二卷 观无量寿经一卷 阿弥陀经一卷 又称净土三部妙点 为净土宗所振一之三部要点 二 法华三部经 为无量一经一卷 法华经七卷 观普贤经一卷 法华三部经 亦称最早戏出自天台大师别传 略称郑国三部 三 大日三部经 为大日经七卷 金刚顶经三卷 苏西的经三卷 又称真言三部 秘密三部 为秘教所医用之三部要点 四 弥勒三部经 为上身经一卷 下身经一卷 成佛经一卷 此外 日本佛教界有所谓之 正护国家三部经 执法华经七卷 金光明经十卷 仁王经二卷 弥勒上身经书 选择本愿念佛集 执621 三鸟出网 未形容三圣众生根气各一之辟语 三圣众生脱离忘直羁绊 犹如三种鸟游网中飞出 亦其飞入无烦恼 无障碍之自由世界 彼等所处之环境相同 然因重性不同 各自所感知境界极有益 经以三鸟比喻生闻尘 圆绝尘 菩萨尘等众生 三者皆以脱离烦恼苦境 趋向无畏之解脱境 然由于上 中 下根气之差别 所修得知境界亦各不同 仁王护国班若经书卷二 法华译书卷三 照论 批622 三起经 请参阅无常经 三圣意 法相宗将真谛分为意 德 阵行等三种圣意 妙体离言 超越法相 称为圣意 又作第一意或真谛 乃世俗之对称 即 一 意圣意 意 境界之意 其体位真如 于四种圣意中 设于第四支真圣意 二 得圣意 得 正得之意 其体位断或所显之涅槃 于四种圣意 中 设于第三支正得圣意 三 正行圣意 行 形象之意 其体位行圣境 属无漏制 于四种圣意中 设于第二支道理圣意 辩中编论卷中 成为十论数纪卷九本 参阅 四种圣意 第1814 批622 三圣学 据于佳师的论卷二十八载 能令界定 会三学增圣者 称为三圣学 即 一 增上戒学 为巨族受持大小臣戒 制服过非 成就威仪 于诸戒法而能增胜 二 增上心学 为能舍欲戒诸不善法 得入出禅乃至入地四禅 于诸定心而能增胜 三 增上会学 为于四圣地等法能如实了之 于诸圣会而能增胜 批622 三善之士 修行之人欲得道果 必由教授之士以训会 同行之士以策立 外护之士以滋养 三者具备 方能成就其功 故称善之士 一 教授善之士 即教授之师 其人内外方便 通塞障碍 皆能绝了 二 同行善之士 修行之人互相策发 切磋琢磨 并心其志 如成一传 三 外护善之士 只因力所需以助修行之人 或有外物而能汉语 磨合指观卷四下 P622 三善根 泛与TRI Kuola MLNI 八粒与Ti Kuzala MLNI 只对质三不善根 之三种心所 即 一 无贪善根 泛A Lopha Kuola MLA 又做不贪善根 于无欲之境 不贪不着 不爱不乐 此无贪法 是善种性 能为无量善法之根本 故称无贪善根 二 无贪善根 泛A DVA Kuola MLA 又做不贪善根 于一切众生不身份会 不欲损恼 此无贪法 是善种性 能为无量善法之根本 故称无贪善根 三 无吃善根 泛A Moha Kuola MLA 又做不吃善根 于一切诸法皆昔明了通达 能了知善根 不善根 有罪法 无罪法 应修法 不应修法 此无吃法是善种性 能为无量善法之根本 故称无吃善根 三善根于一心之中 具足可得 通六十极有漏 无漏 便与一切善心相应聚起 而为诸善之根本 大批婆沙论卷一一二更以能生善 养善 增善 常善 义善 持善 广布善法等结为善根之以 常阿含经卷八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据舍论光记卷十六 批六百二十二 三善道 三恶道 之对称 右坐三善去 只由三品善业转身 驱向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等三种善处 法华经玄一卷二下 大三三 六九八下 无名与下品善行和 及其修罗因缘 如画黄色 无名与中品善行和 及其人因缘 如画白色 无名与上品善行和 及其天因缘 如画上上白色 大制度论卷三十 磨合指官卷五上 大乘一张卷八末 翻译名义及卷四 批六百二十三 三报 指三种叶报 及一受报时间之别 将果报分为三种 一 现报 现世所作之善恶业 现身及受善恶报 二 身报 此身所作之善恶业 来身方受善恶之报 三 后报 过去无量身中所作之善恶业 于此身受善恶报 或于未来无量身中方才受善恶报 陈诗论卷八 慈悲水颤法卷中 梁高森传卷六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一 参阅 三页 六百三十八 批六百二十三 三报论 请参阅是三报论 三尊 又作三尊佛 以中尊为主 其左右两侧有其他二尊协士 此源于印度之一光三尊 中尊一般为释迦佛 左要师佛 又弥陀佛 此外又有一佛二菩萨之供奉 如中央为佛 左右为菩萨或明王等 协士 又作协士 家士 一般为菩萨 身闻 天 童子等 古来三尊有一定形式 即释迦佛与家业 阿南二生闻弟子 释迦佛与普贤 文书二菩萨 称谓释迦佛与观世音 大士智二菩萨 称为弥陀三尊 或西方三圣 要师如来与日光 月光二菩萨 称为要师三尊 或要师佛与要王 要上二菩萨 班若菩萨与梵天 帝氏二天 不动明王与智扎家 经杰罗二童子等 邪氏系表示中尊之德 例如观世音表示慈悲 大士智表示智慧 文书表示解 普贤表示行 佑三尊佛像 佑三尊佛像 若在中央安置一光被 则称之为一光三尊 其光被通常以周行光 传后光 之形式表现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 观要王要上二菩萨经 旧华严经卷六十 一切功德庄严王经 大唐西玉记卷八 参阅 光被 两千一百七十九 邪氏 四千两百九十 批六百二十三 三尊来迎 指灵中之计 阿弥陀如来 观音菩萨 世至菩萨前来迎接 即应祈愿献前 皆隐行者至极乐净土 参阅 来迎 三千零四十九 批六百二十四 三祸 又坐三丈 天台宗就戒内 戒外之祸所分之 剑丝 尘杀 无名等三祸 一 剑丝祸 剑祸与私祸之并称 剑祸 乃一根对法成所起之诸携剑 即迷于推度三世道理之烦恼 私祸 乃眼耳鼻舌身五根 贪爱色身香味处五成 而其之想者 即迷于现在是理之烦恼 此剑丝祸 未身闻 原觉 菩萨三圣所共断 故称通祸 由此招感三界之生死 故未界内之祸 须以空观对治之 二 尘杀祸 迷于戒内外横杀尘数之法所起之祸障 称谓尘杀祸 菩萨断除剑丝祸后 义者于空观 而未能进一步了之众生之尘杀祸 即对治教化之方法 故此祸又称者空祸 能妨碍菩萨出甲力身 化度众生 又此祸为菩萨所断 故又称别祸 通于戒内外 须以假观破之 三 无名祸 于一切法魔所明了 故称无名 疾迷于中道第一异地之烦恼 此祸乃叶时之种子 烦恼之根本 身闻 原觉不知其名 属戒外之祸 为在大臣菩萨 定会双修 万行俱足 方断此祸 故又称别祸 须以中观破之 若论断位 则别缘二教不同 一别教之说 实性未能扶住建私祸 初住能断除建祸 七住能断境私祸 八 九 实住能断除戒内之尘杀祸 十行断戒外之尘杀祸 十回向能扶住无名祸 出的以后至妙绝未能断除十二品之无名祸 一元教之说 五品弟子未能扶住五住的之烦恼 十性中之初性未能断除建祸 七性未能断禁私祸 八 九 十性能断除戒内外之尘杀祸 出住以后至妙绝未能断除四十二品之无名祸 十则三或原系一或知粗细分 或体无别 其粗者称为建私 系者称为无名 戒于其间者称为尘杀 事故 所谓断舍 当无前后一时之别 又若以三或对配二账 则建私或相当于烦恼账 尘杀或无名或相当于所知账 磨合指观卷四上卷六上法华经玄义卷五上法华玄义士千卷三下卷四下指观辅行传红诀卷六之三卷七之四四教义卷一四念处卷四为三读之一称及贪欲 田慧 田慧 鱼痴等三种根本之迷惑 P624 三恶 指人之三种恶心 人有此三恶 故圣男家以教化 即 一 心性狠毒笔漏 不能接纳善言 二 气量狭小 常怀疾度 畏惧他人忧甚于己 三 若知他人圣己 此而不加滋问 大法巨陀罗尼金卷一地域 恶鬼 畜生等三恶去之略称 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七 参阅 三恶去 625 P624 三恶行 泛与TRI 与T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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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一切不善之生 与 亦三恶 为 三妙行 之对称 即 一 生恶行 更通加行 根本 后起及其余一切不善之生 业 二 与恶行 更通加行 根本 后起及其余一切不善之羽 业 三 亦恶行 即一切不善之丝 如贪 甜 邪贱等 长阿寒经卷八 即乙门族论卷三 顺正理论卷四十 巨舍论卷十六 P625 三恶去 指地域 恶鬼 畜生三恶去 右坐三恶道 三图 三图 三恶 乃众生造作恶行所感得之世界 即 一 地狱 在地之下 铁围山间 有八寒八热等地狱 造上品实恶者 堕入此去 二 恶鬼 造中品实恶者 堕入此去 其中最重者 积节不闻江水之名 其次者 但似求人兼当敌农写奋会 又其次者 十获一宝 三 畜生 造下品实恶 堕入此去 有披毛带脚 零甲羽毛 四族多族 有族无族 水路空行等 四三恶趣之四地 增义阿含经卷十三 无量寿经卷上 佛的经等列续位地狱 恶鬼 畜生 法华经卷二 大阿弥陀经卷上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等列续位地狱 畜生 恶鬼 一般于大乘佛教之理论中 畜生甚于恶鬼 此因恶鬼系带火而行 受苦甚重 谨小腹大 横幻饥渴 若欲清流 犹如猛火 而畜生到终无此等之事 故胜于恶鬼 又于家论略转卷三载恶鬼有二种 福德之鬼为下品恶业所感 薄福之鬼则是中品恶业所感 增义阿含经卷五 正法念处经卷五至卷二十一 随相论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七 卷十三 批六百二十五 三恶诀 据宗静禄卷八十一载 修定之时 若仅修习是禅 虽约修行 由生下列三种恶诀 即 一 欲诀 凡夫不了五成过患 对顺情之境 起种种贪求而生恶诀 二 慧诀 凡夫不了五成过患 对违情之境 起种种愤怒而生恶诀 三 亥诀 凡夫长起侵害他人之之诀 使田诀增长 无量寿经卷上 批六百二十五 三 至 指大制度论卷八十四 是三会品所说之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一 一切智 即了之一切诸法总相之智 总相即空相 此智乃生文 原觉之智 二 道种智 又做道种会 道相智 即乐之一切诸法别相之智 别相即种种差别之道法 此智乃菩萨之智 三 一切种智 又做一切相智 即通达总相与别相之智 即佛智 天台家认为 此三智 此三智为空 假 中三观所成 即一切智为空观所成 道种智为假观所成 一切种智为中观所成 又一空 假 中三观之义 别利二种三智 即 一 别相三智 别教菩萨次第 修习别相三观 成就一切智 道种智 乃至修习中道观 乐见佛性 成就一切种智 常住涅槃 二 一心三智 不一别相之四地 容三地于一境 即于一心而作三观 故所发之三智 亦于一心中正的 无前后之别 又华言经书卷四亦 举出俗智 真智 中道智三智 其中真智即观照 真地空里之智 相当于一切智 俗智即观照 俗地诸法 差别之智 相当于道种智 中道智 不偏真俗二边 双遮双照 相当于一切种智 大品班若经卷一大智度 论卷二十七 摩合指观卷三上 观音玄意卷下 参阅 一切智 十四 一切种智 十九 道种智 五千六百五十五 指菩萨的持经卷三方便 遍处无上菩提品所说之清净智 一切智 无碍智 一 清净智 犯阿达 JNA 即观第一意 断除一切烦恼习 而离障无染之智 此乃如来之第一意智 二 一切智 犯沙发 JNA 即了之一切实 一切界 一切事 一切种等一切法相之智 此乃如来世帝之智 三 无碍智 犯A S A G A JNA 又作无智智 即于上纪四种一切法相 发心及之 不假方便 不假思量 乐达无碍之智 此乃如来世帝之智 此三智为三种般若中之观照般若所设 亦为一切种智所设 瑜伽诗的论卷三十八 大乘一章卷十九 只能加经卷三所说之世间智 出世间智 出世间上上智 一 世间智 犯Lokika JNA 即凡夫外道之智 凡夫 外道于一切法种种分别 执着有无 而不能出离世间 二 出世间智 犯Lokitaura JNA 即身文 原觉之智 身文 原觉修四第十二因缘 能出离世间 然由堕自贡之乡 以为有生死可厌 有涅槃可求 三 出世间上上智 犯Lokitaura JNA 即诸佛菩萨之智 诸佛菩萨观一切法寂静 不生不灭 得如来的 超出身文 原觉之智 指外智 内智 真智 一 外智 善能分别明了六根六成之晋 博览古今 通小俗世之智 二 内智 善能灭除无名烦恼 心意寂静之智 三 真智 善能通达晋会同体无别 万物本自寂静之智 宝藏论离为体静品 P625 三期末节 明 清明间宗教用语 分世界为三期 主张经过第二期末之末节 即进入第三时期之理想世界 红阳教称此三时期为清阳 红阳 白阳 原顿教称为龙华三会 即龙华初会 二会 三会 分别代表过去 现在 未来 参阅 原顿教 5412 P626 三 三 无身忍 为法相宗依便记所执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等三性所立 无身忍 为无身法忍之略称 远离身灭之真如实相立体 称为无身法 真智安住于此理而不动 称为无身法忍 盖菩萨观诸法性空 入于见到初的 而了见一切法毕竟不身之理 是为无身法忍 据于家师的论卷七十四载 不退转的知菩萨依便 一 圆等三性 可得如下三种之无身忍 一 本性无身忍 又做本来无身忍 为菩萨观便记所执之体性都无 二 自然无身忍 为菩萨观依他之诸法皆为因缘所生 三 或苦无身忍 又做烦恼苦够无身忍 菩萨正知诸法之实性 为真如法性 安住于无畏 不与一切杂染相应 而本自寂静 成为十论数计卷九本 大四三 五五二下 显阳云 此三忍在不退地 急出的已去 正三性十 得此三也 于家师的论卷二十三 成为十论卷八 显阳圣教论卷六 批六百二十六 三 三无我 法相宗旧便迹所执等三性所力之无相 异象 自相之三无我 即 一 无相无我 为变迹所执之使我使法乃情有理无 我之体相本无 故称无相 二 异相无我 为异它所起之诸发系因缘所生 而无我之体相,然其相并非全无,而谨益于便迹所执之我相,故称异相。 三,自相无我,为原成实性乃以无我所显之真如为自相,故称自相无我。 便中边论卷中,成为实论卷八,P627。 三无性,半语吹弗与吹弗卑法,系针对便迹所执等三性之有法所说三种无性之空义。 又做三种无自性性,三无自性,三种无性。 即就变,一,原三性而论各无自性之意,分别有相无性,生无性,圣义无性等三种。 一,相无性,犯了K-A-N-I-S-F-A-V-A-T,又称相无自性性,乃针对便迹所执性而立。 盖便迹所执性为所谓,情有理无,迷情之上虽有,唯不过是当情所限之假乡,譬如空华,与理而言,体,相聚无,故称相无性。 二,生无性,犯A-T-A-N-I-S-F-A-V-A-T,又称生无自性性,乃针对依他起性而立。 盖便迹他诸法乃托众元而生,无定时之性,譬如幻世,故称生无性。 三,圣义无性,犯Param-R-T-A-N-I-S-F-A-V-A-T,又称圣义无自性性,无真性,第一异地无自体相。 乃针对元臣实性而立。 真如未殊胜之真理,亦未根本无分别致之对境,故称圣义。 未有远离前便迹所执,我,法,性故,假说无性,非性全无。 此即真如,亦即为实实性。 然此三无性被视为,秘义说,而非,乐义,因三自性中之后二自性,其性非无,经假说其无性者,是未否定世俗所执持之,实性。 解身密经卷二无自性相品,瑜伽师的论卷713,卷714,显阳圣教论卷16,便中边论卷上,三无性论,参阅,三性,563,P627。 三无性论,泛名Triosphaeva, Procariae,凡二卷,称,真定义,经收于大阵藏第31册。 本书旨在解说三无性之义,以明法空之理。 内容先述造论之指趣,四说分别性品类公用之差别,依他其性成立之理及其体相,七种真如,四种道,二种转一等。 本书之作者,或未是清,或未无者,气无定论。 解身密经书卷4,阅藏之经卷37,开原式教路卷7,至原法宝刊痛总路卷9,P628。 三无名,为佛说决定一经所举凡夫之三种无名。 即,一,吃无名,凡夫于吃暗顿,摸索明了,于正法不能生性,为随邪师邪教,妄直道见,故称吃无名。 二,迷无名,凡夫昏迷不了,或于五成等境,不能观察其幻,且起贪婉之心,故称迷无名。 三,颠无名,凡夫摸索明了,于正法起邪道见,常计无常,乐计非乐,故称颠无名。 P628 三无差别,指心,佛,众生三种平等无差别。 又作三法无差,三三平等观。 即,一,心无差别,为一念之心体,凡胜不二,具足实戒时如是之法,而与诸佛,众生之性无有差别。 二,佛无差别,为十方诸佛乐物实戒时如是之法而成正觉,即是物本心之所具,物众生之所谜,谜物虽疏,而其体无有差别。 三,众生无差别,九戒众生各具足实戒时如是之法,诸佛之所物与本心之所具,其体无有差别。 密教则以我,佛,众生之三密相望,而观三三平等无有差别,称为三三平等观。 此外,佛法森,身与亦亦为三法平等,亦而无量,无量而依,中不杂乱,亦是三法无差别。 参阅,三平等观,五百四十二,批六百二十八。 三无常,指诸法身灭千流,无定时之体,可由三方面显示之。 依诸经论所说,可大别为两种,龙树菩萨之顺中论卷下所立三无常,即,一,念念坏灭无常,为根尘相对所起之心念,前灭后身,念念不住,皆是无常。 二,何何离散无常,为诸法本无定时之体,若因缘合合则生,离散则灭。 三,毕竟如是无常,为诸法乃因缘合合而生,虚幻不实,毕竟归于坏灭。 此外,大臣一张卷二极卷十八义举出三无常之说,名称虽亦,而亦只大同。 即,一,分段无常,相当于何何离散无常。 二,念无常,相当于念念坏灭无常。 三,自性不成无常,相当于毕竟如是无常。 法乡宗以苦地之无常,具有遍迹所值等三性而设立三种无常之说,即,一,无性无常,又作无物无常。 为遍迹所值,其体性常无,故为无性。 二,起境无常,又作生灭无常。 为依他而起之诸法系因缘所生,故随因缘而起境生灭不已。 三,够境无常,又作有够无够无常。 为原成实性之真如实无够境,若对生死未忠,则未有够真如,了断生死,得称无够真如。 辨中边论卷中,成为实论卷八,中边分别论卷上,成为实论数计卷九本,批628。 三,无畏,犯与卷,ASASKTA。 只需空,则灭,非则灭等三种无畏法,乃小臣说一切有不对无畏法之分类。 无畏法者,为真空寄灭之理,本无造作。 一,虚空无畏,犯KSASKTA,虚空及无碍。 为真空之理不畏或染之所障碍,即以无碍畏性,容受万物而变满一切处。 二,则灭无畏,犯Protisaki,Norod SASKTA,为生文之人用至简则,远离见思细腹,正寂灭真空之理。 如灭,解脱。 三,非则灭无畏,犯Oprotisaki,Norod SASKTA,为生文之人证果之后,诸或不复续起,自然气物寄灭真空之理,不假简则。 巨射论卷一,成为石论卷二,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二,义部宗伦论,入阿皮达摩论卷下,参阅,非则灭无畏,3714,虚空无畏,5263,则灭,6225,P629。 三无剑叶,招致堕落无剑地狱之沙父,沙姆,沙阿罗汉等三种恶叶。 正法眼葬别集三十叶,P629。 三无漏根,泛语TRYNSRAVENDRIANI,指三种不染污,不起烦恼之无漏根。 数二十二根之后三根,略称三根。 此三无漏根系以意、乐、喜、舍、性、情、念、定、慧等九根为体而立,以其有增上之利用,能产生无漏清净之圣法,故称为根。 即,一,为之当之根,泛恩JTJSYMENDRIA,又作为之欲之根。 属见到位,此位之人无始以来未曾闻四地真理,欲之彼真如地理,遂修习的前方便知解形,故称为之欲之根。 二,以之根,泛JSYMENDRIA,又作之根。 属俗到位,即以之四地真理,并以断除弥理之祸,但未断除弥视之祸,进而观四地之理,清除了之四地之境,故称以之根。 三,聚之根,泛JTJSYMENDRIA,又作之以根,无之根。 乃具有动之四地理之无学位,以其以断除烦恼,一切所作聚伴,故其九根称为聚之根。 又此位以德尽至,无生至,为无学果之人有此至。 聚舍论卷三,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七,发志论卷十四,顺正理论卷九,瑜伽论记卷十六上,批六百二十九。 三无漏学,只界,定,会三学,在凡夫之身为有漏,有烦恼,够然,在圣者之身则为无漏,无烦恼,清净。 顾未圣者之三学为三无漏学。 冷言经卷六,大一九,一三一下,设心未戒,应戒申定,应定发会,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参阅,三学,六百八十三,批六百二十九。 三无漏学,巨大宝基经卷十四载,菩萨有三种无碍,即,一,总持无碍,菩萨或大总持,于种种善法持令不失,种种恶法持令不深,故一切言与诸法分别惜之,皆不忘失,摩索挂爱。 二,变才无碍,菩萨或大变才,于大小成种种诸法,能随众生之积类,纵便宣扬,息使通达,皆摩索爱。 三,道法无碍,菩萨或大智慧,于大小成一切道法及世间种种语言文字兮能通达,照了无碍。 批六百三十。 三排,禅灵为奉祝皇帝,皇后及皇太子圣受无疆,而安置于佛殿本尊前之三座灵牌。 禅灵向契兼图牌门记载其立牌方式为,中间书写,皇帝万岁,左边书写,皇后齐年,右边书写,太子千秋。 此志盖始于堂而胜于缘。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驻离章圣节条,皇帝清规驻离章,百丈清规正义记卷移正节早驻条,批六百三十。 三发愿,指阿弥陀经所举之已发,经发,当发三愿。 即,一,以发愿,以往所发起往生净土之愿心。 二,经发愿,现今所发之愿。 三,当发愿,当来所发之愿。 又以溯源不同,万机有别,故发愿之心,有前后持素之分,故往生净土亦有义,经,当三种往生之别。 阿弥陀经,大一二,三四八上,若有人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遇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的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批六百三十。 三等,又称三平等,三三昧耶。 密教以身,与,义三密平等为三平等,为密教基本教义之一。 凡真言之行法,据以此三等为根本。 大日经开提,大五八,以上,三等之礼,彼此无异。 大日经卷六,指诸佛已修行,法身,度身三世未平等。 据摄论卷二十七,大二九,一四一中,由三世故,诸佛皆等,义由资良等圆满故,二由法身等成半故,三由利他等旧禁故,批六百三十。 三等智,又坐三顶。 畏四禁律,四无色等八根本定,其性质有畏,禁,无漏等三种。 一,畏等智,犯Svidenna,Sempathy,即与贪烦恼相应而爱着鱼字的知定。 一级顿根贪行之人畏着鱼禁律之功德。 二,静等智,犯Ada,Sempathy,即与无贪等白晋之法相应之定。 一级中根或利根之人畏之爱为之过患,而不与爱相应之相。 三,无漏等智,犯Ada,Sempathy,即不与爱相应,又不畏着之出示定。 一级随性行,随法行或保诚行之人观四地,又修宪观,而所入无漏定之相。 于八根本定中,前七者具有三等智之相。 大智度论卷十七,大皮婆沙论卷一六二,巨舍论卷二十八,瑜伽师的论卷十二,显阳圣教论卷二,参阅,定,三千一百七十一,批六百三十。 三等流,为诗家所说五果中之等流果,以性质而别,又可分为如下三种。 一,真等流,以善性,恶性,无济性为因,所引善,恶,无济同类之果。 其果与因之性质真实而流类相同,故称真等流。 二,甲等流,如前世沙生,令其命短,今世自命亦短。 其果与因,有相似之意,故甲明等流,称为甲等流。 三,分位等流,眼等珠时各随字类转变,如眼等珠时皆从第八十之种子而生,对于色等珠成,称为等流果, 若第六时从种子时而生起珠分别,亦称等流果。 以时与称分位各同,故称分位等流。 松茎鹿卷七十一,批六百三十一。 三节,范语梁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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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故称出果三结 即一有生见结 为众生于五阴等法中 妄记未生强力主宰 恒起我见 此乃三三摩地近障法中之空近障 亦为六十二见去之根本 因诸见去未于烦恼之根本 于烦恼未业之本 朱叶又未亦守果之本 依亦守果 则一切善 不善 无计法皆的生长 故当断之 二 借静取结 范拉弗瑞特帕玛 A.S.E.U.G.娜 指行邪戒 乃三三摩地近障法中之无愿近障 如外道之人 于非戒中六以为戒 如持基戒 苟戒等 三 以戒 范非戒 Kits S.E.U.G.娜 即怀疑正理 迷心背离 不能深信正法 乃三三摩地近障法中之无相近障 以上三戒为见或中之最盛者 故未见或之总称 能断此三戒 则正欲流果 得不堕法 定去菩提 增乃阿含金卷十六 大批婆沙论卷四十六 大乘义张卷五末 批六百三十一 三菩提 就三圣之所得而别 分为声闻 圆诀 无上证等三种菩提 又做三圣菩提 一 声闻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不叫他人发菩提心 不令他人入性 以此因缘 心得解脱者 称为声闻菩提 二 圆诀菩提 又做独诀菩提 辟知佛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自发菩提心 而不叫他人发菩提心 不令他人入性 不自受持大臣经义 亦不管为他人解说 以此因缘 心正辟知菩提 三 无上证等菩提 又做无上菩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诸佛菩提 为善男子善女人自发菩提心 亦父叫他人发菩提心 令他人入性 若有来者及不来者 惜皆恭敬一生随喜 如此解脱自利利他 为多人利益 安乐固 称为无上证等菩提 以上三圣辟如有三种人欲渡横河 第一人以草位法 以知而渡 第二人以皮囊或皮船 以知而渡 第三人造作大传承之入河 于此传中载渡百千人 上述系出身菩提心经所在 杂阿涵经卷二十八 优婆赛借经卷 以三种菩提品 大制度论卷五十三 就佛知三身 别味硬化佛菩提 报佛菩提 法佛菩提三种 一 硬化佛菩提 又做方便菩提 就敬菩提 此菩提以自在之善巧化用味道 二 报佛菩提 又做实至菩提 清净菩提 此菩提以称理之智慧味道 三 法佛菩提 又做真性菩提 实相菩提 无上菩提 此菩提以实相之理味道 法华经玄一卷五下 以此三菩提配姿成鬼 观照鬼 真性鬼 只观浮行传红绝卷三支 一则配以解脱 般若 法身 金光明玄一卷上 参阅 三身 五百五十五 菩提 五千一百九十八 批六百三十一 三把罗陀耶达特罗 泛名二 Mahasavarodaya Tantra GA 略作 Savarodaya Tantra 此达特罗一向被认为系注解 Savara系达特罗群之中心 Kakrasavara Tenra 现行之 Lagasavara Tantra 之达特罗 实际上其内容 已更进步 成为 Savara系密教根本点击之重要资料 全书共三十二品 第一品为金刚手 请示尊开示之请问品 表示此达特罗是一种略达特罗 令人推想令有益广本 并将第二品以下之内容分为六十二项 第二品为生起次第 第三品为就近次第 第四品为四大种 五运 十八界等法术与五至五佛之对应 第五品为日月运行与生中风行之对应 第六品为生中之五风 第七品为PTA 身体之部分存在部分脉络 范恩之对应 成为内PHA说之重要资料 第八品为曼图罗之公养 阿舍离之特性与行为 施主之义务等有关曼图罗之实践 第九品为瑜伽者与瑜伽女 范King 互相确认之秘密动作 范康姆 巡礼的之种类与实际之地名 PHA与实的菩萨之对应 袭栽 祥福 勾照等各种行法 第十品为护福 范恩 TRA 等使用之各种咒法 第十三品为由十三尊而成之 S.A.VARODIA曼图罗 第十七品为具体影线化曼图罗之方法 第十八品说明灌顶 第十九品为死之欲照与风之瑜伽 第二十一品为说明达特罗行者之生活态度 第二十三品与第二十八品为护膜 第二十六品为酿胜酒之方法 第三十一品为四种瑜伽女 四伦 范Kakra 说 菩提心之开展等 第三十三品为说悉的状态之S.A.VARODIA曼图罗 其他个品虽未断片 但仍可处处发现极富趣味之密教事机 S.A.VARODIA曼图罗 丰山学报 King JLA之时态 S.A.C.R.A. 于佳女之转位 四轮三脉之身体观 P.632 三量 量 及尺度 标准之意 指知识之来源 认识形式 及判定知识真伪之标准 印度自古各哲学宗派兼及盛行探讨知识来源 形式 真伪之学问 遂产生各种 量论 之说 其中最普遍者为三量 然三量之内容与名称 各宗所说互义 一 救星 星所量之所愿对境而立之三种量 为时宗于此 多所分别 并详加产论 而于英明之中 亦为重要之 自悟 方法 此三量及 一 限量 P.P.P.A.C.R.A.M.A. 又称真限量 乃对境时无任何分别稠度之心 各个逼附字体 显现分明 照了量之 亦及有五官能力直接觉知外界之现象者 此一觉知乃构成知识之最基础来源 2. 比量 泛N.M.A.P.A.M.A. 乃由既知知境比复量度 而能正确推之位线前及位知知境 3. 非量 及四限量 4. 比量之总称 乃非正确无额知线 比量 或非可量之之量 2. 瑜伽师的论卷十五 于显阳圣教论卷十一所立之三量 1. 限量 同上 2. 比量 同上 3. 圣教量 又坐至教量 正教量 为一切至所说之言教 或从其文 或随其法 其中又分 一步为圣言 佛字说经教 辗转流步 不为正法 正义 2. 能智杂染 善修此法 能永掉浮贪吃等烦恼 3. 不为法相 不于一切离言法中建立言说 3. 数论外道所立之三量 1. 正量 指从根尘所生之五之根 原五尘所显现之觉之作用 相当于上纪之限量 2. 比量 分为有钱 有余 平等三种 有钱 乃推之未来之作用 有余 未推之过去之作用 平等 未推之现在之作用 3. 圣言量 相当于上纪之圣教量 虽非有五官感知 亦非经推比而来 然以笃性圣者之故 亦的性之圣教圣言 3. 如北欲 单月之存在 既非无人所能感知 亦非推比可得 然以圣言之故 岁的性之其存在 解身密经卷五 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十六 英明入正理门论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本 英明论书瑞元记卷一 参月 比量 1481 针线量 4222 量 5293 成为十论卷二所立之三量 即 1. 所量 只被测夺量之之对象 2. 能量 只能够用以量之者 3. 量果 只所量之之结果 例如欲量之一之物 则之物为所量 尺度为能量 所量得之尺寸为量果 成为十论负基于此说 将心识之作用分为四分 而以相分为所量 见分为能量 自正分为量果 参月 4分 1663 P633 三阶佛法 凡四卷 随代信行 540 594 转于开皇十二年 592 又作三阶别集 三阶集录 三阶集 四卷三阶 收于大阵藏第85册 另一收录于日本学者史崔庆辉之 三阶教研究 别篇 本书为随唐时代 盛行一时的三阶教之根本教典 又为三阶教徒所最尊崇之根本圣典 由于随唐之时曾多次赤进三阶教 故本书及其余三阶教之典集大多淹没不传 然竟是于日本京都新圣寺发现本书之全四卷 另于敦煌出土文物中 亦包含本书卷二卷三支断片 卷二位史坦英 Stone所收集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卷三位薄熙和 P Helliot所得 现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另据敦煌出土之三阶佛法秘迹所在 本书之内容有 三大段 十子段 二十五子句 之说 其第一大段就过去之习气而阐明三阶根基之意 第二大段就现在之人而论三阶之邪正 第三大段先就所秉之经教 三阶之法有上中下轻重浅身之别 后就悲 敬之二田 阐明三阶之人依敬而起行 其损意之情行及其缘由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大唐内典路卷十 开源是教路卷十八 P634 三阶佛法秘迹 原为三卷 经锦存上卷 及敦煌本薄熙和第二四一二号 细随代信行所传三阶佛法之著誓书 上卷内分事名 举述 示意 指纹等四门 论述三阶教义 P634 三阶教 又称第三阶宗 三阶宗 菩法宗 为随代信行 五百四十 五百九十四 所创 至中堂为止所流行之佛教宗派 信行自称一臣菩萨 倡导第三阶之佛教 废俱足界 强调苦行忍辱 从事劳逸 并以启食未生 一日一时 反对偶像崇拜而锦礼拜塔 认为一切众生皆是真佛 故路见男女 一概礼拜 在经济方面 于随文帝开皇三年 五百八十三 设置十六种 无尽葬行 知制度 劝化信徒施舍前梁 而由寺院库藏 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 或供修善四塔经藏之佣 开皇九年 菩社高隐营请信行入住 长安真祭祀 化度寺 弘法 又开创光明 慈门 慧日 弘善等诸寺 开皇十四年一月世纪 这有三阶佛法 对根起行法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 其门下有慧定 道径 王善行 王善信等 开皇二十年 此派系被视为一端而受到赤敬 但其途重不绝 唐武则天正圣二年 六百九十六 十 赤敬起时 长斋 持戒作禅以外之刑法 玄宗开元十三年 七百二十五 赴赤令三阶教徒于诸四所设三阶院之格障西除 令之与大院相通 众僧杂居 而禁止三阶教徒别居一处 令据真元新定是教目录卷十载 唐德宗真元十六年八百四月曾将此宗之典集入藏 其后此宗宗典附自大藏经中被踢除 至宋代使湮灭不闻 直至近代 敦煌文物出土 使坦英 A Stan 薄熙和 P Pelliot 二人分别自敦煌时事中获得若干三阶教之典集 有关三阶佛法之研究乃见受学者之重视 此宗将佛教案 十 处 姬 指人 分为三阶 以第一阶为正法时期 处 为佛国 其 姬 为有佛菩萨 所修持者为大臣一臣佛法 第二阶为相法时期 处 为五浊诸恶世界 即 为凡圣混杂 流行大小成 三圣 佛法 第三阶为末法时期 处 为五浊诸恶世界 然人皆邪解邪行 性行已为当时已进入第三阶之末法 人仅为第三阶之不持戒施政见者而已 若依据第一阶之一臣 第二阶之三圣等别法来修行 十圣困难 故必须依第三阶之末法 归依一切三宝 断除一切恶 修持一切善 使义有成 此集三阶宗之根本主张 现存于日本之三阶佛法 为日本学者使吹庆辉博士收集在敦煌出土本中所发现之若干典籍 即散建于与此宗不同立场之净图系等典籍中之部分资料汇编而成 三阶佛法秘密集卷上 反三性而设之三说 即 一 习气 即 只便记所执自信之习气 即执着于我法之习气 其体性依他 故为地实性甲 二 等起集 只烦恼业 平等而起 故称等起 由烦恼起业 由业昭果 其烦恼与业乃及之体 又因依他之法 故为地性巨石 三 魏离系集 只魏离障之真如 甲明为集 此原成之真如魏集之体性 故为性实地甲 成为石论卷八 卷九 成为石论也密卷七 批635 三原满 魏瑜伽师的论卷八十五所举三种原成满族之法 即 一 行圆满 魏听闻正法 依法修行 父能为他人如法演说 自立立他之行圆满 二 果圆满 魏由修行正涅盘之果 圆成满族 三 诗圆满 诗即受道之诗 魏能以佛所说之法教介于我 父能引发一切梵行 令的满族 P636 三图 又做三图 即火图 刀图 血图 亦同三恶道之地狱 恶鬼 畜生 乃因身口亦诸恶业所隐身之处 一 火图 即地狱道 或以于彼处受苦之众生肠胃或汤炉碳之热所苦 或以彼处火聚胜多 故称火图 二 刀图 即恶鬼道 以于彼处之众生常受刀杖驱逼等之苦 故称刀图 三 血图 即处身道 以于彼处受苦之众生 强者浮弱 互相吞淡 饮血食肉 故称血图 至若 图 之意有二 意为残害 如图碳 意为所去 即犯本无量寿经之阿波耶加底 阿波阿 高低 意义恶去 恶道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一 翻译明义及卷七 世事要揽卷中 参阅 三恶去 六百二十五 批六百三十六 三想 指三种恶想 又做三恶想 三不善想 即 一 欲想 犯Kamal SAJ 其贪欲之想 二 田慧想 犯VYP SAJ 其田慧之想 三 杀害想 犯VYS SAJ 又做脑想 其害人之想 一 无量寿经联艺术文赞卷中之说 不贪名利则不生欲绝 不脑众生则不生田绝 不损物命则不生亥绝 故三绝不生则三想亦必绝之 增益阿含经卷十三 亦不宗伦论 无量寿经亦书卷上 指三种善想 又做三善想 即 一 初要想 犯Nicromia SAJ 又做出理想 二 不害想 犯VYS SAJ 三 不会想 犯AVP SAJ 一 增益阿含经卷十三之说 有出理想 有出理想者 命中时必生于人中 有不害想者 命中时自然生于天上 有不会想者 命中时段无下分解 与笔触斑涅盘 长阿含经卷八 一大宝基经卷八十二之说 指在家菩萨见起者而起之三种心念 即 一 善之事想 二 他是父想 又做令后世大父想 三 菩提基想 又做令的佛道想 欲加罗悦问菩萨行经 一大制度论卷二十三之说 断除贪等诸结实所起之三种心念 即 一 离想 又做离欲想 行者于宣法 顶法 忍法 世间第一法中 欲以正智慧观想 而远离诸烦恼 二 断想 行者欲的无漏道而断除诸结实 三 静想 又做灭想 入涅磐石 欲灭五兽之重而不复相训 大批菩萨论卷二十九 陈石论卷十四 无量寿经及解卷八 净土行者念佛之时所生之三种心念 即 一 归命想 本尊向东 行者向佛已归命 二 隐射想 本尊向西 行者坐随佛之后过十万亿国土之年 三 往生想 行者坐往生彼国而见佛文法之年 往生要集卷中本 往生要集一季卷中之五 据般若惊 菩萨欲成无上道 应起平等心 于一切众生无有偏党 皆生亲爱之想 莫生怨心 中人心 故称三想 一 怨想 有人家害于我即害我父母兄弟 亦生亲爱之想 二 亲想 于父母兄弟 亲戚朋友 生亲爱之想 三 中人想 于非怨非亲之人 亦生亲爱之想 大制度论卷七十二 P636 三爱 指人于灵中所起之三种爱者 即 一 境界爱 为灵中时 对妻子 眷属 家财所起的深重之爱 二 自体爱 灵中时 对自体生命 所起之喜爱 三 当生爱 灵中时 对当来 深处所起之爱 此三种爱 为一切有情善恶 受生之根本 若爱欲未断 择命欲尽时 心生丑恼 众苦相逼 必生此三爱 此即润未来生之缘 故成为时润了一灯卷五末 大四三 七五九下 灵中有心 必定其爱 中略 润中有 其自体爱 润身有 其境界爱 以于死有 不见中有 为我无有 其自体爱 于中有为 见深处 故起境界爱 故知境界爱 与自体爱 为助润身 当生爱 为正润身 世事要揽卷下 成为时论 也密卷四 批六百三十七 三会 为佛救度众生 而说之三次法会 过去诸佛如 皮婆师如来 师器如来 皮舍婆如来 居楼孙如来 居纳涵如来 家业如来等 经典君载其三会说法及御会听法之众数 当来下身之弥勒佛 亦有三会说法 称为弥勒三会 又称龙华三会 以教化是尊位度化之众生 据经载 此会约在释迦佛灭度后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长阿含经卷 一增益阿含经卷四十四 弥勒下身经 七佛经 菩萨处胎经卷二 参阅 龙华三会 六千三百八十九 从灵中 敲钟或打鼓满三十六下 称为一会 如此重复三次 共一百零八下 称为三会 禅院清规卷六景仲 日本佛教介于南兜 奈良 北京 京都 所举行之三大法会 南兜三会 为 心服四支唯摩会 药师四支最盛会 大吉殿之欲斋会 北京三会 为 元宗四支法华会 与最盛会 法圣四支大成会 北京之三会 又称为天台三会 P637 三极少 指物质 名称 时间等三种之极少 极 一极为为物质之极少 一字为诸名之极少 一沙纳为时间之极少 据舍论卷十二 P637 三叶 泛语 TRNI KARMA 申口亦三叶 一 申叶 指申所作及无作之叶 有善有恶 若杀申 不语取 欲邪行等 为申恶叶 若不杀 不道 不淫 即为申善叶 二 口业 又作与业 指口所作及无作之业 有善有恶 若妄语 离间语 恶语 其语等为口恶业 若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语 不起语 则为口善业 三 意业 指意所起之业 有善有恶 若贪欲 甜慧 邪见等为意恶业 若不贪 不甜 不协贱则 为意善业 此外 另有非善非恶 无感果之力的 无忌之身口 一三业 别意杂阿含金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三 即意门族论卷六 大臣法院 一灵章卷三末 参阅 业到 五千五百零二 旧善 恶 无忌等三性分 业为善业 不善业 无忌业 一 善业 饭苦阿拉 karma 指以无贪 无甜 无吃等为因缘之业 二 恶业 饭阿苦阿拉 karma 又做不善业 指以贪 甜 吃等为因缘之业 三 无忌业 犯AVKTA karma 非以无贪 无甜 无吃等 亦非以贪 甜 吃等为因缘之业 巨舍论卷十五 瑜伽师的论卷九 品类族论卷五 发质论卷十一 参阅 三信 五百六十三 又做三寿业 三寿报业 旧苦 乐 舍三寿 分业为顺乐寿业 顺苦寿业 顺不苦不乐寿业 一 顺乐寿业 犯SUKA 非等业 Karma 又做乐报业 指负业 即顺第三净律 而受之善业 二 顺苦寿业 犯DUKA 非等业 Karma 又做苦报业 指负福业 三 顺不苦不乐寿业 犯AVKH SUKA 非等业 Karma 又做不苦不乐报业 只能敢一切处阿赖耶十之一寿业 及第四净律以上之善业 巨舍论卷十五 瑜伽师的论卷九 品类足论卷五 又做三十业 三报业 旧献 四 后等三生之报 分业为顺献法寿业 顺次生寿业 顺后次寿业 又做献报业 生报业 后报业 一 顺献法寿业 犯DH Dharma 非等业 Karma 及此生所造 于此生成熟之业 二 顺次生寿业 犯Yupapidia 非等业 Karma 及此生所造 于第二生成熟之业 三 顺后次寿业 犯Apura Pariya 非等业 Karma 即此生所造 于第三生以后次地成熟之业 据摄论卷十五 于家师的论卷九十 旧界之上下己所感果之爱与非爱之别 分业为福业 非福业 不动业 一 福业 犯Apura Karma 招感欲界 善果之业 此业能招可爱之果 以亦有情 二 非福业 犯Apura Karma 有座罪业 招感欲界 恶果之业 此业能招非可爱之果 以损友情 三 不动业 犯Apura Karma 招感色界及无色界善果之业 幼色界 无色界之业 以定力之故 出禅之业必敢出禅之果 二禅之业必敢二禅之果 其业与果皆不动转 故称不动业 反之 欲界之业则能为他缘所动转 故称动业 正法念处经卷五十五 据舍论卷十五 顺正理论卷四十 九诗 借修 分业为诗类服业式 犯DNA MyOpura Kree FastNI 借类服业式 犯SLA MyOpura Kree FastNI 修类服业式 犯BHFAN MyOpura Kree FastNI 右座三服业式 FanTRI Pura Kree FastNI 三类服业式 三性服业式 略称三服业 瑜伽诗的论卷九 大三零 三一九下 诗性业者 为若因缘 若等起 若依处 若自性 比因缘者 为义无贪 无甜 无痴为因缘 毕等起者 为无贪 无甜 无痴巨行 能舍所施物 能起身与业思 毕依处者 为以所施物 及受者为依处 毕自性者 为死所起 能舍所施物 身业与业 如施性业 如世界性业 修性业 随其所应应之 此中 借性业因缘 等起如前 自性者 为律 以所设身与业等 依处者 为有情 非有情 术物 修性因缘者 为三魔地 因缘 及无贪 无甜 无痴 等起者 为比具形 引发定思 自性者 为三魔地 依处者 为十方 无苦 无乐 等有情解 中阿含卷十一 牛粪玉精 增益阿含精卷十二 大班若波罗密多精卷三 旧绿移 不绿移 非绿移 非不绿移 等三种之别 而分叶为绿移所设业 不绿移所设业 非绿移 非不绿移所设业 一 绿移所设业 又做绿移业 有三种 别解脱绿移所设之业 净绿等至果断绿移所设之业 无漏绿移所设之业 二 不绿移所设业 又做不绿移业 于家师的论卷九列举十二种 不绿移类所设之业 即 涂羊 饭鸡 饭珠 捕鸟 狙兔 盗贼 魁快 守御 蝉刺 断育 断育 副相 咒龙 三 非绿移非不绿移所设业 又做非绿移非不绿移业 除上述之绿移业及不绿移类业外 其余一切善 不善 无济业均是 发志论卷十二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八 参阅 非绿移非不绿移 三千七百零九 九三是 分业为过去业 未来业 现在业 一 过去业 为助于习气之位 或以与果 或为与果之业 二 未来业 为未生未灭之业 三 现在业 未以造以私 而未泄灭之业 发志论卷十一 巨舍论卷十七 瑜伽师的论卷九 九三界之所系 分业未欲界细业 色界细业 无色界细业 一 欲界细业 未能招感欲界之一手 而堕于欲界之业 二 色界细业 未能招感色界之一手 而堕于色界之业 三 无色界细业 未能招感无色界之一手 而堕于无色界之业 发志论卷十一 瑜伽师的论卷九 大皮婆沙论卷一 一五 旧学 无学 非学非无学等三种之别 分业未学业 无学业 非学非无学业 一 一 学业 犯A.I.K.A. Karma 一身 非一身之学相续中之所有善也 二 无学业 犯A.I.K.A. Karma 无学相续中之所有善也 三 非学非无学业 犯 N.A.I.K.A. N.A.I.K.A. Karma 除前二种外 其余相续中之所有善 不善 无计业均是 旧断与非断之别 分业未见所断业 修所断业 无断业 一 见所断业 犯D.A.R.N.A. H.A. Karma 及招感恶去之不善等之业 二 修所断业 犯B.H.F.N.A. H.A. Karma 及招感善去之善 不善 无计业 三 无断业 范B.H.A.Karma 即是 初世之诸无漏业 瑜伽师的论卷九 品类足论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 一五 旧身与一三叶之染 无情形而分业 为区业 惠业 灼业 巨巨舍论卷十五载 即 一 区业 医产而生之身 羽翼三叶 二 惠业 医填而生之身 羽翼三叶 三 灼业 医贪而生之身 羽翼三叶 然瑜伽师的论卷九令 有一说 发质论卷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一 一七 大乘一章卷七 就应做 不应做 非应做 非不应做 以从非理作义所生 等三种之别 分业 为应做业 犯 犯 Yoga Furita Karma 不应做业 犯 非应做 非不应做业 犯 Nayoga Furita And Yoga Furita Karma 据舍论卷十七 大二九 九二上 有说 染业名不应做 以从非理作义所生 有于诗言 诸坏鬼则生与异业 亦亦亦不应做 为诸所有硬如是行 硬如是住 硬如是说 硬如是者医 硬如是时等 若不如是 明不应做 有比不合世俗礼仪 与词相翻 明应做业 有说 善业名为应做 以从如理作义所生 有于诗言 诸何鬼则生与异业 亦亦名应做 具为前二 名为第三 随其所应 二说差别 顺正理论卷四十三 旧喜 忧 舍三寿 分业为顺喜寿业 犯 somanesia phedonia karma 顺忧寿业 犯 dormonesia phedonia karma 顺舍寿业 犯 opac phedonia karma 据舍论卷三 据舍论光绩卷三 p638 三页四微仪 三页卫生 口 亦三储之所作 四微仪卫行 住 坐 卧之仪表 三页四微仪 乃半指一切所作 p640 三灭地 执法相 综医便记所指等 三性所力之三种灭地 即一自性灭 即便记所执性之自性不深 灭为不深之意 自性不深 甲名为灭 并非一定为地所设 此为性实地甲 二 二取灭 即一他其性之二取不深 二取 只能取 所取 灭 为则灭 有护法 安慧之二说 护法为断染分之 依他其性的能取 所取 可得不深 不深谓则灭 此即灭地 二取不深 谓则灭所游之门 故则灭假名 谓依他其性 灭体则非依他其性 此为性甲地实 安慧则为能取 所取是便记所执性 二取所依染污实之 自体分 为依他其性 断此二取所依之 依他其性的自体分 可得不深 不深即灭 甲名为依他其性 三 本性灭 即真如之本性即灭 真如本性染构皆 故为本性灭 又真如为本性灭者 若谨依 权 而言 为性实地甲 若 权 指 何说 则为性地据实 成为实论卷八 辩中 编论卷中 成为实论数记卷九本 批六百四十一 三照 以太阳顺序照耀高山 幽谷和平地来比喻佛陀教化众生之顺序次地 据旧 据旧义华言经卷三十四宝王如来性起品所在 譬如日出 先照一切诸大山王 次照一切大山 而后金刚宝山 而后一切大地 佛陀教化众生一循如下之次地 菩萨摩赫萨 原觉 身文 决定善根之众生 一切众生乃至邪定据之众生 至已在法华玄义卷移旧世尊说法之顺序分位 高山 幽谷 平地 并配列五十家以解说 即 照高山为华言时 照幽谷为阿含时 照平地则分位三时 依序为 方等时 时时 即五千八时 班若时 于中 即时时 法华涅槃时 正五 法华玄义士千卷乙观音义书记卷三 翻译明义集卷十四 参阅 五十八教 1132 批六百四十一 三经一论 即净土宗所一准之四部典籍 三经指 无量寿经二卷 曹魏康森凯义 观无量寿经一卷 留宋良耶舍义 阿弥陀经一卷 遥情揪摩罗十一 一论指 无量寿经 幽婆提舍愿生计一卷 天清者 原为菩提留之义 四书要指君在明是往生净土之教 三经又称净土三部经 批六百四十一 三经通别 据法华玄一卷一下载 如来所说诸经 无不聚教 行 理三者 此三者亦无不以 别 弃于 通 以 通 应于 别 故教有通别 依教明行 行有通别 从行显理 理义有通别 一 教经通别 圣人对基所说之一切言教 应基于不同 不不别义 故称教别 诸不虽义 通是佛说 故称教通 二 行经通别 行 及一教修行之义 众生以种种门入 称为行别 所入之门虽义 所弃之理则同 称为行通 三 理经通别 一切言教所全之义 理 名字非一 称为理别 理则无二 称为理通 P641 三经义书 日本圣德太子传 乃法华义书四卷 维摩经义书三卷 圣蛮经义书之和称 右座三经书是 经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六册 选是三经之目的 前者为佛教理论 后二者为生活实践 圣德太子深荡日本佛教草创时期 彼时有此种独特注释 颇具意义 成可谓为日本佛教之初发点 或为此三书未必为太子所传 P642 三义欢喜 佛说观无量寿经之后 为提西夫人 阿南 及无量人 天 龙 神 叶叉等 闻法欢喜 坐礼而去 其欢喜之意有三 即 一 欲人欢喜 人即是佛 为佛具足四无碍智 眼说观阿弥陀佛法门 离于错谬 经遇此人 心生欢喜 二 闻法欢喜 为佛所说十六关门 取尽其妙 能令凡心入身三昧 闻如是法 心生欢喜 三 得果欢喜 未为提西等闻说观佛之法 依此修之 得分真果 是女诸天得相似果 得如是果 心生欢喜 观无量寿经 苏妙宗 超卷六末 批六百四十二 三一观 为次第观想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之真意 大批婆沙论卷一八三 有此一说 然据舍论则略而不数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三 大四一 三四四中 问婆沙云三一观 七处善 此论何故不说 三一观者 为次第观运 处 借也 中略 事故不说 彼二观门 批六百四十二 三圣 华严三圣 即本师 毗卢 遮那佛 及普贤 文书二大菩萨 参阅 华严三圣 五千两百九十三 元顿 元顿戒谈之三圣 指寿元顿菩萨 戒十之和尚 上 杰摩 教授等三师 即以释迦为和尚 以文书为杰摩 阿舍离 以弥勒为教授 阿舍离 参阅 三师七正 五百九十五 佛以外之三圣 据中论卷二观本纪品载 即五通外道 阿罗汉辟之佛二圣 得神通之大菩萨 指灵纪一玄之法 四慧然禅师 师平身九住和北郑州之三圣院 故事人称之为三圣 或三圣慧然 参阅 慧然 六千零四十五 日本天台宗之传教 慈觉 至正三大师 令语安然 慈慧二师合称三圣二师 此外 一般称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士至菩萨为西方三圣 P六百四十二 三圣精灵 禅宗公安明 右座三圣 透网金鱼 三圣以何谓时 叙述三圣慧然禅师即 透网金灵 以何谓时 一语 与雪峰一存禅师 就迷雾凡圣之通达 真风相对 来往挨渣 碧言录第四十九则 大四八 一八四下 三圣问雪峰 透网金灵 为神以何谓时 风云 呆汝出往来 向汝道 圣云 一千五百人善之事 话头也不识 风云 老僧助持是凡 盖 透网金灵 细欲止自修行 证悟之术 复解脱而出之境欲 公案中 三圣以刚应之积风 即透网金灵自笔 以之问雪峰 其意盖位 开悟之后 当如何生活 雪峰答以 呆汝出往来 向汝道 是则亦为三圣上位证悟 然三圣之积风 丝毫未受挫折 由以 一千五百人善之事 话头也不识 咄咄逼人 雪峰亦不畏所动 所谓 老僧助持是凡 表面气势仿佛 稍减 然实际 却为不着痕迹之 原属击法 雪斗 众显颂曰 透网金灵 修云治水 摇杭荡坤 正列百味 千尺金喷红浪飞 一身雷震 清起 清起 天上人间之极极 天同送骨植柱卷上 从荣录第33则 禅宗送骨连珠通极卷 29 批642 三圣开山会日 第二世 宝觉禅师语录 请参阅宝觉禅师语录 三圣援荣观 华言宗之观法 即观想 疲鲁遮纳佛与普贤 文书二菩萨等 三圣荣为一体而无障碍之观法 其中 毕鲁遮纳佛为一切德之总体 象征果分不可说 普贤 文书二菩萨为毕鲁遮纳佛之别德 象征应分可说 此二菩萨中 普贤系显示所性之法界及一修行所证之法界真理 对此文书则表真能性法界真理之信心 乃对法界真理之理解及其正法界真理之大志 普贤之所性及其行理 文书之能性及其解至皆各个圆容 而能所不二 如此 二菩萨所表现之法为互及互容而重重无尽 此即表示至佛果之应已完成 故因之立场与果之立场同一而归属于佛果之境界 由是三圣乃荣为一体 三圣圆荣之法门乃华言经所说之生意 故欲依华言经修行者 需在自己一念之上观此法门 此即 心 佛 众生 三法无差别 所证之理 证 智 亦不离心 又众生之心念即是如来藏 再空如来藏之一面为普贤 再不空如来藏之一面则是文书 又总如来藏之理是毗卢遮纳佛 需在此一念之上具足三圣圆荣相之观法 此一观法为唐代成观所畅 为成观以前之理通玄已有此说 三圣圆荣关门成观华言法界一境卷上华言经诀一论卷一上华言经合论卷三 批六百四十三 三落差 指三亿 乃密教陀罗尼念诵成就之限数 落差 原为印度之庶民 十万约落差 以十万位一亿 则三落差亿做三亿 或指成 五 昏三十极寒 热 与三计 此皆未潜掠之事 若依深密之事 则落差未相 见之意 三落差者 未行者观自 印 本尊三平等十相之意 而达原荣无碍一体之境 又未深 口 亦三叶各陷暖 习灾 烟 降福 光 增益 三瑞相之意 大日经书卷十七 卷二十 大日经义式 也密超卷十 P643 三解脱门 泛语 TRI FIMAK MUKNI 指的解脱到涅槃之三种法门 略称三解脱 三脱门 三门 即 一 空门 泛NI AT 观一切法皆无自信 由因缘和和而生 若能如此通达 则于诸法而得自在 二 无相门 泛NMITA 又称无相门 未继之一切法空 乃观男女一亿等相识不可得 若能如此通达诸法无相 即离差别相而得自在 三 无怨门 泛OPRAETA 又作无作门 无欲门 未若知一切法无相 则于三界魔所怨求 若无怨求 则不造作生死之业 若无生死之业 则无果报之苦而得自在 三解脱门 乃依无漏之空 无相 无怨等三三昧而入 此三昧犹如门 护之能入解脱 故称三解脱门 然三昧通有漏 无漏 三解脱门 为通无漏 以其具有禁及无漏等式 出世间之特别法 故为涅槃之入门 又于家师的论卷七十四位 三解脱门系 依三自信而建立 即由便济所值之自信而立空解脱门 由依他起之自信而立无怨解脱门 由缘成时之自信而立无相解脱门 巨射论卷二十八 大皮婆沙论卷一零四 十的经论卷八 大乘一张卷二 磨合纸观卷七上 参阅 三三昧 五百二十一 皮六百四十四 三道 又作三句 止祸道 夜道 苦道 此三者为生死流转之因果 一 祸道 又作烦恼道 迷惑恼乱诸法事理之忘心 二 夜道 由忘心所发 乃生口亦三夜所作 三 苦道 以祸夜未因 招感三界六道之果 道 有能通之意 此三者乃由或其夜 由夜感苦 与苦付更其祸 辗转相通 生死不绝 故称三道 或以轮转之意 三者轮转不绝 故意做三道 金光明悬一卷上以十二因缘配当三道 而为过去之无名 现在之爱 取等三之为烦恼道 过去之行 现在之有等二之为夜道 现在之时 明色 六入 处 受 即未来之身 老死等七之为苦道 又天台宗就分段 方便 十报等三报 而各说三道之别 即以见思之或为烦恼道 烦恼润业名为夜道 招感界内之身为苦道 此系分段三道 以沉沙或为烦恼道 无漏之夜名为夜道 便亦生死为苦道 此系方便三道 以无名或为烦恼道 非漏非无漏之夜为夜道 彼土便亦为苦道 此系时报三道 另据天台原教之说 三道与法身 般若 解脱等三德 即真性 观照 资成等三鬼 彼此融通 原妙自在 而共成三千三地原具之妙法 据舍论卷九 杂阿皮弹心论卷八 瑜伽诗的论卷九十三 华颜经探玄记卷十三 法华玄义卷五下 身文 菩萨道位之三皆次地 即见道 修道 无学道 一 见道 犯DARNA MRGA 又坐见地 即出见地里而断除见或之皆位 二 修道 犯BHFN MRGA 又坐修地 分别地 即数数修习而断除修货之阶位 三 无学道 犯AIKAMRGA 又坐无学地 即断进诸货 解脱细腹之阶位 其中 前二道 亦称有学道 见道 为无漏 修道 通有漏 无漏 若以此三者配当四项四果 则见道 为预留项 修道 为后三项 及预留 亦来 不还三果 无学道 及阿罗汉果 若以之配为十五位 则依序为通达位 修习位 久敬位 若以之配时的 则依序为出地 第二的至第九地 第十地及佛地 据舍论卷二十一 卷二十五 张所知论卷下 大臣一张卷十 华言五教张卷三 参阅 五位 一千零八十七 四项四果 一千六百八十三 十的经论卷十所立之正道 诸道 不住道 一 正道 为正物实性之理 正 有 知的气会 知意 心明实性 无有分别 气会平等 故称为正 二 住道 为六度等资助之行 住 有 辅佐滋顺 知意 辅助诸度等行 而滋顺菩提 故称为住 三 不住道 为方便 智慧并立 不偏不倚 不住 有 离者 知意 巧会 双修 不宝 不宝 在 任何一处而游行在 故称不住 大乘 一张卷石 P644 三道 宝阶 纸巾 银 流离 三阶 又 坐三道 宝梯 即佛陀从 刀立天下降时 所用之三道 阶梯 相传 佛陀 曾上身 刀立天 为其母 摩耶夫人 说法 三月 其后 从天界 回地上 之计 地势 天化 现金 银 琉璃等三道阶梯 佛陀及 依此而降下 阿佛国 金卷上 大一一 七五七上 阿如来 沙以三宝位 踢臂 一者 金 二者 银 三者 琉璃 从刀立天下 至言福利的 其刀立天 欲至阿如来 所食 从事 踢臂下 据此可知 海龙王 金卷 三所在 海龙王 为淫 佛及 比丘 众诸 菩萨 至海底 宫殿 而化作 金 淫 琉璃三道 宝梯 仪式 十及 佛身 刀立天 说法 之转用 增益 阿含 金卷 二十八 异族 金卷下 莲花色 比丘 尼金 维摩 金卷下 建 阿佛品 高森 法显 传 P645 三罗屈多 泛语 SAP 阿佳 乃为纳师于众森时前所唱之语 又作森拔 意义为实质、正质、善质 其义有二 即 一 施主对众森表白其平等施之意 二 指众森所食均为同一位 据根本说一切有部幕的家卷八 南海既归内法船卷一载其行食方法 位于受食前 将所有供养物质在众人前 先令一人执持饮食 和掌常跪在上座前 屈声恭敬唱三罗屈多 唱必方的受食 若未唱而食 则得恶作罪 又此与味消除有毒食物之密与神咒 具有大威力 能令所有毒药皆成美味 四分律 四分律形式超资持继卷下三支三 根本说一切有部幕的家注卷八 P646 三僧止百大劫 及菩萨发心至佛果之修行时间 又坐三止百劫 为三阿僧止劫和百大劫之合称 三阿僧止 又坐三劫 阿僧止亦坐无数 或指数之集 劫乃时间名称 亦坐长远等 其中有大 中 小之别 三个阿僧止至大劫 称为三大阿僧止劫 是菩萨基及菩提滋量之时间 百大劫则是佛果之身的相好庄严 为修佛业之时间 菩萨为度他而坐三阿僧止劫之修行 更为自己成佛之身感三十二相 而于百大劫兼职无量之福德 然于家师的论卷四十八 摄大成论卷下等为举三指 而为说百劫 故致以法葬等诸师皆主张三指百劫之说 为小圣所立 菩萨因落本业经卷下 大劫菩萨论卷一七八 巨舍论卷十八 顺正理论卷四十四 华言五教章卷二 参阅 三阿僧止劫 五百七十七 劫 两千八百一十一 批六百四十六 三劫 三劫 梵于 Treyosov 巴黎于Teyosav 又做三幽劫 指令友情留住于三界之 贫妆 有妆 无名妆 等三种烦恼 一 贫妆 梵 KM Srava,又作欲有漏。 即欲界所系根本烦恼三十六随眠中, 除五不知无名外,其余三十亿种, 另加十禅,称为欲漏,共计四十亿种。 二,有漏,范巴夫 Srava,又作有有漏。 即色界,无色界所系根本烦恼各三十亿随眠中, 各处五不知无名,其余二十六种, 二界合为五十二种。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则加上昏成、调剧, 而成五十四种。 三,无名漏,范阿巴迪 Srava, 三界五不知无名, 即三界之痴烦恼,称为无名漏。 一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七载, 辟喻论诗已无名, 有爱各位前纪缘起, 后纪缘起之根本, 而仅立二漏之说, 童书卷四十八, 分别论者则于三漏之外, 附加剑漏, 而立四漏之说。 长阿含经卷二,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二, 即义门族论卷四, 品类族论卷五, 顺正理论卷五十三, 批六百四十六。 三界刺, 据大佛顶首轮严经卷八载, 佛欲说修行地位, 先说三等剑刺之法以为根本, 即, 一, 除住因, 即驱除众生住恶之因, 如, 谢, 算, 心取五种心菜, 十之意引发淫晦, 为邪魅所者, 令天人远离, 事故修行之人必先断除此等住恶之因。 二, 枯正性, 一切道, 妄等恶皆由淫, 杀而起, 故众生已淫, 杀之性未正性, 若欲修菩提, 当破除淫, 杀之性, 勿令毁犯。 三, 为献业, 修菩提之人既能断除五心, 不犯淫, 杀, 则于献前六成之境为远而不相舍。 P646, 三疑, 据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二载, 习禅之时, 若生起如下三疑, 则不能入于禅定。 即, 一, 疑字, 若仁以诸根暗顿, 罪够身重, 遂字疑非是受道之气, 禅定中不能发。 二, 疑诗, 怀疑受道之诗微一项貌皆不具足。 做此疑慢, 禅定不能生。 三, 疑法, 怀疑所受之法非正真之道, 故不尽性受行, 禅定不能生。 以上种种因缘, 若觉知疑过, 当即弃之。 弃一概即为弃五概之一。 参阅, 弃五概, 五千零四十九, 批六百四十七。 三福, 指往生极乐净土者所修之三种敬业, 此为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诸佛之敬业正因。 即, 一, 是福, 又做是善。 为世俗本来存在之效替忠性等善法, 如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等。 二, 戒福, 又做戒善。 为佛出世所定之戒法, 包括人, 天, 身闻, 菩萨所受持之三规, 五戒乃至聚足众戒, 不犯威仪等。 其中, 或聚受或不聚受, 或聚持或不聚持, 但皆回向, 必能往生。 三, 行福, 又做行善。 为凡夫起大成心, 自行化他所聚之善根, 即发大菩提心, 生性因果, 读诵大成经典, 开智慧, 厌苦心涅盘, 劝进行者, 劝人舍恶, 向涅盘道, 发愿往生净土等。 观无量寿佛经书, 至义, 观经散善意, 观经续分意, 观无量寿佛经义书卷中, 原兆, 批647。 三福业, 又做三福业事, 三幸福业事。 据增益阿含经卷十二载, 指, 一, 师福业, 为修行之人若欲贫穷者来起时, 需时与时, 需一与一, 乃至卧具, 一要, 随其所欲, 皆惜师与。 应师或福, 称为师福业。 二, 平等福业, 为修行之人能持戒律, 不兴恶想, 犯行端言, 语言和雅, 以平等慈悲爱护之心朴复一切有情, 令得安隐。 以平等心而能制福, 称为平等福业。 三, 思维福业, 修行之人以智慧观察, 了知初药之法, 远离世间成员杂想。 以此思维为出世善福之业, 称为思维福业。 指师, 介, 修三福业, 即, 一, 师类福业是, 师信业, 乃不师诸沙门, 苦行者, 起者以饮食, 衣服, 卧具, 防舍, 医药, 灯竹等物, 或行生业之诗, 雨业之诗, 异业之诗, 世谓师类。 二, 戒类福业是, 戒信业, 凡离害生命, 离不语取, 离欲邪行, 离虚妄语, 离饮酒, 放逸等, 世谓戒类。 三, 修类福业是, 修信业, 慈悲喜舍四无量, 世谓修类。 大班若波罗密多精卷三, 即义门族论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二, 批六百四十七。 三种人难报, 具大皮婆沙论卷六十六载, 有三种人令友情众生获大利益, 纵然进行受以各种上妙衣服, 饮食, 卧具, 医药即于资源供养之, 亦难以报其恩。 此三种人即, 一, 令出家者, 若有人为其说法, 劝令出家, 替法染医, 以正信心受持境界, 乃至成就菩提, 其恩难报。 二, 令知即法者, 众生即即烦恼或业, 招即生死之苦, 若有人为其说法, 令之烦恼过患而灭除之, 其恩难报。 三, 令得漏尽者, 若有人为其说法, 令如法而修, 破除烦恼, 出离生死之苦, 而正真空液盘之乐, 其恩难报。 批六百四十八。 三种不坚义三坚法, 本时经卷七以财, 生, 命三种不坚, 转成坚财, 坚生, 坚命等三种坚法, 即, 一, 不坚财, 贸易坚财, 为一切世坚财物, 体非坚固, 聚散无常, 不可久保, 若能持以不施泛行清净之人, 远求无上安乐涅槃, 或求当来天人乐果, 即为坚固之财。 二, 不坚生贸易坚生, 为父母所生之身乃四大甲合, 为脆不实, 体非坚固, 生灭无常, 不可久存, 若能持守无戒, 清净无染, 修习菩提无上之道, 以正金刚不坏之身, 即为坚固之身。 三, 不坚命贸易坚命, 为人所受之命, 虽受邀不齐, 皆同梦幻, 体非坚固, 疏忽无常, 不可久保, 若能乐之四地, 修习正法, 超越生死, 以蓄常住不朽会命, 即为坚固之命。 P648 三种方言, 为三论宗解释, 八不中道, 所用之三种言教, 即因应受教者所愿之方欲, 由能化之圣者所设之三种言教, 此系随代及藏之师心黄法朗所立。 据大臣玄论卷易载, 一, 第一种方言, 为非生, 非不生为中道, 生而不生为假明。 假之生难以称为生或不生, 故称俗地中道, 假之不生, 难以称为不生或非不生, 故称真地中道, 俗地之生灭并非生灭, 为无生灭之生灭, 真地之生灭, 并非无生灭, 为生灭之无生灭, 故非生灭, 非无生灭, 为二帝和明中道。 此三种中道之说明法, 系, 彻底破除对方所执着之立场, 以显出中道, 之夺破门。 二, 第二种方言, 为无生灭之生灭为俗地中道, 生灭之无生灭为真地, 中道, 非生灭, 非无生灭为二帝和明中道。 此种说明法, 系, 全且承认对方之立场, 而指摘其矛盾之为假之, 彻底破其之病, 以显出中道, 之纵破门。 第三种方言, 为俗地为假生即不生, 假灭即不灭, 此种不生不灭为俗地中道, 非不生, 非不灭为真地中道, 非生灭, 非不生灭为二帝和明中道。 其说明法系, 直接显示真实道理, 彻底破除对方之病, 以显出中道, 之平等门。 关于方言之语义, 玄瑞之大臣三论大义超卷二位, 方者, 即方欲, 欲者, 即所愿之欲。 众生所愿之欲, 即方欲。 所谓言, 即言教, 只能化随缘之教。 总之, 随方之言, 故为方言, 亦即随着所化之根基, 由能化之圣者所设之言教。 中观论书卷一本, 大臣正观略思记, 三论玄书文艺要卷三, 大臣玄问答卷一, 十注心论卷七, 批六百四十八。 三种止观, 指天台宗所立之见次止观, 不定止观与原顿止观。 略称三止观, 此三观依序未出浅后生之观法, 浅生不定之观法与初后不二之观法, 三者皆是原十相之大臣止观, 系天台智者大师秉承南岳慧斯禅师之说, 为三根性说三法门, 并引三辟喻而广说者。 一, 见次止观, 略称见次观, 未出浅后生之观。 此法犹如登梯之游低而高, 即初先持戒, 达三善道, 四修禅定, 止欲散网, 达色, 无色定道, 四修无漏, 止欲三戒欲, 达涅槃道, 复修慈悲, 止欲自正, 达菩萨道, 后见观十相, 止二边偏, 达常驻道。 此即见次止观之相, 此诸法门能见佛性, 驻大涅槃。 二, 不定止观, 非出观十相, 亦非次地有浅至深, 而系前后护更知观法。 如至金刚宝于日中, 其色彩之现象不定。 此为无别之皆位, 随众生根基而作前前后生, 或前生后浅, 或前生是礼剑顿不定等法, 以成十相之观。 即止世界位第一亿, 或止第一亿位, 为人对质, 或习观为止, 或照止位观, 故称不定止观。 此系从过去佛身种善根, 经修正十二门, 或然开悟而得无生人。 三, 圆顿止观, 止出发心即观十相。 观法界一色异相无非中道, 己界, 佛界即众生界亦然, 故无名成劳即是菩提, 无即可断, 边, 斜阶中, 无道可修, 生死即涅槃, 无灭可振。 犹如通者之藤于虚空, 出源时相而行解共顿。 此系以法性既然修四种三昧, 行八正道, 虽有出后, 然时无二无别, 故于道场开佛之见, 得无生人。 摩合止观卷一上, 法华悬一卷十上, 法华悬一世千卷十上, 参阅, 不定止观, 九百七十二, 止观, 一千四百七十六, 圆顿止观, 五千四百一十一, 剑刺止观, 五千八百二十七, 批六百四十九。 三种世间, 止三种世界。 又坐三世间。 据大制度论卷七十载, 是, 隔别之意, 兼, 兼差之意。 一, 众生世间, 即止五因所成的一切众生, 未能居之正报。 又坐假明世间, 于十戒, 五因等法之上, 假立名字, 各个不同, 故称假明世间。 二, 国土世间, 即弃世间, 止有情所居之国土, 如山和大地等, 为所居之一报。 三, 五蕴世间, 又坐五因世间, 五因即色受享行时, 十戒五因各有差别, 故称五因世间, 为一正二报之通体。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 止观浮行传红诀卷五之三, 据华严经孔木章卷三载, 一, 气世间, 止三千世界, 乃是家如来所化岛之境。 气, 容受医用之意, 即容受众生而为众生所医用之山和大地等。 二, 众生世间, 为五因和和, 众共而生, 间隔不同, 乃是家如来所化之机众。 三, 至正觉世间, 指已无漏制的正觉之智者, 即正报中之佛, 或指此等智者所依存之境, 一级超越三界轮回之初世间。 华严经书卷三, 华严经探旋记卷十四, 参阅, 初世间, 一千五百五十四, 为印度数论学派所立之三种世间, 即, 一, 天上世间, 只居于天界之诸天种。 二, 人间世间, 只居于大地之人类。 三, 受到世间, 只居于天地间之禽兽。 此三种世间均由唯一之自信地所生。 经七十论卷上, 批六百四十九。 三种生生, 指人类身体具有之三位。 系数论学派所立, 即, 一, 为系生, 略称系生。 指出生之生, 即佛教所指之中因生。 此为系生生入胎中, 由父母之赤白和和而增益其生。 以其为系差别能生出生, 故未常住之生。 当初生退美食, 细生若与有漏法中之善相应, 则顺次受生于饭, 天, 事主, 人道等去, 若与有漏法中之恶相应, 则受生于四足, 如牛马犬羊, 有翅, 鸟类, 胸形, 龙蛇, 磅形, 蟹, 等处生道。 因常住之系生未生致焰, 故轮转八处, 若致焰生起, 则离此系生而得解脱。 二, 父母生生, 只系生入胎内, 见具人貌之胎内生。 与共和和生皆属粗生。 粗生依血, 肉, 精, 爪, 毛, 骨儿生, 前三种从母生, 后三种从父生。 此即六一生, 姿意内细生。 三, 共和和生, 又称大一生。 即从父母生生之胎内出, 而以外五大, 地, 水, 火, 风, 空, 为其住处之生。 与父母生生皆有生灭, 会退眉, 故非常住之生。 经七十论卷中, 大制度论卷十二, 批六百五十。 三种世道, 梵语TRIPR3I, 巴利语TIPIH3ENI。 又做三世线, 三教化, 三变现, 三变化, 三世道, 三神变, 三轮, 三叶轮, 三神族, 三种神变。 佛菩萨为教化众生, 而是献身, 口, 一三叶之得用。 据大班若经卷四六九载, 菩萨之世道有三种, 即, 一, 神变世道, 菩萨闽比地狱之苦, 献神通力, 灭除汤火刀剑种种苦惧, 令诸众生借此神变, 从地狱出, 升天, 人中, 受诸快乐。 二, 既说世道, 菩萨闽比地狱之苦, 既众生心之所念, 而为说法, 令诸众生, 借此法力, 从地狱出, 升天, 人中, 受诸快乐。 三, 教戒世道, 菩萨闽比地狱之苦, 发慈悲喜舍之心, 说法教戒, 令诸众生借此教戒, 从地狱出, 升天, 人中, 受诸快乐。 另一句舍论卷二十七之说, 则有神辩世道, 梵埃地, Praecaria, 寂心世道, 梵奥尼生, Praecaria, 教戒世道, 梵埃地狱, Praecaria, 等三种世道, 而以之通于六通中之三通, 即神辩世道相当于 神尽通, 即心世道相当于他心通, 教戒世道相当于漏尽通, 又以神辩, 即心为化道外道, 使之归服, 信受者, 以教戒为令比等发心修行者, 故罪为尊圣。 此外, 瑜伽师的论卷二十七, 大宝基经卷八十六, 中阿含经卷三十五, 长阿含经卷十六, 杂阿含经卷八等均有三种世道, 或三世线, 三神族之说, 然所举之内容略异, 即义门族论卷六, 杂阿吕弹心论卷六, 大吕婆沙论卷一零三, 参月, 六通, 一千两百九十二, 视线, 两千一百四十四, 批六百五十。 三种光明, 据瑜伽师的论卷十一载, 光明有三, 即, 一, 外光明, 指日, 月, 星光及火珠, 灯具等光, 此等光明能破除昏暗, 故称外光明。 二, 法光明, 指随所闻之法, 观察休息, 明星见性而显现之光明, 此等光明能破除于痴之暗, 显发本觉妙明, 故称法光明。 三, 生光明, 指诸佛, 菩萨, 二, 圣及诸天等之身所显现之光, 此等光明亦能破除黑暗, 称为生光明。 批六百五十一。 三种有, 有, 存在, 之意。 三种有, 指三种存在之法, 即, 一, 相带有, 如对长而有短, 对短而有长, 对静有心, 对心有静, 又如轻重, 彼此, 大小, 高低等一如是。 二, 甲明有, 甲多数即何谓一物, 如甲四大和何为人, 有甲明而无实体, 又如山林, 毛等一如是。 三, 法有, 一切法由因缘而生, 虽无自信, 然亦非如兔角归毛之有名无实, 故称为法有。 大制度论卷十二,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三, 批六百五十一。 三种制教, 显阳圣教论卷十一载, 制教有三, 及, 一, 圣言所设, 为修行之人于如来及诸弟子所说正法, 当尊重圣制, 性解修习, 不敢违约。 二, 对制杂染, 为修行之人修善去恶, 必有对制之法, 如心散乱, 则以禅定对制之, 如心贪婉, 则以不静观对制之, 如是乃能习妄归真, 得入正道。 三, 不违法乡, 为修行之人于如来所说正教, 当尊其法乡, 如礼私修, 精进一心, 不敢违背。 批六百五十一。 三种行仪, 乃日森辨阿依善导, 原性之说所立之三种念佛仪则。 据辨阿之末代念佛受手印载, 所谓寻常行仪, 即不拘处所, 身体, 衣装, 饮食之境与不境, 亦不论时节之久赞或行住坐卧等诸时, 皆可念佛。 别时行仪则应注重道场, 身体, 衣服等之清净, 并应常立常坐, 亦时常斋, 不时久肉五心, 于一日乃至十日之间亦心念佛。 临终行仪与别时行仪相同。 据善导之观念法门仔, 欲入三昧道场时, 先须庄严道场, 安置尊相, 以香汤扫撒。 若无佛堂, 亦可以尽房代之, 取义佛像安置西壁。 行者从月一日至八日, 或从八日至十五日, 或从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或从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自量加夜轻重, 于此时中入境行道。 衣装, 邪袜尽须清净, 七日之中皆须一时常斋, 饭时粗淡而节亮, 晝夜树心相续, 专念阿弥陀佛, 心与身相续, 七日之间, 或坐或立, 唯不得睡眠, 此即上计之别时行仪。 幼崽, 行者于灵命中时, 依念佛三昧法, 端正身心, 回面向西, 专注观想阿弥陀佛, 心口相应, 深深不觉, 决定坐网深想, 华台慎重来迎接响, 此即上计之灵中行仪。 往生要即卷中末所在别时念佛之二种仪式, 即经之别时行仪与灵中行仪。 而观经书卷四所在, 大三七、 二七二中, 一心专念弥陀明号, 行注坐卧, 不问时节究竟, 即往生礼赞所在, 常时修, 等, 即经之寻常行仪。 又三种行仪之中, 若以棒正别之, 则寻常行仪为正行, 别时行仪为棒行。 P651 三种作意, 作意, 使心警觉已引起活动之精神作用。 三种作意即旨由所相应之观智而生起之三种精神作用。 一, 自相作意, 即观色之辩爱, 时之了别等法的自相, 称为自相观, 而与此等自相观相应所生起之作意, 称为自相作意, 以及与观法自相之智慧相应而起之精神作用。 二, 共相作意, 即与四地以上苦, 空, 无常, 无我等十六行相, 十六行相为通色新诸法之共相, 相应而起之作意, 以及与观法共相之智慧相应而起之精神作用。 三, 圣解作意, 即与不静观, 四, 无量心, 有色解脱, 八, 圣处, 十变处等观相应而起之作意, 以及与假想观相应而起之精神作用。 所谓不静观, 如观美人, 而以轻淤等假想之, 故为假想观, 其所观之境不受拘束而能自由观解, 故为圣解。 据舍论卷七, 大皮婆沙论卷十一, 皮六百五十二。 三种忍行, 据诸经要及卷十载, 菩萨修行时, 有身, 口, 亦三种忍行, 即, 一, 身忍行, 菩萨修行时, 舍身, 命, 财, 无有令习, 虽被割结身体而能忍受, 称为身忍行。 二, 口忍行, 菩萨修行时, 虽被人清闲打骂, 文以能忍, 不起斗争, 称为口忍行。 三, 亦忍行, 菩萨修行时, 虽被人悔资辱骂, 田会喝则, 文以能忍, 不起愤恨之心, 称为亦忍行。 P六百五十二 三种成就, 只为时宗所说之种子, 自在, 现行三者。 成就乃, 德, 之以名。 有情之身中畏色, 心诸法所属, 他身及非情等畏己受用之物者, 皆由自时所辨, 故称为德。 为时佳就有情可乘之诸法, 甲利三种成就, 即, 一, 种子成就, 指一切见修所断之烦恼, 人孕而起之诸无忌法, 即身的善等所有种子之未受损害而存在者, 又分二种, 即, 一, 体成就, 真体永不损害。 二, 功能成就, 其功能作用不需对质。 二, 自在成就, 只需借由加行所生之善法, 即功巧处, 变化心, 微以等三无忌之一分加行力所成者。 此种自可认运自在, 故称自在成就。 三, 现行成就, 指一切法之现行。 即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三科法之通于有漏, 无漏, 善, 不善, 无忌等。 于加诗的论卷五十二, 卷五十六, 巨舍论卷二十一, 成为十论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五七, 辟六百五十二, 三种生, 生, 即聚集之矣。 大乘五运论以名, 巨, 文为三种生, 即, 一, 名生, 一是立名, 名全自信, 是位名生。 二, 巨生, 梵文之文法系由众语和合成巨, 如仆位一字, 提位一字, 若二字合合, 称为菩提。 故具权差别, 是位巨生。 三, 文生, 文及文字, 位名, 巨二法所依。 P653, 三种奇特事,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载, 佛有三种奇特之事, 即, 一, 神通奇特, 为佛妙应群积, 献大神变, 不可思议, 使一切众生及诸邪魔外道贤贵, 非正化。 二, 惠心奇特, 为佛之智慧, 星光战绩, 照了一切诸法, 成就一切种智。 三, 摄受奇特, 为佛善之众生诸根利盾, 随机摄受, 开导教化, 令笔贤文法药, 尽修妙行, 出离生死。 P653, 三种定业轮, 具得藏十轮经卷二, 十轮品, 宰, 如来以禅定, 送习, 迎符等法轮破一切烦恼或业, 并令众生如说修行而正道果, 故说此三种定业轮, 一, 建立修定业轮, 令众生修行正观, 观察无名烦恼起灭之乡, 以述习等法修习禁律, 催破一切或业, 令心助于镇定。 二, 建立习送业轮, 令众生习送大臣经教, 初、 中、 后业经情无怠, 心不散乱, 催破一切或业。 三, 建立迎符业轮, 令众生修行持戒, 布施, 造相, 建塔, 供养佛法森, 迎种种福报之事, 以催破一切或业。 P653 三种法森, 究摩罗时所立之三种法森, 即, 一, 法化身身, 由法性化现之化身佛, 即金刚身。 二, 五分法义, 即戒, 定等之五分功德。 三, 十相法身, 即空性之诸法十相。 诸为摩金卷三, 天台宗所立之三种法身, 即, 一, 但空法身, 乃小臣之法身。 二, 即假法身, 为大臣别教之法身, 乃灭无常色而或常等, 乐, 我, 竟等三亿父如是。 三, 即中法身, 为大臣原教之法身, 为如来法身非常非无常, 乐, 我, 竟等亿父如是。 天台人王经书卷二, 指理法身, 治法身, 理治无碍法身。 P653 三种法华, 指根本, 隐秘及显说三种, 乃日本天台宗之说。 日僧最尘在守护国界章卷上执出, 一切佛教尽设于法华经所说之一臣教中, 故一切教说皆属法华之教, 法华一臣之外别无教法。 即, 一, 根本法华, 指华严经, 该经是佛之自内政, 为佛尚未说出之法华。 二, 隐秘法华, 指阿涵, 方等, 班若时等诸经, 此等诸经乃未根基较低者广开方辩知三圣说, 然其中之一理教说亦隐含义成法。 三, 显说法华, 指法华经, 该经明白地说出唯一之佛尘。 赴次, 在口传法门方面, 有慧思及慧威力别种之三种法华。 此外, 又力有四种, 五种, 七种法华等说。 此说与密教结合, 则显示胎藏界与金刚界两步不二, 或未应与种子不疑不疑。 批六百五十四。 三种即生成佛, 即日本真言宗所立理据, 加持, 显得等三种即生成佛之乙。 此三者皆为平等法界中法而无作之事业, 通明即生成佛。 就纵之次第而言, 理据通于凡胜因果, 加持则通于出的以上乃至佛果, 依依未皆具有加持感应之功德, 显得指第十一的原集之位。 就恒之意义而言, 行者本具之菩提心未理据, 本尊及三密之教门未加持, 内因与外缘相应, 则漫图罗海会之功德现前未显得。 若配以三大, 则理据未体, 加持未相, 显得未用。 译本即生成佛义, 密宗教相超卷六, 开心超卷中, 宗义觉则即卷二十一, 参阅,即生成佛, 三千七百六十, 批六百五十四。 三种滤移, 说一切有不降滤移, 即防护, 分为三类, 一, 别解脱滤移, 犯Prtmachae, Savara, 又做别解脱戒。 即欲禅戒, 为八重应受持之戒条。 二, 净滤深滤移, 犯Dhena, Savara, 又做净滤滤移或定供戒。 即色禅戒, 乃依静律而生者。 三, 道深滤移, 犯恩Savara, Savara, 又做无漏滤移或道供戒。 细圣人所成就之滤移。 此三种滤移, 加上断滤移, 则为四种滤移, 又称四戒。 大批婆沙论卷一一九, 巨舍论卷十四, 顺正理论卷三十六, 参阅, 别解脱滤移, 两千八百零六, 戒, 两千八百九十六, 无漏滤移, 五千一百三十, 净滤滤移, 六千三百六十, 批六百五十四。 三种私祸, 止于沉浸起诸染者而生之三种祸也。 即, 一, 聚生私祸, 乃于行聚生者, 即于脱胎时所生之爱物心。 二, 一见私祸, 乃随见祸而生起之祸, 细游邪师, 邪教, 邪思为等之诱导所生之祸也。 三, 三界细私祸, 即三界九的之私祸, 又作证三读。 参阅, 见祸, 两千九百九十七, 修祸, 四千零四十七, 批六百五十四。 三种香, 华严经随书演绎超以标象, 形香, 体香为三种香。 一, 标香, 标及表, 如见烟及知识火等。 二, 形香, 指长短方圆等形状。 三, 体香, 体及体质, 如火以热为体质。 大制度论卷一以假明相, 法相, 无相相为三种相。 一, 假明相, 为世间一切事物及众生以众缘和和而有。 有种种名字, 皆无自信, 虚假不识, 众生弥固, 与此假明起之取香, 故称假明相。 二, 法相, 为无运, 十二入, 十八戒等诸法, 以俗眼观之, 则见是有, 以慧眼观之, 则见是无, 众生弥固, 与此等诸法起之取香, 故称法相。 三, 无相相, 远离上举之假明相, 法相, 但有无相, 众生迷固, 又于无相之中, 岂之取香, 故称无相相。 承识论卷十二以发相, 至相, 舍相为三种相。 一, 发相, 心昏承识, 用精进之行以策发之, 称为发相。 二, 至相, 心调举时, 用寂静之法以静致之, 称为至相。 三, 舍相, 心若不成不散时, 即舍去上举之法, 至二相, 称为舍相。 批六百五十五。 三种重罪, 为密宗所立之三种重罪。 即, 一, 退三昧耶, 为受法之后, 退失本事而不修行。 二, 破三昧耶, 为已受密法之行者, 对密藏产生一棒。 三, 月三昧耶, 又作月法罪。 即为经允许而自意见闻者。 瞿熙经卷下, 大日经书演奥超卷一批六百五十五, 三种香, 指由树之根, 之, 花所制成之世间三种香。 据借德香精仔, 此三种香为顺丰时的闻其香, 逆风则不闻, 阿难乃思为欲寻教此三者更殊胜之香, 能不受风向影响而普勋十方, 遂请示于佛。 佛告之以守无戒, 修实善, 尽是三宝, 仁慈道德, 不犯威以等事, 若能持之不犯, 则其借香普勋十方, 不受有风, 无风即顺逆之影响, 此借香乃最清净, 无上者, 非世间众香所能比。 参阅, 借香, 2911, 批655。 三种病香, 据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四载, 修禅定者, 若善食病源, 能名四大, 五脏, 五根等三种并发之香, 善家调治, 则身心安隐, 不费休业。 一,四大增洞病香, 一, 得大增固, 肿结沉重, 身体枯及等珠换身。 二, 水大增固, 痰障满, 饮食不消等珠换身。 三, 火大增固, 肩寒撞热, 肢结结疼等珠换身。 四, 风大增固, 虚弦站调, 呕吐气及等珠换身。 二, 五脏身患之香, 一, 若患从心身, 身臂寒热, 口中长躁。 二, 患从肺身者, 身体胀满, 四, 肢烦疼, 肩之鼻塞。 三, 患从肝身者, 愁忧甜慧, 头痛眼疼。 四, 患从皮身者, 通身游风, 养闷, 饮食失味。 患从肾身者, 咽喉耶塞, 腹胀耳满。 三, 五根中患香, 一, 眼或赤或疼, 昏花一暗, 是未眼患。 二, 耳或痛或聋, 或嘈然坐生, 是未耳患。 三, 鼻塞及流浓涕, 是未鼻患。 四, 蛇或窗或硬, 饮食失味, 是未蛇患。 五, 四体促痛, 百结酸疼, 是未生患。 P655。 三种神变, 又做三种世道, 三世线, 三神族。 据大宝基经卷八十六载, 如来有三种神通变化, 即, 一, 说法神变, 如来以无碍大致了之众生善恶业因及善恶果报, 献一切神变而为说法。 二, 教戒神变, 如来教诸弟子应做, 不应做, 应性, 不应性, 应清净, 不应清净, 杂染法, 清净法等, 献诸神变而为交戒。 三, 神通神变, 如来为调浮交慢众生, 或献一生而做多生, 或献多生而做一生, 山崖时必出入无碍, 身上出火, 身下出水, 或身下出火, 身上出水, 或入得如水, 屡水如得等, 以诸种神变掉伏众生。 P656 三种鬼神魔, 据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四载, 魔能献诸行香, 恼乱修行, 杖必禅定, 行者若不善分别以驱除之, 则使魔得其变, 而至身心恐怖, 有防精进。 一, 精魅鬼, 此鬼由精灵变化而厌魅于人, 以十二时中子属丑牛等受为种种香, 或作少男, 少女, 老素之行即可谓等香脑乱行人, 各当其时而来。 若多卯时来者, 必是糊涂之类, 说其名字, 精魅即散。 于时来者, 类此可知, 呼其名字, 即皆消灭。 二, 不替鬼, 不替极恶叶叉。 据摩喝止观载, 居纳含佛末法之时, 有意比丘, 好恼乱众僧, 为众病出, 遂发恶事, 长脑作禅之人。 此诡异作种种形茂, 或如虫类猿人头面钻刺之状, 或抱持愚人, 或赋言说, 应声喧闹, 即作诸寿之行来脑行人。 行者应及觉知, 且暗中喝骂比诡, 大四六, 五零七上, 我今时辱, 辱是此言福提中, 食火秀香偷辣即之, 斜剑洗破戒种。 我经持戒, 终不畏辱。 兼颂戒律以除阙之, 比鬼即便退去, 无能恼乱。 三, 摩罗鬼。 摩罗, 泛语MRA, 意味能夺命。 此鬼能夺行人智慧之命, 多作三种行香, 脑乱行人, 即显现丑色, 二身等可谓五臣即虎, 狼, 狮子, 罗沙等为情之香, 或现美色, 娇身等可爱五臣即父母等顺情之香, 或现寻常所见五臣等非为非顺之香。 以上三香, 或令部位, 或令爱者, 皆能动乱行人之心, 使禅定不得显发。 P656 三种常, 大臣庄严经论卷三菩提品以法身, 暴身, 应身三身为具有恒常性之三法。 即, 一, 本性常, 为法身本性常住, 无身无灭。 二, 不断常, 为暴身常依法身, 无有间断。 三, 相续常, 为应身于十方世界美矣, 复现化无穷。 P656 三种教乡, 又作教乡三意。 乃法华经与法华以前诸经在教乡上之三种差别。 即, 一, 根性荣不荣乡, 即五十八教之叛教。 法华以前之四时, 华严时, 阿含时, 方等时, 班若时, 乃以化以与化法之四教教化根性为熟之二圣, 三圣, 五圣等。 其化法四教中虽有原教, 然仅有法开会, 为一切教法皆为相同一致者, 而无人开会, 为敏除三圣之别, 人人皆可成佛。 法华所教化者则为根性纯熟之一佛臣之机, 能化之教义具有法开会与人开会, 为纯缘独妙之开显缘。 二, 化到始终不始终相, 于教当机义物, 不说如来隐权规实施化之矣。 法华则明佛设教之原始, 巧为众生作顿, 见, 不定, 显密等种子, 中间一顿见五味掉浮长养而成熟之, 又一顿见五味而渡脱之, 具有种, 熟, 脱三亿。 三, 师弟远近不远近相, 众经皆为佛于菩提树下沉道时, 时至时满, 将师全至, 二圣弟子不得入十至, 亦不能施全至。 法华则言佛作菩提树下之前, 早已成道, 已满全十二至, 且弟子已入十至圣九, 亦先解全至而行之, 故到数之前, 施与弟子全时长远。 三种教乡中, 至已多用第一判, 惊惜湛然, 日森醉成多用第二判, 日本日联宗之祖日联多用第三判。 法华玄一卷一上, 法华玄一世千卷一上, 极南的诸家通用之盾, 剑, 不定等三种教像。 一, 顿教, 华言为华菩萨, 如日照高山, 故称为顿教。 二, 建教, 又分有相, 无相二教。 三藏教, 小臣教, 卫化小臣, 先教乙, 半字, 教, 称为有相教, 是尊臣到十二年后为大臣说五十般若乃至常住, 称为无相教。 有相, 无相聚为建教。 三, 不定教, 如圣满, 光明等经, 非顿非箭, 阐明佛性常住, 故称为偏方不定教。 人王班若经书卷上一, 法华玄一卷十上, 批六百五十七。 三种清静, 指心, 身, 像之三种清静。 乃大制度论卷四十三世级散品所立修般若知菩萨所具有者, 即, 一, 心清静, 不生染心, 甜心, 焦慢心, 千贪心, 邪见心。 二, 身清静, 心得清静, 故不再受后生, 常得化身。 三, 相清静, 心身即皆清静, 则能具足相好庄严之身。 批六百五十七, 三种净肉, 只许可比丘食用而不犯戒之三种净肉, 即, 一, 不为我杀, 且不见其杀者。 二, 不为我杀, 且不闻被杀之身者。 三, 无为我而杀之贤者。 然于大臣经典中, 食肉乃违反大慈悲之精神, 开三种净肉之食, 不过身闻权宜之质, 故大臣经典设有净断食肉之规。 四分绿卷四十二, 食送绿卷三十七, 首轮言一书注经卷九, 范网经要解卷五, 参阅, 净肉, 四千六百九十七, 批六百五十七, 三种净业, 未观无量寿经所举三种往生净土之因, 意味过去, 未来, 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即, 一, 效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二, 受持三规, 具足仲戒, 不犯威夷。 三,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批六百五十八, 三种习气, 指明言, 我之, 有之三种。 又做三种熏习, 三熏习, 由现行气分熏习所成, 称为习气。 即, 一, 名言习气, 乃依名言熏习所成有为法之个别清因缘种子。 负分为二, 一, 表意名言, 能全是意理之因身差别。 二, 显境名言, 能了别境界之心, 心所法。 二, 我之习气, 由我之熏习而成, 另有情等起自他差别之种子。 负分为二, 一, 具身我之, 通于六, 七二十, 除二圣之无学, 八的以上之菩萨, 如来以外, 于皆有此熏习。 二, 分别我之, 为现于第六十, 细于一身之滋量位所生起者。 三, 有之习气, 乃依有之熏习所成, 一手果成为善恶差别之夜种。 负分为二, 一, 有漏善, 能招可爱果报之夜者。 二, 诸不善, 能招非爱果报之夜者。 有之习气, 即已与第六十之丝相应之善恶为增上缘, 而助长一手无忌之明言种子, 令身当来之果。 明言种子为第六十之丝种子, 有权显自义, 勒别境界之功能, 依之, 熏习自身五蕴之种子, 而为自他差别之理由, 生成我之习气, 互为循环, 以成有漏, 有味, 自他, 善恶等诸法。 解身秘经卷三, 成为时论卷八, 唐义社大乘论事卷三, 卷四, 成为时论数记卷八本, 参阅、习气, 四千七百七十一, 批六百五十八, 三种庄严, 即乐境土之庄严功德可分为三类, 又做三种成就愿心庄严, 三种愿严, 三严, 即, 一, 国土庄严, 即佛国土之庄严功德, 又分为庄严清净功德成就, 庄严量功德成就等十七种。 二, 佛庄严, 又分为庄严做功德成就等八种。 三, 菩萨庄严, 又分为大菩萨至十方说法立身等四种。 如是三种之庄严, 总有二十九具, 故又称三种二十九具庄严。 往生论, 往生论柱卷下, 指净土宗所说之三种一报庄严, 即, 一, 地下庄严, 如一切宝状光明互相印发等事。 二, 地上庄严, 如一切宝地, 持灵, 保楼, 宫格等事。 三, 虚空庄严, 如一切变化, 宝宫, 华网, 宝云, 画鸟, 风光, 动发, 声乐等事。 此三种庄严皆为弥陀敬国无漏真实之圣像。 观无量寿精玄一分, P658。 三种圣勇猛, 为大臣庄严经论卷一归一品所举修习佛道之三种圣勇猛。 即, 一, 愿圣勇猛, 为初修行之时, 发四弘誓愿, 发大勇猛, 成佛菩提, 广化友情。 二, 行圣勇猛, 为至心学道, 能行妙行, 发大勇猛, 绝去菩提。 三, 果圣勇猛, 为一心精进, 修诸妙行, 发大勇猛, 绝求成佛, 故修婴儿感果, 与佛平等无耳。 P658。 三种恶, 成时论卷时以恶, 大恶, 恶中恶为三种恶。 一, 恶, 如杀, 道, 赢, 妄等为理造作之事皆属之。 二, 大恶, 自作义教人作, 如自杀义教人杀, 自迁义教人迁等, 是为大恶。 三, 恶中恶, 自令法义教人令法, 由义人令法, 则令多人堕于恶道, 亦是断灭佛法, 是为恶中恶。 P659。 三重发心, 指菩萨在修行道为中所发之三种菩提心, 即, 一, 性成就发心, 为时性行满, 性心成就, 入时住为中出发心住。 二, 解行发心, 解即解了, 行即修行。 为时行为中能解法性本空, 顺修六度之行, 发回向心, 入时回向。 三, 正发心, 正即正入。 未入出的乃至第十的, 而此正者无有境界, 为真如智, 称为法身, 法身显发, 故称正发心。 十的经论卷二, 大乘一章卷九, 发菩提心闻所立, 菩萨所发之心有大悲心, 大智心, 大怨心等三类。 一, 大悲心, 菩萨既物自心本无生灭, 遂悲六道网寿省伦, 己虽为正菩提, 然愿众身解脱, 于是广发同体大悲, 敬畏来行似设法, 设比众身, 皆令归真, 同乘佛道。 二, 大智心, 菩萨既心大智, 适度群品, 品类既多, 根气不一, 急需广世诸佛, 广学妙法, 一一正入, 转化众身, 遂心广大悲至。 三, 大悲心, 心为本境, 久亦成劳, 习性难顿消除, 法器虚资魔宝, 自律轮回诸去, 不欲佛法甚缘, 故发大悲备修万行, 行愿相资, 犹如车亦运行不退, 直至菩提。 观无量受佛精卫, 若有众身愿身彼国者, 当发三种心极的往生。 即, 一, 至尘心, 为此土众身愈身彼国者, 当发专至尘时之心, 正念真如, 求愿往生。 二, 身心, 为欲求无上佛果者, 必须心弃生理, 后种善根, 如生根难拔。 三, 发愿心, 为以真如实心, 去果善心, 以此二心功德, 善巧回向, 发愿求生净土, 宿正法人, 广拔一切众生苦恼。 参阅, 三心, 五百三十二, 批六百五十九。 三种菩提心, 又做三菩提心。 菩提心论载, 菩提心之形象有行愿, 圣意, 三摩地等三种之别, 称为三种菩提心。 一, 行愿菩提心, 即大悲心。 行, 指四弘六度之一切万行, 愿, 即愿波罗蜜。 外道二胜不起此心, 为菩萨大事能发。 即菩萨当利益无于之有情戒, 愿彼得安乐, 观十方寒时犹如己身, 又于大悲门中拯救, 随众生之愿己付, 乃至不惜生命。 二, 圣意菩提心, 又做身般若心。 菩萨勒之一切法无自信, 亦即观圣意空佛性, 以求菩提之心。 旧时助心而论, 出厌弃一身低阳等世间之妄心, 四气舍为运无我等二圣之心, 又舍遣他愿大圣等见修之法门, 如是依如来之教赤, 先以最上之智慧对妄时心胜裂而空九种信心, 其次以身般若之妙会, 亦空众生之妄想, 诸佛之说法, 直观圣身之诸法无自信而空九种住心。 超此诸住心等, 发菩提心, 行菩提心, 即是圣意菩提心。 三, 三摩地菩提心, 即与三密相应之五部密关。 凡一切众生虽本共具大疲鲁 遮那四众法身即四种曼陀罗, 然以五丈, 三独必复之故, 不得觉悟, 若于心中观日月轮, 诵生自知真言, 发三密之加持, 灰四智之妙用, 则大日之光明朗阔而周遍法界, 五部三部之尊森罗原献, 诸此三昧, 一切不可思议之得用皆具足于心身, 觉知及身为大日之体, 视为三摩地菩提心。 菩提心论刊文卷上, 教时问答卷三, 卷四, 大日经书著星超卷六, 参阅, 菩提心, 五千两百, 大臣其信论所举之三种菩提心, 及, 一, 执心, 心长执执, 离诸产驱, 能行正法, 即是菩提之心。 二, 身心, 于正法心生生性, 负乐修一切善行。 三, 大悲心, 悲悯一切受苦众生, 常思救护, 令其安乐。 P659 三种圆满安乐, 据于家师的论卷四十亿载, 修菩萨行者能成就三种圆满安乐, 即, 一, 成就家行圆满, 未于境界不敢悔犯, 于身与意清净无染, 若有过失即能忏悔, 令其界体圆满无亏。 二, 成就意乐圆满, 未未法出家, 不畏活命, 但未求无上菩提及求大涅盘乐, 勇猛精进, 不生懈怠之心, 不砸众恶之法, 不受当来生老病死之苦。 三, 成就素因圆满, 未于素世中曾修福善, 故于今生种种滋生之巨悉无匮乏, 父能为他广行会师, 心不牵令。 P660 三种意深深, 通教灯的菩萨的如幻三昧, 能视线无量自在神通, 普入一切佛差, 随意无碍, 意欲致比, 身意随致, 故称意深深。 巨人家精卷三之一切佛与心品在, 通教菩萨有三种意深深, 即一, 三昧乐震寿意深深, 三昧为梵与三呆之音意, 以定性为乐, 亦于苦乐等寿, 故意意为震寿。 为三昧乐震寿, 乃华梵双举。 通教第三, 第四, 第五的菩萨修三昧时, 正的真空寂灭之乐, 普入一切佛差, 随意无碍。 二, 觉法自信信义深深, 通教第八的菩萨觉了一切诸法自信之信, 如幻如化, 习无所有, 以无量神力普入一切佛差, 迅疾如意, 自在无碍。 三, 种类巨深无形作一深深, 通教第九, 第十的菩萨觉知一切法皆是佛法, 若得一深, 无量深一时普现, 如镜中之相, 随诸种类而得巨深, 虽现重相, 而无作为。 P660 三种灭, 三种有味, 无味之灭。 即则灭, 非则灭, 无常灭。 据发志论卷二载, 一, 诸灭是离系, 称为则灭。 二, 诸灭非离系, 称为非则灭, 以上属无味法。 三, 诸行散坏破眉王退, 称为无常灭, 属有味法。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一, 参阅, 非则灭无味, 三千七百一十四, 则灭, 六千两百二十五, 三种有味法之散坏破灭。 即念念灭, 相为灭, 无余灭。 据四地论卷三载, 一, 随一切有味法之则那而落泻, 称为念念灭。 二, 则那相续之破灭, 其性前后相乖, 称为相为灭。 三, 如灯火之熄灭, 灭后无余, 称为无余灭。 此与顺中论卷下所在念念灭灭无常, 和和离散无常, 毕竟如是无常等三种无常同意。 断除烦恼之道有三种, 即, 一, 未有灭, 为烦恼尚未生起而不另生起。 二, 伏离灭, 为烦恼记忆生起, 由于是, 初世之道现实不起。 三, 永离灭, 为烦恼以扶住不起, 远离灭因, 永灭无余, 故未来绝不再生起。 四帝论卷三, 只成为十论卷八, 成为十论数记卷九本所列举之三种灭地, 此系法乡宗所说。 法乡宗为苦, 即, 灭, 到四帝中之灭地, 应具有便迹所执性, 依他起性, 真如等三性, 而设三灭地之说, 即, 一, 自性灭, 只便迹所执性。 灭, 乃不生之义。 盖以自性不生, 假名为灭。 二, 二取灭, 只依他起性。 二取, 系只能取, 所取, 灭, 则灭之义。 盖以能取, 所取之相本即不生, 故称二取灭。 三, 本性灭, 指真如。 盖真如之体本来寂灭, 故称本性灭。 变中编论卷中,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六末, 成为时论同学超卷八十五, 批六百六十一。 三种睡眠, 睡眠, 使心暗昧之精神作用。 一天清之一觉经论所立, 睡眠之起有三种原因, 即一从时而起, 二从时节而起, 三从心而起。 前二者是阿罗汉眠, 可用精进对治之, 如白昼则情心修习善法, 出夜, 后夜亦不可费, 于中夜可送经, 无以睡眠而令亦生虚度。 对治从心起之睡眠, 其方法有二, 一,以思维观察对治, 观诸身灭坏五因, 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 求禅定智慧以求自度。 二,以境界对治, 即禅定相应心界, 余色, 身等六静安住自心, 能令自得清静庄严, 亦令他地无果。 增益阿罕经卷三十一, 佛本行及经卷五十九, 参阅, 睡眠, 五千五百三十八, 批六百六十一。 三种僧, 具新地观经卷二报恩品所在, 有, 一, 菩萨僧, 如文书, 弥勒等菩萨, 二, 身文僧, 如摄利福, 目间连等。 三, 凡夫僧, 具足别解脱戒, 政见等, 而能说法利他者。 具大制度论卷二十二所在, 有身文僧, 辟之佛僧, 菩萨僧等三种。 具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金刚僧品载, 僧重品类极多, 可略分为三种, 即, 一, 犯戒杂僧, 为比丘虽持境界, 然为立养之故, 常与破戒者共相倾覆, 同其事业, 杂处熏习, 久之因而破戒。 二, 于痴僧, 为比丘虽在阿兰若处, 然朱根不立, 暗顿于鲁, 不能解了经律论, 于朱弟子或犯境界者, 亦不能较令清净忏悔。 三, 清净僧, 为比丘本性清净, 言持戒律, 通达经论, 不为朱魔之所扰坏, 又能调福利益一切众生, 为说朱借轻重之乡者, 堪称护法无上大师善持律者。 大智度论卷三将上纪之范界杂僧分立为有修僧, 无修僧两种, 而总为四种僧。 P661 三种精净, 成为十论卷九所立之三种精净。 即, 一, 被假精净, 发勇猛, 自立立他之大誓愿, 其无数大劫而无退驱之念, 是成大誓, 恰如被假灵敌之大威士。 二, 设善精净, 设诸善法精净修行。 三, 立乐精净, 立乐一切众生, 心不疲倦。 菩萨善界精卷五所立之三种精净。 即, 一, 庄严精净, 菩萨发心精净修习一切范行, 庄严道果。 父为化诸众生, 于三界中视现受身, 乃至为慈悲故, 入地狱中, 待受其苦, 心不修习。 二, 设善法精净, 菩萨即修六度范行, 不为烦恼, 恶业, 邪剑之所轻动, 设持世间, 出世间一切善法, 心不放异。 三, 利益众生精净, 菩萨于一切时, 修习圣道, 利益一切众生, 以种种法而化导致, 显使断灭恶因, 成就善果, 虽利沉洁, 心不疲倦。 无性社论卷七, 参阅, 精净, 5883, 批662。 三种禅, 指三种禅定, 即, 一, 世间禅, 乃色戒, 无色戒之禅定, 有二种, 一, 根本未禅, 有四禅, 四无量, 四空等三品, 合称十二门禅。 燕离欲戒之散乱者修四禅, 欲求大福者修四无量, 燕色隆者修四空。 二, 根本禅禅, 逢佛之初是, 文佛之说法, 则得依之而直发无漏至, 故称禅禅。 亦有六妙门, 十六特圣, 通明禅三品, 分别为会性多者, 定性多者, 定会均等者所修。 二, 出世禅, 有观, 炼, 勋, 修四种, 一, 观禅, 观未观照之矣。 明观逐照不敬等之敬, 故称为观。 有九相, 八倍舍, 八胜处, 十一切处四种。 二, 炼禅, 炼未断炼之矣, 及九次地定。 此禅有浅至深, 顺序断炼四禅灭静定, 不杂意念, 以无漏断炼有漏, 通达八底。 三, 熏禅, 熏味熏熟自在之意, 如狮子奋训三昧, 能除意念之见杂, 其顺逆静退皆得随意自在。 四, 修禅, 超越三昧, 修至前定, 使之精妙, 可超越出入自在。 三, 出世间上上禅, 即得持经卷物所说之九种大禅。 一, 自信禅, 修观心之时相, 不外求。 二, 一切禅, 能得自行化它一切功德。 三, 难禅, 为生妙难修之禅。 四, 一切门禅, 一切禅定皆由此门而出。 五, 善人禅, 大善根之众生所共修。 六, 一切行禅, 含舍大臣之一切行法。 七, 除脑禅, 除灭众生之苦恼。 八, 此事它是乐禅, 令众生惜得二世之乐。 九, 清净禅禅, 或夜断禁, 的大菩提之禁报。 据舍论卷十八, 法华玄义卷四之一, 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一上, P662。 三种礼佛, 据华言孔木章卷一载, 以身一之端正, 内心之虔诚与否, 而分礼佛之态度为三种。 即, 一, 成过礼, 礼佛时, 身一不正, 与清慢相应, 而有过失。 二, 相似礼, 礼佛时, 身一虽似端正, 而与杂觉相应。 三, 顺时礼, 礼佛时, 身一端正, 而与正智相应, 随顺时礼。 P663。 三种熏习, 指唐义社大臣论卷上所举之三种习气, 即, 名言习气, 我之习气, 有之习气。 参阅, 三种习气, 六百五十八, 熏, 即熏发, 习, 即数习, 冠习之乙。 十, 一, 名言习习, 名即名字, 言即言说。 此分别名字言说之时, 即第六意识, 由第七末那时传颂, 熏习第八种字之时, 而能成就染分之乡, 故称名言熏习。 二, 色时熏习, 色即眼根所对之诸色, 由此诸色而隐身眼时, 称为色时。 与此分别, 即是第六意识, 亦由第七识传颂, 熏习第八种字之时, 而能成就染分之乡, 故称色时熏习。 三, 烦恼熏习, 烦恼集贪, 甜, 邪剑等之烦恼。 此烦恼乃由第六意识所起, 亦由第七识传颂, 熏习第八种字之时, 而能成就染分之乡, 故称烦恼熏习。 华言经孔目张卷三, P663。 三种正乡, 据法华颤仪载, 上中下三根之人修习法华三昧, 于三七日中, 一心精进, 然以根性之义, 故所正之乡亦不同。 即, 以下根正乡, 指下根行人于三七日中获得戒根清净。 又分三品, 依下品戒根见净之乡, 于三七日中, 获得灵异好梦, 或觉诸根明净, 四大清历, 道心涌发。 二, 中品戒根净乡, 于三七日内, 行到坐禅之中, 忽见光华净色, 闻妙香气极为妙音声称赞, 身心庆悦, 得法喜乐。 三, 上品戒根净香, 于三七日中, 身心寂静, 或自见其身者净法符, 微宜其枕, 身香端言, 信心开发, 得法喜乐, 摩索不畏。 二, 中根正香, 指中根行者所正之相。 亦有三品之不同, 一, 下品定根净香, 若于坐禅之时, 忽觉身心沉静, 发诸禅定, 觉观分明, 喜乐一心。 二, 中品定根净香, 若于坐禅之时, 身心安定, 觉出入喜常短细微, 身毛孔出入无核, 或见自身诸不净香, 应发禅定, 身心快乐, 既然震受。 三, 上品定根净香, 若于坐禅之时, 身心安静, 原自五音之身, 即觉无常, 苦, 空, 梦幻不实, 乃至一切诸法不生不灭, 犹如虚空, 寂静无畏, 宴离世间, 敏念一切。 三, 上根正香, 指上根行者所正之相。 亦有三品之不同, 一, 下品会根正香, 若于行坐念诵之中, 忽觉身心如云如影, 梦幻不实, 因此决心, 则发智慧, 勒达诸法, 无有障碍, 于诸经论随意解释, 难问无至。 二, 中品会根正香, 若于行坐念诵之中, 身心既然, 犹如虚空, 于正会中, 念见普贤菩萨与无量菩萨而自围绕, 西线其前, 于世的大智慧, 于诸佛所说之法通达妙意, 说无穷尽。 三, 上品会根正香, 若于行坐念诵之中, 身心或然清净, 入身禅定, 觉会分明, 得无碍总持, 或六根清净, 开佛之鉴, 入菩萨位。 P663, 三种变异生死, 乃就变异生死之名而是为三异, 即, 一, 为系之生灭称为变异死, 因无常念念千亿, 前变后亿, 故称变异, 又变异是死, 故称变异死, 死通于凡, 神。 二, 原照无漏所得之法性生称为变异死, 以其神话无碍, 能变能异, 故称变异。 此异通于大, 小臣。 三, 指真正法身, 此身隐显自在, 能变能异, 故称变异。 此变异非死, 然此法身未出生灭, 由未无常死法, 随其所变异之身上而有生死, 亦称变异死。 此异为在大臣。 圣满经宝窟卷中末, 大臣一章卷八, 三论大义超卷四, 参阅, 便亦生死, 6916, 批664。 三个告斥, 于法华经之说会中, 是尊对化菩萨与来自他方之菩萨所与之三度教斥。 即, 一, 如来不久当入涅盘, 乃欲以此法华经父主诸弟子乃至后世之人。 二, 告诸大众, 佛灭度后, 若有能读诵护持此经者, 经于佛前自说誓言。 三, 诸善男子, 于佛入灭后, 若有能受持读诵诵此经者, 经于佛前自说誓言。 法华经卷四件宝塔品, 批664。 三纲, 指寺院中统领僧众, 执掌事物之三项僧众。 纲, 意味以有得之僧立纲纪, 提切僧众。 即, 一, 上座, 范斯特哈佛拉, 原指法腊膏之上座比丘, 此系由法腊膏而聚得望者充任, 以统领众森。 二, 寺主, 范V.I.H.R.A. 原指建造寺院者, 此处则指主斯寺内堂语之营造或管理等事者。 三, 都为那, 略称为那。 都为是汉语, 那为泛语karma, DNA, 因一座杰摩陀那, 亦亦未受视, 知义, 故都为那为泛汉病称之名词。 获益作悦众,系主思僧众杂物者 三纲之志始于摇晴时代,四世纪末 即益门族论卷四,大唐西欲求法高僧传卷上 佛祖统计卷三十八,为四主,知识,为那 有时益称上座,为那,点座三者 名称上颇有变化 大宋僧史略卷中,P664 三伐液,泛与TRI的NI,巴黎语Ti的NI 略称三伐 即生伐液,口伐液,义伐液等三种恶液 一,生伐,犯Ka,的A,指杀生,偷盗,携淫等生液所生之罪恶 二,口伐,犯Fiji,的A,指望雨,起雨,恶口,两蛇及磅三宝等口液所生之罪恶 三,义伐,犯Mano,的A,指贪甜吃等一夜所生之罪恶 所亦称为伐液,据为十二十论数记卷下载 大四三,一零零四下,三夜诸罪,现为人天之所喝则 未来当受诸恶苦报,可制罚故,可悔则故,明知为罚 中阿韩经卷三十二,为十二十论,据舍论卷十八 据舍论光纪卷十八,批六百六十五 三句,指三种类句 又称三定句 即,一,正定句,二,协定句,三,不定句 大制度论卷八十四言能破颠倒者,称为正定 不能破颠倒者,称为协定,的因缘能破 不得因缘则不能破者,称为不定 又一是磨合言论卷一之说 十圣为正定句 三贤为不定句 凡夫未协定句 长阿韩经卷八 即一门族论卷四 参阅 三定句 五百六十二 将 我 即 法 分为三大类 即 一 以因缘之离合而言 凡具有生灭之性质者 称为有畏惧 二 凡不生不灭者 称为无畏惧 三 无法归纳于前二类者 称为非二具 为一切有畏法之三种分类 即 一 色法 质地 水 火 风等四大所构成之物质 二 心法 即各种精神作用 三 非色非心 即非色法 亦非心法 如法相宗所立七十五法中 射属 不相应行 之十四法 均为非色非心之法 为三具境界之略称 即色律一界 色善法界 色众生界 此三具境界 乃无构清净 含色大臣菩萨精神之界法 参阅 三具境界 六百六十五 批六百六十五 三具境界 范语揣 非NILNI 指大臣菩萨之界法 又做菩萨三具界 三具清净界 三具圆界 简称三具界 三具 具 种类之意 以此三具之界法 无构清净 含色大臣诸界 圆容无碍 故称三具境界 三具圆界 即 一 色律一界 犯Savara LA 又做自信界 一切菩萨界 乃色断一切诸恶 含色诸律一之止恶门 为七众所受之界 随其在家 出家之意 而分别有五界 八界 十界 巨族界等界条 亦可总归为别解脱界 定共界 道共界三种 又此界为法身之音 以法身本自清净 由于恶父 故不得险 经历断诸恶 则功臣得险 二 射善法界 泛库 泛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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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以法身之音 常养诸善法 此即报身之因 以其止恶修善 故臣报佛之缘 三 设众生界 犯三菩萨特 Kriye 又做饶意有情界 做众生意界 即以此心设受利益一切众生 此为利生门 菩萨的持经卷四举出十亿种 即一 众生所做诸饶意识 惜与未办 二 众生以其或为其之病等诸苦及看病者 惜与未办 三 为诸众生说世间 出世间法 或以方便令的智慧 四 知恩报恩 五 众生种种恐怖 惜能救护 若有丧失亲属财物诸男 能为开解令离忧恼 六 见有众生贫穷困乏 稀能给予所需之物 七 得行俱足 正受医指 如法触众 八 先与安慰 随时往返 给师饮时 说是善语 静止非己 去来随物 九 对有识得者 称阳欢悦 十 对有过恶者 慈心喝泽 折服罚处 令其悔改 十一 以神通力 视现恶道 令比众生未厌重恶 奉修佛法 欢喜幸乐 深惜有心 此三巨禁界 为大臣僧 俗之通行界 然大臣僧众使受涉律一界 即受二百五十界 此为别寿 后再总受三巨禁界 称为通手 大臣僧 大臣僧心地 观经卷三 解身密经卷四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一 梁义舍大臣论事卷十一 梵网经菩萨界本书卷一 法藏 批六百六十五 三说生 又做三世 梵语文法中 将说者分为三种 即一自说生 又做说自生 上世 只有观说者自生 即第一人称 二说他生 又做他说生 中世 只对说者有观之人 即第二人称 三犯说生 又做下世 只有观第三人 即第三人称 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 三 批六百六十六 三酸图 乃以如 道 是人物为话题之图画 相传苏东坡 如 黄鲁直 道 同富金山四访佛应和尚 是 访必 初儿同常桃花醋 三人虽同时一物 而滋味各有不同 常后接醋眉头 此乃图上所绘内容 与三教图同为三教融合之象征 又有以世家 老子 孔子等三圣人 为画中人物之图 图中亦由三圣人 共长一问簇 而三人所品各异 此类图像通称三圣图 以宋代马远 陈清波 颜辉 日人寿也原姓 海北有松所会者教为著名 参阅 三教图 612 三教论衡 612 P666 三脏 泛语 TRY FEREN&I 三种障碍 右坐三种障 指障碍甚道及其前家行善根之烦恼障 夜障 一手障 一 烦恼障 犯CLEE FEREN&I 本性赤然聚足贪 甜 吃三烦恼 致难生厌离 难教会 难开悟 难得免离 难得解脱 此一极止痕起之烦恼 二 夜障 犯CALM FEREN&I 即五无见夜 乃由深口意所造作之不善夜 三 一手障 犯VIPKVARA 又做暴障 果暴障 以烦恼 夜未因 所招感之三恶趣等果暴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一 佛明经卷移发志论卷十一 成十论卷八 巨舍论卷十七 大制度论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五 巨大臣瑜伽大教王经卷五载 以三种障碍之故 不得欲于加密密之三摩地法 即 一 我慢重障 我慢供高 斜见直臂 至不能下心 尽试诸佛菩萨师僧父母 不能学如来正法 二 极度重障 度贤疾能 自视他非 见人修善 反身极度 不能学得如来正法 三 贪欲重障 多贪 多欲 懒惰 睡眠 昏沉 调剧 破戒者 不能学如来正法 上纪三种人不识因果 不敬师长 亦不见良善 不护道业 广造恶业 故不得欲三密正法 妨碍禅定之三种障碍 一 昏沉暗闭障 未昏沉暗睡 则磨所别之 障诸禅定 致不得开发 二 恶念思维障 未虽不昏沉 然恶念呼起而破境界 致作诸不善事 三 境界逼破障 未虽无昏沉 恶念等事 而身或促痛 陷地 火烧 落牙 蒙虎奔竹 魔脑并起 诸恶相限而逼脑行人 横身经步 至障诸禅定 不得开发 凡此三者 君族障碍禅定之休息 试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四 天台四交 以及解标指超卷下四 大藏法术卷九 右座三粗重 三烦恼 止修祸 见祸 无明等三种烦恼障 分别以皮 肉 心三种未愈 右座皮肤骨三障 一 疲烦恼障 只修祸 修祸系五根 对外五成而起 如皮在外 故以皮未愈 二 肉烦恼障 只见祸 见祸系 由物迷理论 观点而至 属内心之之者分别 如肉在皮内 故以肉未愈 三 心烦恼障 只无明 根本无明为一切迷惘之缘 此无明之祸 由迷珍逐望而起 故以心未愈 大臣义张卷五 本父对同一无明 立皮肤骨三障 为粗品无明浮浅 为皮障 中品无明刺身 为肤障 细品无明醉身 为骨障 梁义社大臣论事卷十五 华言孔目张卷三 参阅 三粗重 六百一十六 三或六百二十四 批六百六十七 三季 即三世 以前季 犯批二分之 指过去 二 后季 犯A分之 指未来 三 中季 犯 Madehean之 指现在 人王 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精卷上 大八八三六上 观身十相 观佛亦然 无前济 无后济 无中济 不住三济 不离三济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四 巨舍论卷九 参阅 三世 五百三十六 细犯语吹 Ataufa之意义 又作三济时 乃印度一年所分之三旗 然以三济配于月日 历来有诸种一说 较重要者有神态 真帝 普光 玄藏等诸说 其中真帝与玄藏之说相同 即 一 热记 犯Grosmar M2 从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 二 语记 犯Far Tuesday 从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三 韩记 犯Hemontag M2 从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 大唐西域记卷二复将三季分为六十 即 一 自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 称为建热 二 自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 称为圣热 三 自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称为雨时 四 自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称为茂时 五 自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称为建函 六 自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 称为圣涵 称为圣涵 据舍论宝书卷十一 泛网金谷祭卷下末 大藏法术卷十二 三月 利 六千两百二十七 批六百六十八 三魂七破 集中生身中之三种魂石与七类破石 三魂 指胎光叶魂神石 幽金转魂神石 相灵献魂神石 七破 指雀阴破神石 天贼破神石 非毒破神石 尸垢破神石 除慧破神石 服尸破神石 据传 一切众生灵命中石 研磨法王浅研磨促妇人之三魂至门关树下 此说或源于道教之三经 台光 爽灵 幽金 说 或系基于大臣其信论 而以夜转现之三系配于三魂 以前七十配于七破 德藏菩萨发心因缘石 王金 持宝通篮卷中 批六百六十八 三德 指大涅槃所具之三种德相 即 法身 般若 解脱三者 一南本涅槃经卷二载 三德犹如一字三点 西坛一字位 或摩西首罗 大字在天 之三目 又具大臣一章卷十八载 一 法身系指一切存在本来具足之真如 或指以功德法完成之身 二 解脱及脱离烦恼束缚智慧 三 般若则止物之智慧 此三者 三集一 一集三 而在阴位时 称为三佛性 在我位时 称为三德 又于大班涅槃经悬一卷上 将 摩赫班涅槃那 亦为 大灭度 此系以 大 为 法身 以 灭 为 解脱 以 度 为 般若 此外 由于因 果之相对 故三德 亦有顺逆两知之别 所谓顺三德 即 正因 因佛性之果成就法身之德 乐因佛性之果成就般若之德 原因佛性之果成就解脱之德 反之 若有转 苦 成就法身德 有转 或 成就般若德 有转 也 完成解脱德 则称为逆三德 一天台宗 三德之说曾出现在法华经以前之诸经 但法华原教之三德系非纵非横 非三非一 可说大义于前说 同时此三德 亦可配于三菩提 三佛性 三宝 三道 三十 三般若 三大乘 三身 三涅槃等 此外 据摄大乘论举出 转无运可乘三德 即 转色运可乘法身德 转受 想 行三运可乘解脱德 转时运可乘班若德 摩赫指观卷三上 指观浮行传红卷卷三之一 金光明金悬一卷上 法华悬一卷五下 指佛果位所具足之三种德相 即 智德 断德 恩德 据佛性论卷二所具 一 智德 指其所具之德 乃是从佛之立场观察一切诸法之智慧 二 断德 只灭尽一切烦恼或业之德 三 恩德 由于救度众生之愿力 而与众生以恩惠之德 以上三德配与法 报应三生 同时至 断二德具有自立 自行 自觉之内涵 而恩德则具有力他 化他 觉他之内涵 华言经书卷十二 大三五 五八九下 佛种不断 有何相耶 为臣三德 救护众生 臣救恩德 永断烦恼 臣于断德 勒之诸行 臣于智德 良义社大乘论是卷八 弥勒上身经书卷下 指一切事物所具之三种性质 即一 一 撒朵 范 撒朵 表示永剑之德 二 拉舌 范 罗扎 罗扎 表示成本之德 三 达摩 范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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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系印度蜀论学派所提倡 建经七十论卷上 此三德 一序义作喜 幽 暗 或永 沉 暗 或贪 甜 吃 或乐 苦 舍 或黄 赤 黑 或染 粗 黑 等 即二十五地之第一地 自信明地 所具之德 此德能生各种善恶美丑之物 此外 除神我地以外 其余二十三地皆兼具此三德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本 又作三种圆德 三圆德 指如来所具之三种圆满德相 即 一 因圆德 未如来之因形圆满具足 因形有四修 一 无余修 福德与智慧二种资良具修无疑 二 常识修 经三大阿森指节而不倦 三 无剑修 精勤勇猛 无刹那废修 四 尊重修 恭敬所学 魔所顾习 修而不满 二 果原德 未如来之果德圆满具足 有四德 一 智原德 具有无师智 一切智 一切种智 无公用智四种 二 断原德 具有一切烦恼断 一切定障断 必进断 并习断四种 三 威势原德 即于外进化变住持之自在威势 于受量若言若促之自在威势 于空 障 鸟 鸟